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一理 多行善事 打坐参禅 就算经历了漫长刻苦的努力 也不敢有哪个修行者 站出来号称我修行完满了 这当然很好理解 仅仅从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来看 人已经活了无数事 种下了无数月 这些业不消 就不能跳出轮回 光样消掉这些业 恐怕就需要极多事的努力 仅仅是一辈子的修行 怎么可能就完满呢 大乘佛教认为 释迦牟尼只是来到我们世界普度众生的 众佛之中的一个 释迦牟尼之前和之后都还有无数的佛 不过同一个世界里同时只能有一位佛 释迦牟尼涅潭后就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了 下一位来到我们世界的佛是弥勒佛 还要等56亿年才会来 由此可见 佛和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中间的间隔时间是极长的 佛经中有个故事 说佛陀见到了一只蚂蚁 对学生们说 这只蚂蚁修行了七世佛 还没有脱离蚂蚁身呢 我们想 两世佛之间距离的时间都要56亿年 七世佛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地长了 这只蚂蚁修行了这么长时间 还仍旧只是蚂蚁 可想而知 修行成佛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了 这是佛教的传统观点 但是 我们不是破除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了吗 既然破除了空间概念 那么 众生和佛之间 为什么还会有距离 既然破除了时间概念 那么 修行为什么还会需要时间 既然事物之间的种种区别 是人妄想的结果 那么 众生和佛之间 为什么还会有区别 最细迹性的事件 发生在李治和武则天政权交替的年代 湖北的黄梅县 有一位叫做红忍的禅宗法师 有一天 红忍让坐下弟子 做妓子 以考察他们的水平 红忍的首席大弟子神秀 先做了个妓子 写在墙上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服事 末时染尘埃 红忍另有一位徒弟 叫做慧能 他不识字 在拜入师门之后 只是被命令 去墨房干体力活 这一天会能在别人口中 知道了这首记字 于是他也做了一首 托人写在墙上 记字里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问来无一物 何处有尘埃一 听到慧能的传诗之后 红忍大惊失色 他半夜偷偷 把慧能叫到自己的禅堂 向慧能传授了佛法 并传给他一波 将他定为本门的继承人 随后 红忍催促慧能速速离开此地 以免被奸人所害 直到慧能离开三天以后 红忍才当众宣布 已经把一波传给了慧能 书中虽然没名说 红忍口中的奸人 指的是谁 但可以推向应该是 红忍众多弟子中 有希望继承一波的一个 很可能就是神秀 这一传奇的故事 被记载在一本俗称为六祖谈经 或者叫做谈经的书中 慧能后来成为南禅 也是今天禅宗的实际创始人 因此这本记载慧能言行的谈经 也就成为了禅宗思想的盛典 谈经是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佛教书籍 这一方面因为禅宗思想在中国很受欢迎 谈经记载了很多意味深长的禅宗语录 另一方面 是该书里还有上文 这么传奇的故事 颇有娱乐性 因此有很多畅销书 都热重转述谈经里的故事 在语录中挖掘出种种哲理 然而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谈经的史料价值很差 现存的几个版本的谈经都经过后人大量的删改 而且删改者主要是慧能的支持者 这是因为禅宗有两脉 慧能是南禅的创始人 神秀是北禅的创始人 两宗在神秀 慧能的时代还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 但是两宗的后人 开展了一系列宗派之争 都声称自己一脉才是红忍的合法继承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被宗先于南宗衰落 慧能的后人也就有了 愿意加工史书的机会 谈经因此被不断地删改 前面那个慧能夜半的一波的传奇故事 虽然被很多人津津乐道 但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很低 比如由神秀一系的僧人撰写的 《棱嘎师资记》中 就说神秀才是红忍的接班人 《大通传师悲鸣》中也说 红忍曾感叹东山之法 尽在秀乙 把一波传授给了神秀 其他史料也足以证明 神秀并不是一个极显度能的人 神秀在皇室中的声望 远比慧能要高 武则天和李哲两朝 对神秀都代之以国师之礼 武则天甚至对神秀行 跪拜大礼 神秀因此被称为两经法主 三帝门师 在如此得宠的情况下 神秀还不止一次 在皇室面前大力推荐慧能 还对皇帝说慧能 密受人大师依法 这和尚文中疑似谋害慧能的神秀相比 显然形象相继甚远二 慧能本人的形象 在《谭经》里也过于神奇 似乎是一个道德 完美又无视自通的天才 如葛昭光先生所说 这些描写可能慧能的门徒 为了提高南宗的地位 有所编造 也可能是慧能本人自吹自擂 三 我们后文还会大量说 慧能说如何如何 实际上只是在引用 《谭经》里的文字 至于是不是真的属于 慧能本人的观点 就不得而知了 二 虽然真实性很可疑似 但这两首句子 除了给我们平天谈词之外 对我们理解禅宗思想 有很大的帮助 我先用白话翻译一下 这两首句子 在神秀的句子里 它用菩提树来比喻众生的俗身 用明镜台来比喻人们追求的佛性 用台上的尘埃来比喻 阻止人们领悟佛性的 种种障碍物 所以他说应该实实勤服事 意思是 我们要刻苦修行 去消除挡在人和佛性之间的障碍 才能够成佛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 既然万物之间的区别 人对万物起的种种称谓 这些都是人 由于妄想产生的错误概念 那么 当我们认为 世上存在菩提树 存在明镜台 存在尘埃时 当我们认为 菩提树和明镜台之间 存在着区别时 这些思想本身 不就是错误的妄想麻溜 所以 慧能的记子里说 这世上并没有菩提树 明镜台 也不存在什么尘埃 既然没有尘埃 也就不需要我们去 勤服事了 换句话说 当你产生了 我和佛性之间 有距离 我需要修行 这个念头的时候 这个念头 本身就是阻碍你 成佛的妄想 修行的欲望 修行的行为 这些也都是 成佛的阻碍 只有当你 放下全部 这些想法 心中既没有佛性 也没有 修行等 任何概念 达到了我们 上一章中所说的 破除了时间 和空间概念的状态以后 你才能真正成佛 这就是 中国禅宗的理论基础 慧能的记子 在民间流传很广 很多附庸风雅的文章 都喜欢时不时引上一段 比如武林高手症打得激烈 有个高僧 跳出来念一遍 本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 那些武林高手就停下手 难难自已 好像悟出了什么一样 现在我们知道了 假如是一个 完全没学习过佛法的人 不管再怎么认真的听这记子 也不可能领悟出任何有用的知识来 我们事先学过了般若学 学过了八不中道 学过了天台化言 对八不中道的讨论 学过了应该破除时间和空间概念 最后才能明白会能为什么要说 菩提树和明镜台并不存在 在那些不懂装懂的武侠小说里 武林高手一听这记子 论物说 原来我执着的东西 其实都不存在啊 本来无一物 输赢本来不存在 我何必自寻烦恼 就放下了刀枪 表面上看 这似乎符合佛教看空 世俗万物的主张 但其实在中观看来 输赢虽然假有信空 但并不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硬说输赢胜负根本不存在 这是犯了恶取空的错误 同样 在会能的记子里 一般人认为会能就是断贺一生 本没有尘埃 何必执着 让人都误了算了 但我认为 这并不是对会能记子的正确理解 龙树说不亦亦不亦 只是说我们对事物的分辨 给事物起的名字 头脑中对事物产生的概念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并不是说事物本身是不存在的 所以 会能并不说佛性 俗身尘埃这些东西完全不存在 佛性当然是存在的 否则佛教也就不会存在了 俗身和尘埃当然也是存在的 否则的话 众生完全等于佛性 那么每个众生本身已经是佛了 佛教也就毫无意义了 连会能那首记字都显得多余 众生已然是佛 那你还写记字有什么用呢 会能指的 并不是佛性 俗身和尘埃完全不存在 他说的是 我们通过理性对佛性 俗身 尘埃产生的一切理解 概念都是错的 是不应该存在的 佛性是存在的 只是它不叫佛性 不叫任何一个名字 我们完全不能用语言和理性去谈论它 这还不是什么新观点 讲中观学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真正的佛性是不能用语言 直接描述的 会能最重要的观点是 我们对佛性的一切 基于理性的追求行为 都是执着和错误 说白了 所有传统的修行方式都是执着 那么到底该怎么成佛 三 首先 会能要破除传统的修行方式 既然空间 差别 都是虚妄的概念 那么人和佛性之间 也就不应该有距离 也不应该有所谓的内核外 所以 会能反复强调 人们过去以为 佛性是外在于人的 存在于遥远彼岸 这些都是错误的概念 会能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恰如求兔角 七 兔子没有脚 兔角是世上不存在的东西 会能这句话的意思是 佛法并不存在于彼岸 会能又说 佛像性中作 莫像身外求 八 如等自心是佛 更莫狐疑 外无一物而能建立 九 他明确说 佛性就在自己内心之中 而不在人之外 禅宗有一个术语 叫回光返照 我们用来形容临终的人 突然有精神的现象 这个词在禅宗里 是另一个意思 指的是 我们不要只顾着 对外追求真理 我们要把追求真理的光 返回来关照自己的内心 会能之后的 禅师赵州从沈世 说得更加激烈 金佛不渡炉 木佛不渡火 泥佛不渡水 真佛内里做 诗说外面那些木雕泥塑的佛 怎么能救你呢 佛就在你自己的心里 还有一段类似的公案 传说禅师大株惠海 表禅师马祖道已问佛法 马祖问他 你来这里做什么 大株惠海回答 我来求佛法 马祖说 你自己家里就有宝藏 你离开家乱走什么 大株惠海 还是不明白 问我家里有什么宝藏 马祖回答 吉经问我者 是如宝藏 一切记足 更无欠少 使用自在 何甲向外求密 你问我的时候 你自己已经具备了 全部的佛性 何必要向身外追求呢 大株惠海于是动物了十一 以上这些禅师所说的 都强调佛性不需要靠外在修行来追求 既然不需要外在的修行 那么出不出家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会能说 若欲修行 在家亦得 不由在四 十二前面说过 僧人出家的主要标志是守戒 既然出家不那么重要 守戒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梵网金说 借本源自信清静 说戒律的本质在于内心清静 前台词是说 内心的清静 比戒律外在的形式更重要 南朝的志工禅师说得更明白 丈夫运用无碍 不为戒律所致 十三意思是 如果内心清静 就不需要被外在的戒律限制 因而会能说 得物自信 亦不利戒定会 十四只要能领悟佛性 外在的戒律就不重要了 同样 打坐这种外在的修行行为 也成了修行的障碍 但有趣的是 禅宗的禅字 在佛教中原本指的就是 通过打坐来领悟佛法的行为 大家应该都知道 菩提达摩这个人 禅宗是中国人创造的宗派 禅宗的后人 为了抬高本宗的权威性 把禅宗的开山祖师 安在了一位 叫做菩提达摩的外国僧人身上 历史上瞻有达摩这个人 他大约在南北朝时来到中国 但我们今天熟悉的所谓 一尾渡江 直履西归等传奇故事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 都是禅宗后人编造的神话 其中有一个传说 说达摩为了领悟佛法 在松山独自面壁九年 连石壁上都映出了他的身影 作为禅宗出祖 达摩面壁坐禅 似乎成了禅宗的代表形象 但是慧能却反对 通过坐禅来领悟佛法 他说 道由心悟 其在作业 十五 而且慧能对坐禅的批评 非常强烈 他说 住心观境 是病非禅 常坐居身 与礼合一 十六 这里不是说 坐不坐禅无所谓 而是说 坐禅是病 是错的 慧能又说了四句句子 生来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原是臭骨头 何为立功过 十七 反对坐禅的观点 非常明确 马祖道一 进入禅宗 也和打坐有关 传说马祖在 刚接触佛法的时候 老师是律宗的僧人 所谓律宗 强调的是 僧人要援守戒律 通过打坐等 刻苦的磨练 来完成修行 有一天慧能的弟子 怀仁禅师 看到了坐禅的马祖 怀仁问马祖 你坐禅做什么 马祖说 我想成佛 怀仁听完 自己拿了一块砖头到庙 前去磨砖 马祖好奇 问 你磨砖做什么 怀仁回答 我想磨出一块镜子来 马祖说 砖头哪能磨成镜子啊 怀仁反问 磨砖即不成镜 坐禅起得成佛 随后又说 你觉得庙里的佛像是坐像 你想模仿他 但要知道佛是没有固定形象的 你怎么能这么机械地模仿呢 乳若做佛 即是杀佛 若知坐像 非达其理 十八 你用坐禅的方式追求佛性 完全是使错力气了 马祖开悟后 也教会弟子不要执着于坐禅 他说 唯有今有 不假修到坐禅 不修不做 即是如来清净禅 十九 至公禅师说 一切无非佛事 何须设念坐禅 二十 也是类实的观点 坐禅无用 拜佛礼拜也无用 赵州从沈禅师 见到一个僧人礼拜佛像 赵州上去就打了一棒子 那僧人挨了棒子后便解说 礼拜也是好事 赵州回答 好事不如无 二十一 在传统佛教看来 拜个佛总是好事吗 拜总比不拜好 但是在禅宗看来 拜佛 参禅这些外在行为都是执着 有不如没有 这让人想到了逐道生的善不受报 虽然这些结论都来自于教义的推理 但已经开始让传统观念难以接受了 不乱坐禅也就算了 禅宗还明确反对依赖佛经 不难理解 传统佛教认为 佛经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意义 大方便佛报恩经说 未闻佛法 乃至一句一节一意 法华经说 乃至闻一节一句 通达无量无边之意 大吉经说 菩萨唯于一字一句之意 能以十方世界珍宝 奉诗法王 说佛经中一字一句都极为重要 但是禅宗认为 我们用理性所描述的佛性 俗身等概念都是妄念 既然佛经也是通过理性文字撰写的 那么岂不是说 当然你不能说佛经是妄念 那是毁谤佛法 佛经当然是记录真理的文字 这是会能万万不能否定的 但会能说诸佛庙里 非观文字 二十二 我不是说佛经不好 我是说佛经不重要 经文上的文字 用的是人类的语言 所以会能又说 所有的经文都是为人类创造的 如果这世上没有人类 那也就不会有佛经了 二十三 这话的前台词是 佛经并不等于真理本身 只是为人类修行所创造的工具 会能又说 佛经虽然很好 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心 如果不用自己内心去领悟佛性 反而一位从外在的佛经里追求知识 那读得再多也没用 反之 如果能自己领悟佛性 那么不需要依赖佛经 一下就能斗悟了二十四 所以会能说 使人终日口念薄弱 不识自信薄弱 犹如说识不保 口袋说空 万劫不得见性 终无有益 二十五意思是 你内心不去领悟佛性 光在表面上念佛经 说佛理是没有用的 其他禅师也有类似的观点 法秀讲解《华言经》 怀禅师问法秀 话言以何为宗 法秀回答 法界为宗 怀禅师问 法界以何为宗 法秀回答 以心为宗 怀禅师问 心以何为宗 法秀就回答不上来了二十六 显然 怀禅师可以无穷无尽地追问下去 讲经人最后总是会哑口无言的 禅宗著作《绝观论》说 夫大道充虚 尤为寂寞 不可以心慧 不可以言全 说大道理是不能用理性思维和语言表达的 大株惠海说 经论是止墨文字 止墨文字者 据是空舍 余生上建立名句等法 无非是空 二十七 相言至贤和人讨论佛法 一时说不上来 把经文都煮了 说 画饼福可充饥也 二十八 吸引禅师说 所以菩提等法 本不适有 如来所说 皆是华人 犹如黄雁为金钱 全职小儿提 二十九 他说佛经上教的方法 对众生来说 就像把黄树叶当成金钱一样 只是用来暂时哄骗小孩别哭的 神赞禅师 建用功钻研佛经的僧人 感叹说 世界如许广阔 不肯出 钻他固止 零年初的 三十 零年是不存在的年份 神赞的意思是 研究纸上的经文 永远也不能误道成佛 雪峰一存 对徒弟说 我若东到西到 汝则寻言逐句 无若灵阳挂脚 汝像何处门摸 三十一 灵阳挂脚意思是 灵阳把自己挂在树上 野兽就找不到灵阳了 这段话的意思是 在经书里寻章摘具 是找不到佛教真意的 那么禅宗该怎么对待佛经呢 大株惠海说 得意而妄言 物理而遗教 三十二 妄雕文字才是最重要的 佛经的文字不能执着 那禅宗禅师的教会 说出语口 也是文字啊 所以也不能执着 有人问法眼文艺禅师 如何是第一意 法眼文艺回答 我向你道 是第二意 三十三 他的意思是 说出来的话 就已经不是最高的真理了 最高的真理 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所以会能说 最上乘是最上行义 不再口证 辱须自修 莫问无也 三十四 想知道真理吗 自己去追求 别问我 假如说出家 坐禅 学习佛经等 外在的修行方式 都是不正确的 那么应该怎么成佛呢 如果人和佛性之间的距离 是不存在的 那么凡人和佛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会能说 自信你 即是众生 自信觉 即是佛 三十五 他认为 众生和佛之间 是弥合 诀的区别 和前面道生 动物成佛的逻辑一样 既然众生和佛之间 没有距离 佛性也不能分层次和阶段 那么成佛的过程 是已受完成的 也就是动物 会能说 无物 即佛是众生 一念物时 众生是佛 三十六 物即人无差别 物物即常节轮回 三十七又说 凡夫即佛 烦恼即菩提 前念谜即凡夫 后念物即佛 前念至静即烦恼 后念离静即菩提 三十八 从凡人到佛 只有一个物的过程 就完成了 同样是动物 禅宗的动物 和前面竹道生的 动物成佛还不一样 道生的动物说的 是从凡人到佛的过程 是一瞬间 但之前还是需要 累世的修行 才能做好动物的准备 《白玉经》上 有一个故事 说有个国王 想要自己的女儿 快点长大 找医生给他开药 医生说 我虽然有药方 但是没有药材 你给我一些时间求药 国王就答应了 十二年后 医生求药回来 给公主吃了药 国王一看 自己的女儿 果然长大了 《白玉经》 用这个故事比喻说 你看高僧 很快就修行成正果 你以为修行很容易 其实是他在前世 积累了很多的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就三十九 这个故事比喻的 就是道生的动物 然而禅宗的动物说的是 当时间概念已经不存在后 前面累世的修行 也都没有必要了 根本不需要修行的积累 直接就可以动物 传统的佛教认为 人要修行圆满 最起码也得等今生的生命完结以后 佛教所说的涅槃 特征之一就是肉体消灭 释迦牟尼就是去世以后才成了佛 但禅宗认为 既然时间概念不存在 动物也就不需要等待肉身消灭的时候才能完成 所以禅宗主张 人活着的时候就能动物成佛 按照颂本《谈经》的话说 不舍生死而入涅槃 十动物 四十 四 问题是 既然所有追求佛性的行为 都是一种错误的执着 那么 物不也是行为吗 物也是一种追求吗 想要去物 这不也是一种执着吗 会能说 何处染尘埃 说人不需要去服侍 而物哪怕再短 也是一个动作 服侍哪怕发生在一瞬里 也仍旧是服侍 可尘埃都不在了 为什么还需要这一瞬的服侍呢 有人问百丈淮海 修道的人想要追求佛性 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百丈淮海回答 大四骑牛密牛 四十一 众生已经拥有佛性了 你在追求佛性 如同骑着牛还要去找牛 就是错误了 黄布西域说 何处密佛 不可更头上安头 嘴上夹嘴 四十二 是一个意思 还有两个公案故事可说 第一个故事说 有人对僧灿说 希望你能交给我 解脱法门 僧灿反问 谁绑着你了 那人奇怪 没人绑着我啊 僧灿说 既然没人绑着你 你就已经解脱了 为什么还要追求解脱那四十三 你已经拥有了佛性 不用追求 你已经解脱了 第二个故事是 有人问紫玉道通 什么是佛 紫玉道通没有回答 而是叫那人的名字 那人就答应了一声 紫玉道通便说 更莫别求 紫玉道通的意思是 你就是佛 不要去别的地方 求佛了四十四 会能不是说人的内心 就有佛性吗 所以马祖到一年轻的时候 说 集心集佛 意思是 人心就是佛性 只求内心圆满 就可以达到成佛的境界 然而 随着境界的加深 马祖后来 又反对自己的 集心集佛说 有僧人问他 什么是 集心集佛 马祖回答说 为止想而提 不过是 暂时哄小孩 别哭的说法而已 那僧人又问 提止时如何 小孩止住哭声以后 又该做什么呢 马祖回答 非心非佛 四十五 非心非佛的意思是 之前会能已经明确说 菩提树和明镜台都不存在 那么 我们怎么还能说 集心和集佛呢 这句话里肯定了 心和佛的存在 已经是错的 浮牛山自在对门人也说 集心集佛 实无并求并俱 四十六 你说 集心集佛 反而是犯错了 更进一步说 非心非佛 作为祖师的教会 不也是一种教条吗 作为一条 用语言表达的禅礼 不也是一种虚妄吗 法常禅师 住在大梅山里 据说有一天 马祖派了一个僧人 去问法常 说 你从马祖那里 学到什么了 法常回答 学到集心集佛了 那个僧人说 师父最近的说法变了 改说 非心非佛了 法常一听就急了 说这人怎么总变呢 蒙人呢 法常一世说 我管你说什么 非心非佛呢 我自己就说 集心集佛 僧人把这段话 回去报告马祖 马祖回应说 梅子熟了 四十七 因为法常禅师 住在大梅山里 所以马祖用梅字 熟了这句话 来比喻 法常已经领悟得到了 为什么马祖满意 法常的回答呢 这是因为马祖在说 非心非佛的时候 重点并不是肯定 非心非佛这四个字 而是在否定 集心集佛四个字 肯定 非心非佛同肯定 集心集佛一样 同样是执着于理性的概念 同样是错误的 这和中观学的 八不中道是一个道理 如果是纯笨的僧人 听到师父说 集心集佛就点头说 集心集佛 听到师父改口说 非心非佛就点头说 非心非佛 那是永远也学不到 禅宗真义的 只有法 常这样不在乎表面的文字 全都无所谓的做法 才是正确的 清元微信说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极致后来 亲见知识 有个入处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而今的个修歇处 依前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四十八 这是类似的意思 既然任何可以强调 心和佛的存在与区别 都是错误 既然我们对佛性的任何追求 包括动物在内都是一种执着 那么修行佛法也就只有一种方法 放弃任何追求 不用任何方法 有人问赵州从审 我们学佛的本分是什么 赵州回答 树窑鸟散 鱼精水魂 四十九 树窑当然鸟散 鱼精当然水魂 这是叫人顺其自然 不要刻意 既然不能费任何心力 那么只需要随着自己的天性来 放任自由的生活就可以了 因此大珠惠海说 修行就是 急来吃饭 困来急眠午时 灵际以玄说 佛法无用功处 只是平常无事 饿屎送尿 穿衣吃饭 困来急眠 五十一 长沙景曾说 要眠即眠 要做即做 热即取粮 寒即向火 五十二 龙潭崇信从事于天皇道物很多年 在这些年里 天皇道物只让他端茶道饭 不教他任何佛法 龙潭崇信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就问天皇道物为什么不教他 天皇道物回答说 你倒茶来我就喝 你端饭来我就接下 这不都是在下你指示真理吗 任性逍遥 随缘放旷 但尽烦心 别无圣解 五十三 吃饭穿衣 不落痕迹 这就是禅宗修行的最高境界了 禅宗说 修行是 急来吃饭 困来急眠 就是不着痕迹的生活 但问题是 云云众生也是在随心所欲的吃饭穿衣啊 如果有一群凡人 压根就不知道佛教的存在 只是浑浑噩噩的生活 不渴望跳出六道轮回 那他们不是比禅师更随心所欲 更不落痕迹吗 那岂不是说 越不了解佛教的人 就越能成佛吗 有人问大珠惠海 你如何修行 大珠惠海回答 急来吃饭 困来急眠 那人问 别人也都急来吃饭 困来急眠 那他们都和你一样 在修行吗 大珠惠海回答 不是 因为他吃饭时不肯吃饭 百种虚索 睡时不肯睡 千般计效 所以不同也 五十四这是说 不懂得佛法的人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 并不刻意修行 但是他们还有其他 种种执着的欲望 吃饭的时候 想着这饭好不好吃 睡觉的时候 想着明天要多赚点钱 这人有千般计效 所以不叫修行 但是大珠惠海 也不是在要求人 禁绝一切欲望 因为 急来吃饭的鸡 困来急眠的困 这些都是欲望 急来吃饭 困来急眠的过程 就是人们在满足 自己欲望的过程 大珠惠海主张的 似乎是人们 应该满足自己的 日常欲望 顺应自然 顺应的是天性 这就叫不刻意 但什么是日常的欲望呢 什么是天性呢 急来吃饭和 千般计效之间的界限 在哪呢 急来吃饭是不刻意 那急来的时候没饭吃 我去做饭 这算是刻意吗 我没钱买米 去当推销员 动脑子算计别人 为的是赚今天的饭钱 这劳作是不是刻意呢 禅宗似乎没给出明确的回答 五 急来吃饭 困来急眠 这就等于摆脱掉理性思维了吗 诡异的地方在于 急来吃饭 困来急眠这两句话 不也是理性的产物吗 当一名禅师 领悟了咱们刚才说的佛力 在头脑中意识到 我应该毫不刻意地 穿衣吃饭的时候 这个过程 不也是在理性思考吗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不刻意的时候 这应该不也是一个刻意的念头吗 禅宗师父教育弟子要寄来吃饭 困来急眠 当弟子记下师父的话语 点头称是 甚至把这几个字写在小本本上的时候 这个弟子不是正好犯了 执着于文字的错误吗 禅宗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出现了 禅宗的点集中记录了大量的故事 对白 由于这些故事和独白中 有大量莫名其妙的内容 学习者要像研究法庭案例那样 反复琢磨 所以这些故事和独白 又被称为公案 武东会员中 记录了这么一个公案 慈明禅师问可真禅师 什么是佛法大义 可真回答 无云生灵上 有月落波心 慈明大喝道 你老的头发白了 牙齿掉了 还用这种废话回答我 你给我老是说 怎么能从生死中解脱 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求慈明指示他 慈明说 你问我 可真问 什么是佛法大义 慈明回答 无云生灵上 有月落波心 于是可真就动物了55 在这个故事里 无云生灵上 有月落波心 这两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慈明在对话中强调 要修缠 一定要抛弃自己的理性思维 当别人问你问题 你搜查瓜度 可以寻找答案的时候 就已经落入了执着 所以当可真第一次 认认真真回答说 无云生灵上 有月落波心的时候 慈明说 你是胡说八道 慈明故意让可真 反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此时按照常理 慈明的任何回答都可以 只有刚才那句诗 是他自己否认过的 他如果再回答 就是自相矛盾 而慈明偏偏就要 出乎提问者意料 你越想不到什么 我越要回答什么 这种回答 是在告诉可真 对于佛性 唯一正确的回答 是不按照理性 和逻辑的回答 禅宗大量的公案 都属于这种 答非所问的对话 这类对话极多 我们仅以最有名的 赵州从审为例 问 如何是佛祖希莱裔 赵州答 亭前百数子 五十六问 如何是赵州 赵州答 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五十七问 如何是古佛星 赵州答 郑州罗伯中三斤 五十八问 万法归一 亦归合索 赵州答 老僧在青州座 得意领布山中七斤 五十九问 外方呼有人 问赵州说什么法 如何支对 赵州答 颜贵米剑 六十问 如何是道 赵州答 墙外底 问 不问这个 赵州反问 问什么道 问 大道 赵州答 大道通常安 六十一 有些禅宗研究者认为 这些回答都有特别的含义 要逐字逐句地认真分析其中的意思 比如有人问 如何是佛 动山手出达 麻三斤 六十二就有日本的佛学家考证说 古时候做一件袈裟需要三斤嘛 所以麻三斤指的就是袈裟 袈裟又代表了什么云云 这么说的确有趣 但如果真照这种方法 取一一分析的话 很多公案是分析不通的 比如赵州萝卜重三斤 你说赵州萝卜多重和古佛心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砖瓦草木皆有佛性的话 那赵州萝卜不管是多重它也有佛性呀 赵州这回答难道是说 这萝卜要是不够三斤重 就不是古佛心了 又或者说 当我们认为所有赵州萝卜都重三斤的时候 就能够领悟到古佛心了 怎么说都说不通 再说假如洞山首出的麻三斤真的指的是袈裟的话 为什么他不直说袈裟两个字呢 他这不是故弄玄虚吗 他这还算是传道的老师吗 他这不是耍弄人吗 实际上 您要是浏览一遍公案里 禅师们千奇百怪的回答 您就会觉得 从字面上去一一考证其中的威严大义 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 我们就光挑禅师们对同一个问题 什么是佛法大义的不同回答 这是一个不全面的统计 您不用细看了 光看一个气势就行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华光泛达 燕 六十三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七贤会员达 好 六十四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曹山本纪达 填钩塞赫 六十五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归宗但全达 三加五报 六十六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招庆道匡达 七颠八道 六十七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报恩行重达 对道嬷嬷嬷 六十八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天竺一成达 寒暑相催 六十九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云门闻眼达 来风有路 七十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至门光作达 享有五色 七十一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阳气会达 水底暗葫芦 七十二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滋售解达 铁牛生食卵 七十三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云门闻眼达 春来草自清 七十四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云门闻眼达 面南看北斗 七十五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云门闻眼达 一佛二菩萨 七十六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白龙道西达 如早里三拜 七十七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报恩怀悦达 两口无一舍 七十八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相谈明照达 百货慢劳神 七十九 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智者四如达 今年柴米贵 八十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灵阳端达 赌注一闻一双 八十一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浮化冲达 十字路头华表柱 八十二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清澄澄达 心意门前东东谷 八十三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清元行丝达 如灵你做梦驾 八十四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云满文言达 日理麒麟看北斗 八十五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大为怀佑达 黄河水出昆仑嘴 八十六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报恩怀悦达 昨夜三更失鹊火 八十七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雪斗明觉达 龙吟雾其虎啸风声 八十八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广言贤泽达 幽见全清高峰月白 八十九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后召庆和达 柔柔匆匆沉积目中 九十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甘露得勇达 歌须摇头枯须皱眉 九十一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明云至勤达 驴氏未去马师到来 九十二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无至闻喜达 幻愿主来 这是僧幻颠 九十三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寒朱沈达 贫女报子度恩爱尽随流 九十四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报恩守真达 闪烁乌飞 及奔腾兔走平 九十五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万童广德达 使尖黄叶落 又见柳条青 九十六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报恩惠明达 我见东宁佛本光芮如此 九十七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光相会觉达 古人起不到 今日三月三 九十八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大川普记达 宴从秋后起 宴向梦东来 九十九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双风敬亲达 日出方知天下朗 乌有那点佛前灯 一百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王山洪通达 直带文书过 即向你道 问文书过也 请和尚道 诗变打101 提问者还想追问 禅师就动手打人了 假如我们认为 禅师们都是在很认真的正面 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要探究 如何是佛法大义 我们就应该像科学家 分析实验结果那样 把上述种种回答 都统计出共同点来 这个共同点 就是佛法大义 但是不可能吧 在这些回答中 我们只看到一个共性 就是他们的答案 都不按照理性规则 来102 禅师们是在说 所有的理性思维 都是错的 只有像他们的回答一样 抛弃了理性思维 才能够领悟 佛法大义 我们可以说 禅师们的这些回答 并不是用来告知答案的 而是用来阻止学生 进行理性思考的 学生真心实意向老师 讨教佛法问题 这是理性行为 学生期待的老师回答的 也是理性的答案 当禅师答出一个 麻三斤这样莫名其妙 让人想无可想的答案的时候 他是在提醒学生 通过理性向老师提出问题 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错的 学生希望老师能给予理性 回答的期望也是错的 学生对老师回答进行理性思考 更是错的 在禅师的这句回答面前 学生发现自己的任何理性思维 都会毫无用处 如果此时学生灵性足够 就会领悟到禅宗排斥理性的道理 达到动物的境界 有一次 智常禅师到菜园里取菜 围着一株菜换了一个圆圈 对僧人们说 不许动蜘蛛菜 过了一会智常回来 看到蜘蛛菜还在 于是用棒子打散种僧 生气地说 这群僧人 没有一个聪明的103 智常的意思就是说 僧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 唯一要做的就是别按照理性行事 结果这群僧人 全都老老实实地照着命令做 这就是愚蠢了 如葛昭光先生所说 禅宗著名的话头公案 就好像达雅谜 不过这个谜的谜面虽然只有一个 但谜底却可以千千万万 随心所欲 因人而异 而谜底虽然千千万万 却又唯独有一个不成谜底 那就是死死扣住谜面的 符合逻辑的直接回答和理解 104回答本身不重要 对理性的否定才最重要 一玄问黄博什么 是佛法大义 声未觉 黄博便打 诗又去问 黄博又打 如是三度发问 三度被打 105一玄一张口提问 黄博就打 他打的是提问这个行为本身 然而 仅仅是答非所问 又怎么能达到破除理性的目的 假如我们没经过前文的种种介绍 乍一看禅宗的公案 我们会产生两种反应 要么觉得这些禅师都是在故弄玄虚胡说八道 要么觉得这些对话意味无穷 需要苦苦思索其中的含义 但这两种反应都是禅宗反对的 语言本身就是基于理性的 当我们张开嘴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认真聆听禅师教会的时候 我们会本能地使用其理性思维 因而禅师虽然努力 让自己的回答脱离逻辑的规则 却很难把会根不深的提问者 带出理性的习惯思维 与达非所问相比 更出乎提问者意料 更能让提问者无迹可寻的 是根本不回答 说起来 以不达为达 在禅宗中 还有一个颇为光荣的历史 传说释迦牟尼在灵山上说法 大饭天王献上金色菠萝花 释迦牟年花是重 一语不发 众人面面相去 不解其意 只有摩喝嘉燕会心微笑 释迦牟尼就将禅法传给了嘉燕 这个故事很有名 但就像菩提达摩的种种传说一样 很可能又是禅宗僧人 为了光荣祖庭的创造 但确实有一些 禅室用不说话的方式 回答学生的提问 既知禅室对任何问题 都伸出一个指头作为回答 人称既知一指 还有一些禅室回答问题时 纯粹用动作来打哑谜106 然而仅仅是不回答 对于破除理性还远远不够 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口头禅 指的是人挂在嘴边的习惯用语 这句话的原意 其实指的是那些用语言来表现的禅语 相应的 也就有不用语言来表达的禅机 我们都听说过禅宗的棒喝 所谓棒 就是求学者在向禅师提问的时候 禅师不用语言回答 而是直接用棒打提问者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 一选问黄波佛法大义 如是三度发问 三度被打 所谓喝 就是禅师在对话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突然大喝一声 以求让提问者动物 棒喝不使用语言 直接用吓人的声音和动作回应提问者 这比前面的达菲所问 更能出乎提问者的意料 更不符合理性思维 从这个角度上说 棒喝要比达菲所问更有效 另一方面 棒喝还有种吓人一跳的效果 这一宗的禅师们认为 要想让修行者 突破理性的习惯思维 都有一个类似一跃而起的过程 而棒喝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吓人一跳 让修行者一下子惊醒 有些禅师非常喜欢棒喝 德山宣剑说 倒的也三十棒 倒不得也三十棒 一百零七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打一顿再说 禅堂简直成了五堂 目的既然是出乎意料 棒喝的时机也就多种多样 禅师在对话的任何时候 都可能突然挥棒或者大喝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为了止住别人打嗝 想办法吓人一跳的做法 因此禅宗关于棒喝的种种公案 都是在各种对话的半路上 突然插进一顿棍棒或者一声大喝 就不一一罗列了 实在无聊得紧 但棒喝多了也不行 棒喝固然可以吓人一跳 但是棒无非是打 喝无非是喊 花样终究有限 当第一个人棒喝的时候 那是出乎意料 但是随着棒喝的次数增加 当棒喝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招数以后 无论再挑什么时机棒喝 也都能以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了 宋朝官员李弥迅 有一天在路上遇见原物禅师 原物朝他打招呼 李弥迅怯立生日 和上眼花做什么 物便喝 公益喝 108说白了 就是两个人本来说话说得好好的 一个人突然大喊大叫 另一个人也跟着大喊大叫 武灯慧言评论说 于是疾风讯解 凡语勿问答 当机不让 说这真是智慧的交锋啊 然而在外人看来 这两个人不过是喊来喊去 你可以说这两人正在领悟禅意 可你要说这两个人在故作姿态给别人看的呢 是神经病呢 也能成立 下面这段更有喜感 僧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师数起福子 僧便喝 师便打 又僧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师意数起福子 僧便喝 师意喝 僧你意 师便打109 一个僧人大喝 老师上来就打 又来一个僧人大喝 老师就大喝回去 这个僧人说等等 咱先聊聊吧 这边老师根本不给机会 光上来又答 你们确定不是来演喜剧片的吗 没错 棒喝的确符合禅宗的教学理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棒喝都是有效的 举棒张嘴 这比达菲所问更容易模仿 当大批笨蛋 禅师人云亦云 都学着开始棒喝的时候 棒喝就成了食人亚会的俗套 唐代禅师新话存讲 感叹当时流行的棒喝风气 说 我只闻长廊也喝 后嫁也喝 诸子辱莫芒和乱喝 110 他说你们别乱喝啊 有僧人和赵州从省聊着聊着 突然冲赵州大喝 以为这就显示自己有馋机了 赵州问那人 你三喝四喝之后怎么办呢 那僧人无话可说 周边打云 这略吸头汗 111 你这蒙式的家伙 禅宗的教学 很像是今天的时尚潮流 什么叫时尚呢 与众不同才是时尚 时尚先锋 造出一条与众不同的绿裙子 人们看到了 都说好看 然后大众立刻去模仿 很快满街都是绿裙子 到了这个时候 绿裙子本身没有变 却不再属于时尚 反而是恶俗了 傍喝也是这样 在刚出现的时候很有效 随着人人模仿 也就变成无用的形式主义了 因此傍喝还不是禅宗最后的目标 为了破除理性思维 还需要新的手段 有个禅宗故事说 一个僧人进到庙里 向佛像身上土壇 庙里僧人当然不乐意了 说你这人 怎么能往佛身上土壇呢 那僧人反问说 那你告诉我 何处没有佛 一百一十二 这话回答得无懈可击 佛性无处不在 前面天台 话言两宗已经说了 所有事物都有佛性 庙里的和尚 反倒是执着于事物的外表 境界不够了 然而这位禅僧毕竟是做出了向佛像土壇的惊人之举 虽然不违反禅宗的义理 但从传统佛教看来 已经是惊世骇俗的了 还有一个更为惊人的故事 据说女妮无助在出家前 经常住在寺庙里 有一次 道言传师要见无助 无助问他 你是要按照佛家的规矩见面呢 还是以世俗的规矩见面呢 道言说 按照佛家的规矩见面 于是无助教身边的人都出去 叫道言进来 道言一进来 竟然发现无助一丝不挂的仰卧 在床上 道言就指着原文 没说指着哪里 联系下文 不能猜想说 这这里是什么去处 无助回答 三世诸佛 六代祖师 天下老和尚 皆从此中出 道言又问 还许老僧入否 无助回答 这这里不度旅度吗 道言矮了吗 无话可说了113 在这段惊人的故事里 当道言问 还许老僧入否 的时候 已经有了些许猥亵的味道 但情色 还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 因为禅僧以细屑的口吻 或者从功能的角度 看待女性身体 正是对色相破除的过程 色及时空 如果你对女性身体根本不产生欲望 那么也就不用刻意避讳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么说也没什么问题 让我们注意的不是这个 我们注意的是另一句 无助说 三世诸佛 六代祖师 天下老和尚 皆从此中出 他说诸佛 前辈高僧 都从文中 没明说的 那个地方出来 这句话 按道理来说 除了佛 并非胎生外 其余部分都有没错 再伟大的高僧 也是从母亲的身体中 生出来的 这么说 也毫无猥亵之意 假如听者多想 反倒是听者龌龊了 但是 这么说佛 说祖师 合适吗 这句话的问题 同前面向菩萨土壇的僧人一样 他们的言辞 本身挑不出毛病 而且还是对神佛 外在色相的破除 甚至可以算是境界更高 但是 他们毕竟和我们 应该敬佛礼拜 传统观念大相径庭 对于保守一点的人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 据说 丹霞禅师有一次天冷了 用庙里的木佛像 烧活取暖 寺庙僧人 见了荒芒祖兰 丹霞说 我这是在烧舍粒子呢 那僧人说 木佛里哪来什么舍粒子 丹霞说 既然没有舍粒子 那佛像 也就不是真佛 为什么不能烧呢 再拿两尊来烧吧 这是个和前面类似的故事 会能对于传统佛经 只是委婉的批评 他的意思是 条条大路通罗马 念了也没什么关系 毕竟直接反对佛经 那就是毁谤佛法的重罪 但是 禅宗不是说 任何修行行为 都是错误的执着吗 那怎么能说念不念经都行呢 不行 不能念 灵机一旋骂那些讲经的僧人 说 有一般瞎秃子 向教城中取一度商量 成于俱义 如将使筷子口中含了雀徒与别人 执事颇耐 说念经如同吃屎了 还徒给别人 为山灵佑问养山会记 涅槃经四十卷 多少是佛说 多少是魔说 养山回答 总是魔说 一百一十四这是在干什么 说佛经是魔说 会能小心翼翼保护的 最后那层窗户纸 终于被捅破了 丹霞天然说 佛之一字 永不喜闻 一百一十五 赵州从审说 佛之一字 无不喜闻 念佛一生 要漱口三日 一百一十六 范琪禅师说 观世音菩萨 便做一条墨七柱杖子 三乘十二分教 大四使教子 一百一十七 德山宣剑说 我先祖 见处即不然 这里无祖无佛 达摩是老阁湖 释迦老字 是甘使诀 文书普贤 是丹使汉 等诀妙诀 是破之凡夫 菩提涅槃是细诀 十二分教是鬼神部 是窗有止 四果三贤 初心十地 是手骨变鬼 自救不了 一百一十八 有人问 如何是佛 云门文雁达 该使诀 一百一十九 国庆院奉说 世家是牛头狱卒 祖师是马面阿邦 一百二十零 记忆玄说 逢佛杀佛 逢祖杀祖 逢罗汉杀罗汉 逢父母杀父母 逢亲眷杀亲眷 使得解脱 不予误拘 偷偷自在 一百二十一 云门文雁 讲到 释迦牟尼降生时的场景 说老僧当时若见 一棒打杀 与狗子吃雀 却图天下太平 一百二十二用脏话 骂佛祖 骂菩萨 声称要杀人 杀菩萨 杀佛祖 这种种言论 在传统的佛教徒看来 简直骇人听闻 一一算来 这里面除了犯 毁谤佛法外 还犯了杀父母 杀阿罗汉 出佛身血 妄仪等佛教戒律 大部分都是佛教 最高等级的重罪 但是禅宗这边 有自己的道理 任何对佛性的追求 都属于执着 那对佛祖的敬仰 不也是一种追求 一种执着吗 这其中的要点是 所有学佛的人 就算对任何事 都能做到不刻意 但他不可能 对学佛这是不刻意 所有人学习佛教的目的 都是来追求佛性的 那么 我就针对他这唯一的刻意 用出其不义的语言 来让他大吃一惊 这不就能实现 禅宗的教学目标了吗 而且既然人们 对所有事物的区分 都是妄想 既然人们用语言概念 描述出来的佛并不存在 既然人们的语言 都是错误的假象 那么 我用虚假的语言 去辱骂一个 用虚假概念 描述出来的佛 这又算是什么罪呢 有道理吧 但要照这么说 那还有什么 能算是罪呢 既然一切的理性行为 都是妄想 既然人类 能认识到的一切事物 都是用错误的概念 描述出来的假象 那人不就可以 在这世界上为所欲为了吗 那佛教制定的种种戒律 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禅师真敬客文说 事实无碍 如意自在 手霸诸头 口诵境界 衬出银房 未还酒债 十字接头 解开布袋 一百二十三 只要心中有佛性 吃肉 喝酒 初入色情场所 都不算是饭界了 南宋文人张兹说 若心肠清静 离珠取住 与有差别境中 能常入无差别境 则酒四银房 便利道场 古月音声 皆谈般若 一百二十四 意思类似 说只要心中 能领悟禅意 那么初入生色场所 也没有问题 我们说过 佛教认为痛苦 造业 轮回都来自于人的欲望 所以佛教把禁欲 当作头等大事 《百玉经》有个故事 说有人想冷却蜜糖 却一边烧火 一边用扇子扇 《百玉经》用烧火 象征纵欲 用扇扇子象征修行 说明不禁欲 光修行者的愚蠢 一百二十五 然而禅师们 却公然声称 纵欲也没关系了 当然 我们可以站在禅宗的角度解释 纵欲的行为和禁欲是没有区别的 色及时空吗 你不把纵欲当作纵欲 而用平常心去对待 纵欲就和禁欲没有区别了 行 按照禅宗理论 你可以这么修行 但是因果报应怎么办呢 你纵欲还受不受相应的果报呢 据说南拳禅师遇见僧人 在争夺一只猫 南拳提起猫说 道得即就取猫耳 道不得即斩雀也 众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南拳就把猫给砍死了一百二十六 禅宗把这段故事当作一段公案记载 并没有批评南拳的行为 然而杀生是佛教重罪 按照传统佛教的观点 南拳的行为会受到恶报 阻碍他从轮回中解脱 那么南拳的行为到底是禅机庙里 还是自寻死路 因果报应的问题还可以放一边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明检测 因果报应的机器 禅师的支持者们 大可以号称 那些狂放不羁的禅师 最后都动物成佛了 我们也无法考察 行 那就先不争论了 但还有个问题 上述禅师们可以随便纵欲 那是不是意味着 所有的禅宗僧人 都可以借着禅机的名义 随便纵欲 把戒律扔在一边了 辩解者或许会说 上述那些经世骇俗的行为 只有已经领悟了 佛法的高僧大德才能去做 一般人是不能去模仿的 但问题是 根据什么来判定谁是高僧大德 谁是普通人 难道高僧大德在历史上 只能出现那么几个吗 参传的后辈就不能再成为高僧大德 拥有任意解释戒律的资格了吗 冯梦龙在《古经坛盖》中 记录了一段明朝的故事 说有个书生路过一座寺庙 见到寺庙四壁画的全是西香记 我们都知道 西香记讲的是儿女情长的故事 连林黛玉都说是银词宴曲 在那个时代是很不成体统的 于是这个书生就问庙里的和尚 庙里怎么能画这种东西呢 老和尚回答 老僧从中误缠 书生不理解 这从哪误啊 老和尚回答 从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一百二十七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是《西香记》里一句 很受人欢迎的词 说的是张生见了崔莺莺以后 情迷心窍 茶饭不思 对崔莺莺的临去秋波那一转 始终念念不忘 老和尚显这句回答 似乎是故意说 你不是认为 我不应该画爱情故事吗 我还偏偏 就从这最迷人的一幕上误得缠 从禅宗上来说 这么误没有问题 但是 这位老僧并没有留下名字 想来也不是有名的僧人 那么当定律不深的僧人 以参禅的名义 不守戒律的时候 又有什么能拦得住他们呢 这件事归根结底 还是在说恶取空的问题 八不中道 要我们破除所有的理性概念 认为一切基于理性的概念 都是错的 从这个观点上看 寺庙中的佛像 并不是佛的真实形象 只是为了无名的信 众能感受佛性 而幻化出来的幻象 佛经只是佛祖 为了教会众生的方便说法 只是大众领悟佛性的工具 而不是真理本身 佛经本身的文字 也都是幻象 最后也都应该破除 以上种种结论 我们都能接受 反正佛性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不用破除 在肯定佛性的前提下 我们去破除佛像 佛经 出家 礼拜 坐禅 这些都可以接受 但戒律怎么办 因果报应怎么办 戒律也是由文字组成的 也是用理性来表示的 那戒律还该不该守 忤逆中最终有杀父母罪 那父母和儿女之间的 亲情关系 算不算理性的产物 假如破除了时间概念 父母和儿女之间 没有时间先后关系 又拿来生养和被生养的关系 在大成忤逆罪中 还有破坏佛教寺庙 佛像 不信经文 杀害出家人 或者妨碍出家人修行等罪 但要按禅宗说的 说一切修行行为 都是成佛的阻碍 都应该破除 那何来寺庙 佛像 经文和出家一说 又为什么不能破坏他们 大成忤逆罪中 还有不信因果一罪 可要是认为 上述种种罪都不成立 可以随意违反 那不就等于不信因果了吗 马祖道义说 自信本来具足 但于善恶事尚不至 128说佛性超越了善恶 这当然是对的 善和恶本来就属于理性概念 禅宗中更有 今日使之佛性不念善恶 129这样的话 直接否认善和恶 这也没错 可是 这不就意味着人的一切行为 都不算是恶行了吗 大宝基经理记录了一则故事 说有500位菩萨 已经挣到了一定的果位 拥有了五神通 所谓神通 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超能力 其中有一种神通 可以看到前世的种种因果 这些菩萨因为有了神通 所以看到了自己 前世造下的种种恶业 有的杀过父母僧人 有的破坏过寺庙 这些业在佛教里 都是极大的重罪 属于异产题了 这些菩萨因为看到自己 前世造过的恶业这么重 所以心里非常害怕 佛陀看到这种情况 就暗自让文书菩萨杀自己 文书菩萨当着500菩萨的面 要举荐杀佛陀 佛陀对文书菩萨说 你住手呀 不要害我呀 然后借这个机会对众菩萨说法 世中无我 无人无众生无寿命 无丈夫 无魔奴都 无魔纳婆 无父无母 无阿罗汉 无佛无法无僧 无有识逆 无作逆者 其有堕逆 一切罪的行为 承受者 失与者都是虚幻的 那么罪本身不也是虚幻的吗 500菩萨听了这番道理 非常欢喜 不再畏惧自己的罪了 130 这段故事虽然说一切罪 都是虚幻的 不过当事人都是已经得了神通的菩萨 不是普通人 或许对于正道一定果位的菩萨来说 罪的确是虚幻的 这道也说得通 那么 再看这个故事 我们前面说英国报应的时候 曾经介绍过大班涅槃经里的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国王 因为杀了自己的父亲得到的王位 生怕死后下地狱 非常苦恼 佛对国王说 你杀你父王是因为你父王之前造恶业所受的恶报 他应该受报 所以你杀他不算造恶业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说法应该不成立 否则的话 所有的伤害人的恶业 都不会受恶报了 在这个故事里 佛还劝解国王说 你所谓父王的概念 其实只是妄想的结果 所谓父 不过是众多色相中的一种 众多色相是空的 所以谋杀罪也是空的 所以谋杀不用受恶报 131 这道理说得通 可这不就意味着因果报应不存在了吗 谈经理说 一念恶 报却千年善心 一念善 报却千年恶灭 132因为破除了时空的概念 所以禅宗认为 千年的业 都可以在一念之间报尽 也因此才说今生 就能顿悟成佛 这符合禅宗的哲学观 但因果报应的意义 也就被降到极小了 更重要的是 假如说寺庙 佛像 佛经 出家修行 以及种种戒律都应该被破除 那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团体 不也没法存在了吗 这叫不叫恶取空的 我们或许可以找个折中的说法 佛经 佛像 出家这种种佛教仪式 都是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说 虽然本质是虚幻的 但不等于不存在 对于会跟浅的人来说 他们是有意义的 是存在的 是应该被尊敬膜拜的 对于会根深的人来说 他们是可以破除的 假如修行者心中有佛性 能够把佛像看成是腐朽的木头 那朝佛像土坛也是可以的 骂佛也是可以的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外在的表现不重要 你觉得自己是在亲近佛性就可以了 那么戒律是什么呢 戒律只是人的理性的产物 本身是不存在的 但佛性是存在的 也应该被肯定 戒律的目的 就是让人们保持对佛性的肯定 禁止人们对佛性的怀疑 当普通人认为佛经 佛像就是佛性的代表的时候 毁谤佛法等戒律是有效的 当禅师认为佛像佛经 不再是佛性的代表 甚至是修行的阻碍的时候 毁谤佛法等戒律 对它就不适用了 但要注意 每个人对佛性的领悟程度 并不相同 我们承认禅师对佛性的领悟 比别人更近一步 但这不意味着 其他人就必须立刻和禅师 达到同样的境界 禅师要记得 还有许多人的慧根 很浅 对于这些人来说 佛像佛经是有意义的 虽然传师 对佛像佛经的破除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硬要 慧根浅的人 去接受你的看法 在慧根浅的人面前 否定佛像佛经 这并不是在帮助他 快速接近佛性 而是在拔苗助长 是在破坏他的修行 用个比喻说 对于传统佛教来说 佛性是彼岸的天堂 佛像佛经乃至于整个佛教 都是通往彼岸的桥梁 禅师发现 这世界并不存在空间概念 天堂其实不在彼岸 就在脚下 因此在他们看来 眼前华丽复杂的桥梁 其实是误导人绕远的歪路 顺着走 只会浪费时间 于是他们喝祖骂佛 一脚踹开了桥梁脚步里的 就到达了天堂 但是会跟浅的俗人 意识不到天堂就在脚下 他们只看到了桥梁 这个时候如果禅师多把授 帮忙把俗人的桥梁也给踹了 那么俗人面前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仅没有天堂 连桥梁都没有了 用直白的话说 如果普通人没经过我们前 问对时空概念的种种讨论 思考一上来就认为佛像都是虚幻的 可以任意辱骂否定 那他非但无法领悟佛性 反倒连传统的奔办法也给放弃了 就和佛教完全无缘了 寺庙里的佛像 公开场合对佛经的承认 这些宗教事物 不是只用来影响禅师一个人的 而是用来影响普罗大众的 所以禅师虽然在内心 可以对佛像和佛经否认 但是不能去破坏寺庙里的佛像 或者在会跟前的人面前否认佛经 这虽然没破坏禅师自己对佛性的理解 但是破坏了大众对佛经的修行 所以这还是在破坏三宝 还是在毁谤佛法 还是触犯了戒律 这样禅宗的癫狂行为 就可以和佛教的传统戒律统一了 这么说来 狂禅就好像是一个高级会跟俱乐部 只有自认为修行达到了足够境界的禅宗精英才能参加 在这个小俱乐部里 一切骂佛 触犯戒律的癫狂行为都可以发生 但是这些行为只能局限在这一小圈人里 不能公开行动 公开宣扬 否则仍旧是在触犯戒律 而一般人也不要轻易学习禅宗喝祖骂佛的行为 对佛性的领悟不够就硬要模仿 那无助于自己的学习也是在触犯戒律 7.但是以上的折中方案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喝祖骂佛的狂禅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小圈子内 我们今天也不乏遇到一些对禅宗意志半解的人 模仿狂禅说些放佛的狂话 让传统僧人听了直摇头 更大的问题是 戒律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 而禅宗中什么人有足够的佛性可以喝祖骂佛 这种资质的鉴定是属于个人的 一个禅师大可以说自己已经达到了至高的境界 随意违反佛教戒律 而对所有的质疑都一笑置之 他个人可能会因为这种自以为是而远离佛性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作为社会团体的佛教 假如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判定自己可不可以违反戒律 那戒律还怎么存在 这事先放到一边 还有一件对禅宗更重要的事 我们前面讲达菲所问 讲报喝教学 讲喝祖骂佛 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对白和故事可讲 是因为禅宗僧人们把前辈的所说所作都用笔纸记了下来 前面说过这类故事叫做公案 这些故事都不把真正的含义直说出来 后来那些阅读禅宗故事的人们要像研究案件一样 围着某个故事去讨论研究 去参攻案 要研究就会有心得 会有人把这些心得记下来 这就好像玄学家们研究老庄哲学一样 把自己的理论思想都写在了对原文的注解里 在参攻案的书中 学习者们先写上一段历史上有名的公案 然后在后面洋洋洒洒地写上自己对这段公案的理解 在禅宗中 这种研究方法叫做公案禅 或者叫文字禅 显然 这是一个很常规的研究方法 我们这本书就是这么写的 但问题是 禅宗不是说要破除理性吗 公案是对理性的破除 但对公案的解读 不用是理性的文字了吗 禅师们的一片苦心 不是都白费了吗 因而文字禅发展到后来 有些禅宗研究者 主张不用理性的文字注解 而是改写诵 就是写诗 比如前面引上一段公案 后面就写上一首诗 用来表达自己对公案的理解 问题是 解读公案的意思本来是说 公案没有直说禅理 学习者对于很多公案 可能觉得莫名其妙 无从下手 这才需要有人去解读 你用一首非理性的诗 去解释一段非理性的公案 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 更重要的是 你的诗歌也是非理性的 那后人怎么知道 你的解释是对还是错呢 假如后人被你的诗误导出错误的理解 又怎么办呢 在众多的诵中 后人又该如何分辨哪一个 更接近禅师的原意 哪一个是误入歧途呢 禅师说 大凡诵古 只是绕路说禅 133那绕来绕去 将会绕到哪里去呢 在刚讲禅宗的时候 我们说过 禅宗反对包括佛经在内的 一切外在的修行方式 但是古代的技术条件有限 无论是禅师用来 据吃理性的达非所问的对话 还是用来据吃语言的棒喝 这些内容如果想保留下来 如果想为后人所知 唯一的办法是写成文字 写成公案 但这么一来 禅宗义里 要么又变成了理性的文字 要么就变成同样费解的抽象诗歌 都不利于后人理解禅宗真意 而且文字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禅宗公案的目的 就是制造意外 超过学习者的一切预期 从这个角度上说 禅宗公案一旦被记录下来 就失去意义了 云门文眼见人记录他的话 就骂 如口不用 反计无语 一时败犯我去 134黄龙死心说 莫只管册子上念言念语 讨禅讨道 禅道不在册子上 纵饶念的一大藏教 诸子百家 也只是闲言语 临死之时 总用不住 135他们都是反对文字记录 基于对文字的反对 禅宗又出现了两种新的修习方法 一种叫做看话禅 看话禅反对用文字去解释公案 他们主张对着前辈的公案 就用两个眼睛直接瞪 使劲想 经过一些思考步骤 追求破除一切理性思维后的精神状态 比看话禅更进一步的是莫照禅 既然一切的语言和文字都是理性的表现 都是人和佛性之间的障碍 那么人就应该什么话也不说 什么字也不写 莫照禅主张人就应该打坐 倡导者红志正觉 昼夜不眠 与众微坐 就这么整天干坐禅 观想自己的内心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做 所谓默默妄言 朝朝现前 闭口不远 抛弃了所有理性思维 就可以误到佛性了 从理论上 莫照禅或许是最接近禅宗原意的宗派 但问题是 当拒绝了一切理性表达 拒绝了一切语言和文字以后 禅宗又该如何流传下来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莫照禅 种种主张 不还是依赖于文字记录吗 静清道夫复问雪峰一存 只如不立文字以记 诗如何传 雪峰沉没了半天 无话可达136 这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老庄玄学的遭遇 当一个学派走到了一句话都不可说 一说就是错的时候 这个学派也就等于自我消亡了 现在回顾一开始讲的老庄玄学 会感到中国思想史画了一个巨大的圆 当年中国人因为老庄缺乏逻辑 而用佛学代替了玄学 但是佛学在中国发展了一大圈之后 竟然又回到了老庄的境地 这回是用佛性代替了道 用空代替了无 但主张的还是绝学无忧 还是大道无言 禅宗也就和老庄玄学一样 在巨翅语言的同时无法再发展下去了 禅宗接下来的困境 也和老庄玄学一样 因为反对文字 后人就完全失去了 对禅义理解政务的参考标准 人们对禅宗的解释 也就各说各话 乱作一团了 在外人看来 那些禅宗公案里 禅师们不过是 说过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 棒打了几下 喝了几下 就说对方误了 就传为佳话了 这场面做起来可着实容易 很难不诱惑后 人也故意说几句怪话 装目作样地拍手说误了 误了 以图虚名 我们前面说过 棒喝流行的时候 禅门就前朗也喝 后架里也喝 一片模仿 以至于赵州大马 致力吸头汗 还有个故事 说法处 处禅师有一天 手持一枝花 绕禅床一圈 背着手把花叉在了香炉上 问薛密度禅师说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薛密度想不出来 过了几天 薛密度问法处 你自己说说 那天到底是什么意思 法处说 我就是把花叉 在香炉上而已 是你自己多疑 那还有什么别的含义啊 一百三十七 禅师自己 都对漫无边际的领悟方式 感到不满 就更不用说外人们了 在外人们看来 禅宗法师 可以不念佛经 不守戒律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人人都能自称悟道 这一切太可疑了 热衷于佛教 以居士身份 修行过的雍正皇帝 对禅宗的混乱情况 就非常不满 他批评一些禅师 甚至名利熏心 造大妄语 动称悟道 喝佛骂祖 不中戒律 彼此相欺 卖福卖医 同于示警 将佛祖知会命 做事地之人情 虽却有佛祖儿孙之名 并无人天师范之实 禅宗的传授和学习 缺乏固定的标准 所以雍正批评说 时以盲转 低以盲寿 正所谓 一盲引重盲 相牵入活坑 说禅宗 就是在胡搞 据说雍正的国师去世 有人推举天会实册继任 雍正见到天会实册后 问 你得到国师的真传了吗 天会实册 按照禅宗的思维 所达非问地说 我有赖历头在 没想到 见多识广的雍正皇帝 嘿嘿一笑 拔出剑来说 那我把你的赖历头 砍下来怎么样 这下把天会实册 问傻了 君无戏言呀 皇帝要说砍 拿的就没了 吓得天会当场 达不上来 雍正说 我献你七天时间 要是回答不上来 就砍你的赖历头 后来 把天会实册 逼到满屋子乱跑 这件事才算完 世俗对禅宗的看法 大致如此 禅宗不仅走进了 老庄玄学说 无可说的境地 让自身无法再发展 而且狂禅比老庄 更进一步 直接和世俗礼教对抗 这么看来 禅宗的自我消亡 是必然的了 然而今天中国的僧人 一多半都是修行禅宗 禅宗不仅保存下来了 而且生命力超过了 我们前面说过的所有各宗 成为今天中国佛教界 最流行的学派之一 这是为什么呢 注释 一 这两首句子取慧心本坛 经 明藏本为 神秀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服事 物时惹尘埃 慧能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敦煌本为 神秀 神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服事 末时有尘埃 慧能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无台 佛性常清静 何处有尘埃 慧能又作一剂子 心是菩提树 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静 何处染尘埃 二 李显 赵曹熙会 能入金玉礼 朕请安 秀二师 宫中公养 万机之侠 美就一成 二师并推让云 南方有会能禅师 密受忍大师依法 可就笔问 谭今也收录此文 赞宁 宋高僧 传神秀传 初 秀同学 能禅师 与之德行 相列 忽得发扬 无私于道也 长奏天后 请追能复都 能侃而顾辞 秀幼自作 耻独续 必争之 终不能请 宋高僧 传惠能传 武太后 孝和皇帝 前将喜书 赵复金雀 戴神秀 禅师之奏局也 三 朵兆光 禅宗 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一版 第二十页 四 陈寅克先生 在 禅宗六祖传法 节之分析中 对着两首 祭子批评得很厉害 认为 祭子犯了 比喻不当 意义不完备 等低级错误 此代习用 前人之旧文 集合为一节 而作者 艺术未经 空书不学 遂令传心之语 成为半通之文 此文也有 很多反对意见 如田光烈先生的 禅宗六祖德法 节之我见 五 佛经有用 课程代表修行阻碍 凡尘色相的传统 如揪摩罗神义 为摩集 经问极品 菩萨断除课程烦恼 而起大悲 六 敦煌本谈经 起心看镜 却生静望 静无形象 确立镜像 七 谈经剥弱品 八 谈经决一品 九 谈经副主品 十 师道远 景德传登陆 卷二八 十一 师道远 景德传登陆 卷六 出至江西参马祖 祖问曰 从何处来 曰 越州大云寺来 祖曰 来此你需何事 曰 来求佛法 祖曰 自家宝藏不顾 抛家散走 做什么 我这里一物也无 求什么佛法 师岁礼拜问曰 阿那个是 慧海自家宝藏 祖曰 即经问我者 是如宝藏 一切记足 更无欠少 使用自在 何甲向外求密 师于言下 自识本心 不由知觉 十二 谈经决一品 十三 至功禅师 十四科颂 十四 敦煌本谈经 十五 谈经护法品 十六 谈经遁鉴品 十七 谈经遁鉴品 十八 世道园 景德传登陆卷武 开园中 有沙门道医 吉玛祖大师也 著传法院 常日坐禅 师至是法器 网问曰 大德坐禅 图神吗 一曰 图坐佛 师乃取一专 于彼岸前时尚磨 一曰 磨砖坐梦 师曰 磨坐静 一曰 磨砖起得成静夜 师曰 磨砖记不成静 坐禅起得成佛夜 一曰 如何即逝 师曰 如牛驾车 车不行打车 即使打牛即逝 一无对 师又曰 如为学坐禅 为学坐佛 若学坐禅 禅非坐卧 若学做佛 佛非定相 余无助法 不应取舍 辱若做佛 即是杀佛 若执坐相 非达其理 一闻事会 如隐提湖 十九 师道远 景德传登陆 建二八 二十 师道远 景德传登陆 建二九 二十一 则藏主 古尊素 语录 见十四 师从殿上过 见一僧礼拜 师打一棒 云 礼拜也是好事 师云 好事不如无 二十二 谈经积言品 二十三 谈经剥弱品 一切修多罗籍 诸文字 大小二成 十二不经 皆因人智 因智慧性 方能建立 若无是人 一切万法本自不有 故知万法本自人心 一切经书因人说有 二十四 谈经剥弱品 三世诸佛 十二不经 在人性中本自具有 不能自悟 需求善知识 只是方见 若自悟者 不假外求 若一向只为 需他善知识旺的解脱者 无有是处 何以故 自心内有知识自悟 若起闲迷 妄念颠倒 万善知识 虽有教授 救不可得 若起正真剥弱观照 依刹那间 妄念俱灭 若实自信 一物极致佛地 二十五 谈经剥弱品 二十六 世普记 五灯会原件十六 二十七 世普记 五灯会原件三 二十八 世在宁 宋高僧传 为山一日 照对茫然 将诸方 与要一时微尽 曰 画柄福可冲击也 二十九 责葬主 古尊素 语录卷三 三十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卷九 三十一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卷十六 三十二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卷二十八 得意者 悦于福言 物理者 超于文字 法过语言文字 何向数据中求 是以发菩提者 得意而妄言 物理而宜教 亦由得于妄权 得托妄地也 三十三 世普记 五灯会原卷十 三十四 敦皇本谈经 三十五 谈经决一品 三十六 谈经剥弱品 三十七 敦皇本谈经 三十八 谈经剥弱品 三十九 嘎斯纳 百玉经 一 与王女药 令族长大欲 四十 嘎斯纳 百玉经 一 与王女药 令族长大欲 四十一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卷九 诗集 造语百丈 礼儿问曰 学人欲求实佛 何者即是 百丈曰 大四其牛密牛 诗曰 时候如何 百丈曰 如人其牛至家 诗曰 未神使 终如何保认 百丈曰 如牧牛人 执杖是之 不令犯人苗价 诗字资灵旨 更不持求 四十二 责葬主 古尊素 语录卷三 四十三 静 云禅师 祖堂籍卷二 又问 为愿和尚 教谋甲解脱法门 诗云 谁人妇辱 对曰 无人妇 诗云 既无人妇辱 即是解脱 何须更求解脱 道心言下大悟 世道员 景德传登陆 卷十四有个 类似的故事 僧问 如何是解脱 诗曰 谁妇辱 问 如何是净土 诗曰 谁够辱 问 如何是涅槃 诗曰 谁将生死于辱 四十四 静 云禅师祖堂籍卷四 因于敌相公问子裕 佛法治理如何 欲照相公明 相公应惹 欲曰 更莫别求 四十五 世道员 景德传登陆卷六 僧问 和尚为什么说及心及佛 诗云为止小儿体 僧云 体旨是如何 诗云 非心非佛 四十六 世道员 景德传登陆卷七 四十七 世道员 景德传登陆卷七 大忌闻师祝山 乃令一僧道问云 和尚见马师 得个神茂 便祝此山 诗云 马师向我道 及心是佛 我便向这里祝 僧云 马师近日佛法又别 诗云 琢磨生别 僧云 近日又道非心非佛 诗云 这老汉祸乱人 未有了日 任辱非心非佛 我只管及心及佛 其僧回几次马祖 祖云 大众 梅子属也 四十八 世普纪五灯会员卷十七 四十九 责赞主 古尊素 语录 卷十三 五十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卷六 五十一 责赞主 古尊素 语录 卷四 五十二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卷十 五十三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卷十四 一日问曰 某字到来 不蒙 只是新药 物曰 自辱到来 无味尝 不只是辱新药 师曰 何处只是 物曰 辱情查来 无为辱皆 辱行时来 无为辱寿 辱和难时 无便低手 何处不只是新药 师低头两久 物曰 见则直下便见 你思极差 师当下开解 乃父问 如何保认 物曰 任性逍遥 随缘放矿 但尽烦心 无别圣解 五十四 世道元 景德传登录卷六 五十五 世普记 五灯会员卷 十二 明具问 如何是佛法大义 师曰 无云生领上 有月落波心 明瞻目喝曰 头白齿荷 犹坐这个见解 如何脱 脱离生死 师悚然 求指示 明曰 辱问我 师礼前已问之 明镇声曰 无云生领上 有月落波心 师于言下大悟 五十六 景 云禅师 祖堂吉 见十八 五十七 世普记 武灯会员 见四 五十八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十三 五十九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十 六十 世普记 武灯会员 见十六 六十一 责葬主古尊塑 语录 见十四 六十二 世普记 武灯会员 见十九 六十三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三 六十四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五 六十五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十七 六十六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 六十七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一 六十八 静 云传师 祖堂级 见十三 六十九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三 七十 责葬主 古尊塑 语录 见十五 七十一 世普记 武灯会员 见十五 七十二 世普记 武灯会员 见十九 七十三 世普记 武灯会员 见十六 七十四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十九 七十五 世普记 武灯会员 见十五 七十六 责赠主 古尊塑 语录 见十五 七十七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一 七十八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一 七十九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三 八十 世居顶 续传登录 见二十 八十一 会宏厥决犯 禅林僧宝 传见十 八十二 世普记 武灯会员 见十五 八十三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二十三 八十四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五 八十五 责任 八十一 世普记 五 灯会员 见十六 八十七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见十八 八十八 为代主 明觉 禅师 与 录 卸一 八十九 世道元 景德 传登录 减二十一 九十 增造 泪 说 卸一 二十 九十一 世居顶 续传登 录 卸十二 九十二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十一 意为旅时未去 马时到来 93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十二 94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二十 95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二十四 96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二十 97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二十五 98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十二 99 师祖庆仲 念八方诸玉吉 100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二十二 101 师道远景德传登录卷二十 102 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学者认为 像本书这样 把禅宗公案统一归纳为 达非所问等类型的做法 过于简单机械 应该联系常问答的具体语境 对不同的公案加以区别对待 比如 周玉凯先生 在禅宗语言研究入门中说 在不少关于公案语言解读的论著中 却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简单化的处理方法 这就是用神秘的直觉主义为特征的非理性思维方式 违背逻辑思维和生活常识的语言这样的大判断来取代具体语境中的语言分析 一川贤次批评袁兵 禅宗著作词语 会是书中滥用 禅机玄妙 顿武 喝佛骂祖 禅旨 禅机等套语 以及语录中席剑的反义问答 语录中常见的一种 排斥式矛盾 机语等套话 认为这些研究都舍弃了谈禅师个人心中的问题 与当时思想时的课题 只看到表面形式 是类型化的无异常识 这种简单化解读的情况 在周玉凯的禅宗语言 张美兰的禅宗语言概论以及葛照光的语言与意义中 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比如 在谈及禅宗的活剧 无异语 格外谈之时 周氏虽有独特的洞见 但过于强调禅宗古怪离奇 不着边际的答话目的 是为了昭示语言的虚妄性质 过分强调公暗语言的非理性的一面 而事实上 这些无异语在各自的语境中功能并不相同 它们是由唐志宋各宗派祖师 按自己的禅室剑做出的不同回答 按照日本学者的细致阅读 不同的公暗牵涉不同的思想史课题 其中大有理路可循 也就是说 公暗的语言能够在禅思想脉络的上下文中 确定其意义 所谓无异语的说法 恐怕不能概括大多数公暗语言的性质 它无命说是宋以后禅宗强调的语言策略 这段文字批评的就是本书的写法 但我认为针对本书的题材 结构 采用微型化解读禅宗公案是恰当的 能较准确地说清我个人对禅宗公案的理解 103 取乳记指月露卷酒 诗入园取菜刺 乃花园香味鹊一株 与众约 折不得冻住这个 众不敢冻 少请师傅来 剑菜犹在便以棒趁众僧约 这一对汉 无一个有智慧底 104 得昭光禅宗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第175页 105 则葬主古尊肃语录卷舞 106 诗普记五灯会员卷酒 11日在法堂上座 剑一僧从外来 便问训了 向东边插手力 以目视诗 诗乃垂下左足 僧却过西边插手力 诗垂下右足 僧向中间插手力 诗收双足 僧礼拜 诗云老僧自助此 未曾打着一人 拈主杖便打 僧便腾空而去 诗作刺 仰山入来 诗衣两手相交试之 仰作女人拜 诗曰 如是 如是 为山一日见诗来 即一两手相交过 勾拨三下 却术一指 诗云以两手相交过 勾拨三下 却向胸前养一手 复一手 以目瞻式 为山修去 107 诗普记五灯会员卷7 108 诗普记五灯会员卷19 109 诗普记五灯会员卷11 110 诗道员景德传灯路卷12 111 原物客秦碧言路卷1 112 诗道员景德传灯路卷17 有一行者随法师入佛殿 行者向佛而拓 法师曰 行者少去救 可以拓佛 行者曰 将无佛处来于谋甲拓 无对 113西首少坛 五家正宗赞 会议令相见 诗不惑以 通报 诗曰 首作 作佛法相见 试法相见 作云 佛法相见 诗云 窃去左右请诗入 诗至帐前 见诸寸丝不挂 仰卧于床 诗指曰 这里是什么去处 诗曰 三世诸佛 六代祖师 天下老和尚 皆从此中出 诗曰 还许老僧入否 诗曰 哲理不度驴度吗 十五语 114 世普记五灯会员卷九 诗问养山 逆盘经四十卷 多少是佛说 多少是魔说 养曰 总是魔说 115 世道员景德传灯路卷十四 116 赵州禅师语录 117 储师范奇禅师语录 118 世普记五灯会员卷七 119 则藏主古尊宿 语录 卷四十七 120 世道员景德传灯路卷十一 121 则藏主古尊宿 语录卷四 122 则藏主古尊宿 语录 卷四十 123 世小营 罗虎野路卷一 124 之龟子 皆是传 鉴三十一 125 嘎斯纳 白玉京 主黑石密疆域 126 世道员景德传灯路卷八 世音东西两堂 各征猫耳 十一之白中约 道得即就取猫耳 道不得即斩雀也 中无对 十便斩之 赵州自外归 施取前已是之 赵州乃脱绿安头上而出 诗曰 辱师来若在 急救的猫耳也 127 冯梦龙在古今盘盖挑达部 秋穹山过疑似 见四地句话西乡 曰 空门安得有此 僧曰 老僧从此物禅 秋问 何处物 答曰 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128 则藏主古尊宿 语录卷一 129 曹西大事别传 130 菩提流致意 大宝基金 神通证说评 二世会中有五百菩萨 你的四禅 成就五通 人世菩萨一禅做起 虽未得法 忍一不诽谤 十诸菩萨宿命通故 自现往昔所行恶业 或杀父 杀母杀阿罗汉 或毁佛寺 破塔坏僧 彼等名剑如是余业 身生幽悔常不离心 于顺身法 不能正乳 我心分别比罪未忘 事故不能获身法忍 而是世尊为 欲除别五百菩萨 分别心故 即以微神 觉悟文殊师利 文殊师利成佛 神利从座而起 整理依附 偏袒幼薄 守直利剑 直去世尊 欲行逆害时 佛聚告文殊师利言 辱助辱助 不应造你 误得害我 我必被害 为善被害 何以故 文殊师利从本以来 无我无人无有丈夫 但是内心见有我人 内心起实 彼于害我 极名为害 师诸菩萨闻佛说以 闲作事念 一切诸法昔如幻化 世中无我 无人无众生 无寿命 无丈夫 无魔奴都 无魔纳婆 无父无母 无阿罗汉 无佛无法无僧 无有识逆 无作逆者 其有多逆 所以者何 世尊俱告 且住且住 文殊师利辱 无害我 若必害者 应当善害 所以者何 世中 若有意法和和极具 决定成就 得名为佛名法名僧 名父名母名阿罗汉 定可取者 则不应尽 然而今此一切诸法 无体无实 非有非真 虚妄颠倒 空如幻化 世故于衷 无人得罪 无罪可得 谁为杀者 而得受殃 比诸菩萨 如是观察明了之矣 时时获得无生法忍 欢喜永悦 身生虚空高 七多罗数 世普济 五灯会员 健一 世尊因灵山会上 五百比丘得四禅定 俱武神通 未得法忍 以宿命至通 哥哥自陷过去杀父害母 即诸重罪 于自心内阁个怀疑 于慎身法 不能证入 于是文书成佛神力 遂手握利剑 持逼如来 世尊乃为文书曰 助 助 不应作逆 误得害无 无必被害 为善被害 文书失利 而从本以来 无有我人 但亦内心 见有我人 内心启实 我必被害 吉明为害 于是五百比丘 自物本心 如梦如患 于梦幻中 无有我人 乃至能生所生父母 于是五百比丘 同赞叹曰曰 文书大志士 深达法原底 自首握利剑 持逼如来身 如见佛一耳 一相无有二 无相无所生 是中云和沙 一百三十一 谈无称义 大般涅槃经 见二十 凡夫众生 于是色应忘生父想 色相如是 云和可杀 若色父 可杀 可害 或罪报者 于酒应非 若酒非者 则应无罪 如是一色 或可杀 或不可杀 有杀不杀 色则不定 若色不定 杀意不定 杀不定故 报意不定 云和说 言定入地狱 一百三十二 敦煌本坛经 一百三十三 原物客秦碧言录 一百三十四 惠弘绝犯 禅林僧宝传 一百三十五 世诸弘禅官侧静 一百三十六 静 云传师 祖唐吉卷时 一时 向孔秋鞠躬 一 我们回到唐朝 回顾一下唐朝的历史 那个被武则天命令 建造大佛的僧人怀义 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情夫 他是为了方便 出入宫廷和女皇约会 揣家为僧的 因为这层特殊的身份 怀义自然受到了武则天 他还一度以将军的身份 带兵远征匈奴 可以说全是熏天 但政治利益远比男女感情 更重要 武则天认为怀疑失去了实用价值 命人把他杀掉了 政治家们考虑的都是一己私利 翻脸比翻书还困 必须依国主才能立法式的中国佛教 也就在政治的殷勤变化中 无力地屈从着命运 武则天临终的时候 李诗家族发动政变 夺回了权力 武则天心佛义道 继任的李诗皇族 自然要重新兴道义佛 武则天心佛义佛 他的孙子 唐玄宗李隆基 则颁布了 禁断腰额等翅 意味深长地说 有些人白衣长发 称解禅官 妄说哉详 或别做小经 乍云佛说 或折叙弟子 好为和尚 说有些人 应该一律尽致 李隆基本人很亲近道教 他和他的爷爷唐高宗 都把老子封为皇帝 从此 老子的寺庙 也就被称为某某宫 李隆基又把道学 列入了科举考试的范围 利用政治权力 扶植道教 安始之乱爆发 君一度攻占了帝国首都 唐帝国 激进灭亡 君军纪极差 战火 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对寺院经济 也造成了很大打击 唐帝国 原本是个 极为开放的国家 自古皆贵中华 建一敌 镇独爱之如一 他宣扬各族平等 一代中国传统的 大汉族主义 但开放 必须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 人越弱小 就越小家字器 民族越弱 民族情绪就越强 汉军首领安禄山市胡人 这场战争彻底打击了汉民族的自信 安史之乱后 汉人日益自卑敏感 也受到了民族情绪的牵连 安史之乱平定五十多年后 韩玉写了著名的建英佛古表 对佛教大肆 在另一篇文章《原道》中 韩玉言词更为激烈 他要求对佛道二教 人其人 火其书 寺庙充为民用 这是主张用暴力剿灭宗教 又过了二十多年 唐帝国发生了著名的 会昌法南 强令僧人还俗 会昌法南的动机和宇文雍灭佛类似 都是因为佛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过大一 也和李延本人喜欢道教有关 李延为了亲近仙人 修建了一座高近五十米的仙台 因为需要用土堆挖土后留下了一个深坑 一位当时在唐朝求法的日本僧人 记下了一段恐怖的传闻 传说皇帝觉得那深坑令人恐惧不安 于是想假借举办法师的机会 把附近僧尼又骗来 看下他们的头来 二 排佛运动关闭了大批寺庙 僧人们没有了可以依赖的经济组织 我们前面说过的中观 为时 天台 都有极为复杂的理论 只有受过多年教育的知识分子 在良好的环境下才有条件慢慢沿袭 随着四宴经济被大规模破坏 僧人们失去了研读复杂佛理的环境 甚至一些珍贵的佛经在排佛运动 只有禅宗受到的损失最少 禅宗不依赖于佛经 不需要学习者受过高等教育 传习的过程简单 更重要的是 印度僧团禁止僧人参加劳动三 但有的禅师认为 日常生活就等于修行 这禅师百战淮海 制定了著名的百战清规 其中规定僧人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把劳动当作僧人 在这样的规定下 寺庙影响社会经济 这个朝廷灭佛的最大动机 就不成立了 而且禅宗可以脱离施主 因此在排佛运动中 受到的经济损失最小 因为这些原因 禅宗成为会昌法男之后 中国佛教界影响禅宗的流行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季献林先生对佛教颇有微词 在谈论佛教发展的时候 他经常会用 在他看来 佛教的发展史 可以用一言必知 天国入场券 越卖越便宜 他说 天国入门 即慈恩宗的入门券 卖得贵了一点 所以买的人就少 他以后的华颜宗和禅宗 就便宜得多 华颜宗 进入佛国 不必努力苦修 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 只要在眼前 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 立刻就可以 禅宗的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 也是最简便便宜的 禅宗流行的时间特别长 地域特别 这个规律 挺符合佛教发展史的 大乘代替小乘 小乘必须出家才能修行 但是大乘 要受的戒律 比小乘的更宽松一些 小乘只能修成阿罗汉 大乘则讲人人 除为十一产题外都可以 慈恩宗的快速没落 是因为它太复杂 学着太累了 天台讲一念之间 就能包括三千世界 一念就比慈恩宗更兴盛 函宗讲不用修行 立刻就能成佛 自然又更容易了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 也有这个规律 喜欢佛教的朋友 或许会觉得 这个观点是种冒犯 未免阶级史观的味道 太似乎是在说 宗教就是 麻痹劳动人民的麻醉剂 麻醉效果越好的宗教 就越容易流行 我也认为 阶级史观用在宗教上 是有问题的 佛教追求的是彼岸的世界 现实世界的财富地位 对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说 毫无留恋的价值 自然也不会在乎什么 积极利益 更何况 毁谤佛法是重罪 真正的佛教徒 当然不会冒着下地狱的危险 只为了取悦百姓 而故意歪曲佛经 降低修行的难度 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但是 天国入场劝的说法 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为什么呢 大乘佛教主张教徒 不仅要救自己 还要普度众生 所以大乘僧人 大都努力向大众传法 玄奘就是走了一路 说了一路的法 有趣的是传教的场面 我们印象里 似乎应该是很严肃的 有个高僧 信众在底下安安静静地听 其实不是 宋人前意在描述前朝长安时 说 长安戏场 永寿 寺前面说过 玄奘在中国创立的宗派 叫做慈恩宗 这个名字来自于 玄奘常年主持的寺 前面的慈恩指的就是 大慈恩寺 后面的几个名字 也是当时长安的寺院 这段话是说 长安城的寺院 是当时戏曲演出 最集中的地方 这可不是说 戏曲演出只在庙外 而是寺庙本身 就是戏曲演出的场地 唐朝皇宫里的皇家演员 就经常到寺庙中表演佛教歌舞舞 连皇室公主都偷偷去赐恩寺看过戏六 寺庙不只是提供表演场所 还有自己的舞蹈队伍 自己组织演出 北周的寺庙就常年养着乐队妻 随时让寺里的仆役学习歌舞 在节日的时候公开表演吧 而且在古代 唱戏可不仅仅是文艺演出 还有各种艺人 商贩 戏场其实是古代最热闹的商业和娱乐场所 也就是说 长安时的寺庙 就像北京的王府井 上海的徐家会 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街 这不是有人在故意破坏佛门清静 这是佛门 在今天中国北方的很多地方 包括北京都保持着大庙会的传统 庙会相当于民间的大型集体娱乐 里面有大量的文艺表演 也有小吃和小商品出售 庙会庙会 里面有一个庙字 庙会来源于 是因为古代寺庙在宗教节日期间 经常公开举行一些盛大的宗教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是单纯的宗教 还包括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 魔术 奇状异服的表演酒 古人记载当时的场面 是辟邪师子导引其前 场面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节日游行时 古代人缺少娱乐项目 赶上如此视觉奇观 自然趋之若鹜 每次庙会都会集中 大批百姓围观 也就形成了热闹非凡的集市 您或许会不满 佛寺搞公开的宗教 吸引性中我们理解 但是宗教活动也应该有一定的分寸 有必要魔术杂耍一起上吗 有必要把宗教 这倒不是僧人的错 不是僧人不想收敛 而是在吸引性中的宗教活动中 佛教还有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 佛教僧人要是不搞出这么多花样 就会被道教超过了 韩玉在《华山女仪式》中 描写了女道士当众奖金的场门 关中人满座官外 后置无地无油厅 说奖金场面非常火爆 堪比今天围观女明星 又说天门 六公院实施原刑 说这个女道士的影响太大了 以至于皇室都要召见她 为什么女道士奖金有这么大的吸引 恐怕她的性别和外貌是一个重要原因 韩诗描写女道士的容貌 是白烟红夹长眉青 是个大美女 她演讲的内容也一定是大众喜欢听的 随唐时代僧人说法 经内容已经有了僧奖和俗奖之 是指面对专业的僧人 用佛教术语老了事实的讲解佛理 所谓俗奖就是面向普通百姓的公开演讲 俗奖的目的是吸引普通百姓 就要求不能演讲枯燥的理论 而改讲生动有趣的宗教故事 这是一种十分讨厌技巧的表演 唐人的记录中 多次提到了一个 有座文序 做的僧人 他之所以这么成功 首先是他的声音很好听 感情充沛 叶辅杂录说 齐声婉扬 感动里人 他讲的内容特别合大众的胃口 赵琳 因话 录中说文序 所言 无非淫秽笔谢之事 于夫也夫 十二 赵琳是个传统儒生 今天主流相声界批评 草根相声演员 所用的也不出 所言无非淫秽笔谢 由此几笔 不难推想 文序所俗讲的内容 虽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 之所以文序要这么讲佛经 是因为宗教在大众中的传播 很像是民间曲一家在集市上唱对台戏 百姓不会去耐心学习各宗各教的教育 他们只凭着一己兴趣 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信 选择的标准 自然包括演说人长得好不好看 声音好 讲得是不是大众喜欢听的通俗故事十三 当然 也包括信了该宗的好处够不够多 不仅佛教 佛教各宗之间 各妙之间也要竞争 假如你说我自视甚高 不愿意如此屈尊 去取悦百姓 随着其他宗对信众的努力争取 你这一宗就会失去底层信众 如果你这宗又不能依国主 不能取悦 那么就会像失去了皇室支持的的词恩宗一样 很快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十四 我们之前讲的佛教义 是以逻辑为现所讲的 谁的逻辑完备 谁的推理比前辈更彻底 谁就能在佛学发展史上 占有一席之道 但是佛教作为社会组织 其发展一直处在 各宗和各教之间的 残酷竞争中 这有点像大自然中的物种是 逝者生存 宗教在大众中 则是好处多者生存 在我们之前讲过的各宗中 禅宗不用守戒力 只需要一瞬间就能动武 显然修行的更容易 更自在 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说 学禅的士大夫坐在此暗世界 极尽声色既乐的享受 又可以在彼岸世界 预先登记入场券 即可拦弱谈禅 真是妙不可言 十五 所以禅宗能够在各宗的 竞争中最后获胜 同为今天最普及的 佛教宗派 您发现了吗 三 这漏洞就是 如果单从好处大小上来讲 显然会能以后的禅宗的 好处是最大的 修行者不用坐禅 不用守戒力 不用念经 只说几句达非所问的话 棒喝几下 就算修行成功了 然而我们今天进入禅室 绝大部分的禅室 都和传统寺庙一样 僧人要辛苦坐禅 要严格守戒律 要勤奋念经 对佛祖也十分恭敬 和上一章纵欲骂佛的狂禅比 要更辛苦多了 为什么是禅宗中 比较保守的一派留了下来 而修行更轻松的狂禅 却消失了呢 这不符合前面讲的规律啊 答案是 在从汉道清两千年的时间里 中国一直是一个 全面坚持儒家秩序的道德社会 在朝廷的鼓动下 通过对孔蒙的吹捧 全国包括文盲村妇在内的 每一个社会成员 都变成了儒家礼教的拥护者 中国百姓的任何行为 都必须首先服从于儒家道德 在接受宗教时也不例外 举几个例子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 有这么几个不太守戒律的和尚 济公 喝酒吃肉 孙悟空 跟了唐僧当了行者后 还打杀强盗 鲁之身更是喝酒吃肉 兼杀人无数 以佛教的标准来看 喝酒吃肉 杀人害命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大罪 按照戒律 以上几位非但不是得到高僧 恐怕还会到受恶报惩罚 然而这几个出家人在中国百姓中 都是很受欢迎的正面人物 这是因为 喝酒吃肉 打杀坏人 这些行为并不违反儒家道德 行侠正义反倒是儒家所提倡的 以上几个人中 犯戒最严重的是鲁之身 他还不像孙悟空那样杀人 是为了承恶 鲁之身在战争中杀人 所杀的人可未必都有该死之罪 但老百姓还是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鲁之身忠义双全啊 忠 忠于宋江 亦 亦于兄弟 忠义这两条在儒家道德中 是最重要的两条 就因为鲁之身满足了儒家的道德要求 他杀人犯戒 但下在佛教看来天大的恶事 老百姓却还当他是好人 另一个有趣的证据是 季公 孙悟空 鲁之身他们喝酒吃肉 杀人放火 可没有一个人犯色戒 在中国传统故事里 色戒是坏和尚的标志 任何和尚只要犯了色戒 就是坏人 就该死 《水浒传》里 鲁之身杀人还可以作画 可以修行完满 而揽着一个年幼妇人的崔道成 和潘巧云偷情的裴如海 就都是坏人 救活该被打死 在西游记里 孙悟空杀了六个盗贼 并没有受到菩萨的训斥 猪八戒在三个如花四溢的妹妹那里 起了色心 就受到惩戒 这道德标准 从佛教上讲 并不能讲通 在佛教里 梵淫戒当然不对 但没有凶杀众 梵淫戒有害于自己的修行 毕竟没有伤害别人 而五戒之首的凶杀 却是剥夺了别人的生命 但为什么 在中国老百姓这里 是银邪而不是杀人 偏偏成了区分好坏僧人的标准呢 这是因为这里的 银指的不是普通的性行为 而是指违反了儒家道德的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对于儒家来说 没什么比三纲五常 男女大方更重要的了 因是对理智的直接破坏 而凶杀呢 只要杀的是坏人 是不违反儒家道德的 也就是说 中国古代百姓 在接受佛教的时候 其道德观言用的是儒家道德 中国百姓接受的佛教 其实是个 以儒家道德为基本原则的佛教 另一个儒家的道德底线 是尊师尊长 之前讲的纪工 孙悟空 鲁智深虽然他们犯了种种戒条 但他们全都保持着 对佛祖 对长辈的尊敬 季工 酒肉穿长过 佛祖心中流 孙悟空对唐僧贫嘴归贫嘴 礼数不缺 见了菩萨 佛祖更是恭敬有加 鲁智深对自己的师父 至真长老 也是非常讲礼数 有趣的是 刚才说孙悟空打死了六个匪徒 随后不久 孙悟空就受到了观世音菩萨 紧箍咒的惩罚 然而 观世音菩萨要惩罚孙悟空 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 而是因为他不听唐僧的话 也就是说 在西游记看来 不听老师的话 要比杀人严重多了 在狂禅看来 这就没道理 尊敬佛祖 并不是必须遵守的戒条 但这点 叛逆在中国百姓那里 就行不通了 这是因为尊敬长辈 是儒家最看重的道德 所以在今天的禅宗寺庙里 我们看不到 喝祖骂佛的狂放行为 看到的是掌佑尊卑有序 僧人恭敬有礼的 儒家式寺庙 这并不违反上述 好处多者能生存的 宗教竞争规律 因为严格来说 中国传统百姓 最能接受的 是在遵守儒家道德的前提下 好处最多的宗教 符合这个标准的 正是一个剔除了 喝祖骂佛等 狂禅行径的禅宗 也就是我们 今天在寺庙里 最常见到的禅宗 4.禅宗病气狂禅 还有另一个原因 禅宗已经没有任何拘束 任何的行为 都可以是修行的一部分 那么 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禅僧 为什么不去做一个 被主流社会接受的儒生呢 这就好比 你是一个普通人 你有很好的工作 横桃领导喜欢 也有和睦的家庭 亲密的朋友 这一天 你想修禅了 你拜访了一个禅师 询问怎么参禅 禅师告诉你 你做任何事 都是修禅 只要没有 可以就行 你喝祖 骂佛也行 好好上班过 原来的日子也行 那你会去选择 剃个光头 逢人说 我出家了 让领导侧母吗 你会选择 到马路上去 大声骂佛 让不理解你的人 觉得你是神经病吗 既然做任何事 都是参禅 那么 我为什么要破坏 原有的生活呢 我该怎么生活 继续怎么生活就是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儒学是古代知识分子 绝对不能违反的思想 那么传僧们 何必非要不忠不孝呢 中堂的僧人宗密说 孝道是佛教和儒家 共同的思想 如是皆宗之 其为孝道义 十六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 禅师偶义秩序更厉害 说 如以孝为百行之本 佛以孝为至道之宗 十七 说孝道不仅仅是 佛教核心思想之一 而且还是佛教最高的思想 另一个身为明末四大高僧的 憨山德卿作诗说 佛本多生孝道人 常持一念奉慈亲 若将孝道求成佛 万行无辱此念真 十八 说孝道对佛教是极为重要的 还有更厉害的 为了阐述孝道对佛教的重要性 北宋禅师谢松专门写了一篇孝论 他说 父孝 诸教皆尊之 而佛教书尊也 就是说 佛教不仅尊敬孝道 而且比儒教等其他学派还更尊敬 还有更厉害的 偶一致序说 但立志比丘 应尽心尽力孝养父母 若不孝养 则得重罪 十九 这回不仅仅是从口头上赞扬孝道了 偶一致序说 应该把孝道放到佛教戒律里 不尽孝 就应该治重罪 谢松说 父孝也者 大戒之所 先也 要 以孝而为戒之端二十 他说 遵守孝道是佛教最重要的戒律了 佛教原本的戒律中 最重的几戒中没有讲孝道的 而谢松为了宣扬孝道 干脆把戒律给改了 后来 孝道不仅在戒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甚至还有僧人对孝道进行理论研究 把孝道分成了初世间孝和世间孝 前者指的是让父母一起修行佛法 后者指的就是儒家的孝道 但这些还都不是最猛的 固然佛教要破除亲情 但好歹亲情源自人的天性 所以佛教没有完全否认孝道 比如大成根据轮回的理论 推理出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的结论 从而说明应该有慈悲之心的道理 相比对父母尽孝 对君王尽忠就更远一层了 原则上僧人没有必要摩拜世俗的权贵 梵王经上说 出家人法不像国王礼拜 不像父母礼拜 六亲不敬鬼神不离 所以慧远说沙门不敬王者 但是中国的皇帝们能容得你吗 北魏帝国采用行政手段干涉佛教 设立了一个名为道人统的官衔 用来管理国内的僧人 设立僧官的目的 是为了加强朝廷对宗教的管理 那么这个僧官肯定要找一个和权贵走得近 肯听朝廷话的人来当 朝廷选的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 叫做法国的僧人 法国果然不辜负朝廷的期望 见到帝王就恭敬礼拜二十一 但就有人质疑 你一个僧人怎么能这么势利 礼拜帝王呢 你猜法国怎么说 法国说 咱们的皇帝多圣名呀 对佛教的支持多大呀 他就是今天的佛啊 所以我怎么是在礼拜权贵呢 我礼拜皇帝就是在礼拜佛二十二 这马屁卖得又狠又聪明 欧阳修归田录里记录了这么个故事 说赵匡印到一座庙里烧香 见到佛像 赵匡印就问民僧赞宁说 我是不是应该拜佛啊 赞宁说 您不用拜 赵匡印问 为啥不用拜啊 赞宁解释说 释迦牟尼不是已经离开我们的世界了吗 释迦牟尼是过去佛 您啊 您是金式的佛 金式的佛不用礼拜过去的佛呀二十三 赞宁是个极为聪明的人 赵匡印如果想拜佛的话 见到佛像不用问 直接拜就是了 他都已经站在佛像面前 还在问什么该不该拜 那其实就是不想拜 想让赞宁给他找个台阶下呢 赞宁不仅是会上意 而且心思转得很快 立刻就把这台阶找到了 所以这是办到赵匡印心眼里去了 微笑而汗之 以后再见佛像都不礼拜了 前面这些对帝王的恭维都是把帝王奉承为活佛 虽然有拍马的嫌疑 但好歹前台词是佛祖比皇帝大 没有否认佛祖的地位 但为了顺从帝王的统治 有时候佛的地位都可以降一级 进朝的时候 有人攻击佛教不忠不孝 朝廷官员何冲为佛教辩解说 僧人们每见烧香住院 必先国家 说僧人烧香的时候 把国家放在佛祖的前面 这还只是外人为佛教的辩解之词 不是第一手证据 古尊肃语录记录了 宋朝僧人杨齐方会讲法的情景 在讲法前 杨齐方会先拿起一炷香 说这一炷香 祝当今皇帝圣寿无穷 又拿起一炷香 说这一炷香 祝本地之府 各位官员升官发财 最后才拿起一炷香说 感谢自己的禅宗老师的教会之恩24 您看这贺词 第一先恭维皇帝也就算了 我们也能理解 第二条还轮不到佛祖 恭维的竟然是地方官 不仅是知府一个人 还捎带上其他官员 祝福的内容 还不是早托苦海之类的佛教理想 竟然是升官发财 这么世俗的东西 第三条呢 终于轮到佛教了 可礼拜的还不是佛祖 而是自己的老师 所迎合的 还是儒家尊世尊长的礼教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僧人们在迎合儒家上 做得有些过分了 也可以理解成 是为了顺应社会习俗 不得已的妥协 最终还是为了发展佛教吗 可要是从理论根基上 崇尚儒道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五 大众和知识分子把禅学庸俗化 当成了感悟小故事和机智小对话 这虽然让人无可奈何 但对佛教本身的威胁还不大 更紧要的是 既然禅学已经毫无规则 可以任意解读 那么禅学还有什么保留的必要呢 中国传统学术有三大体系 如 佛 道 这三大体系原本是各讲各的 互不兼容 可是在中国古人看来 佛道如三家理论 各有优点 各弃哪个都舍不得 要是能把三家理论合一 那就太妙了 但三家的理论差距太大 要融合 久得歪曲 传统的佛学家 当然不会答应 道安坚决反对格义 玄奘冒着生命危险求取真经 他们都是希望 能保持佛教教义的纯洁性 不能让佛教被汉人随意理解 发挥 然而 当禅宗认为 不需要依赖佛经 认为任意行为都可以参禅后 一切都控制不住了 最简单的融合方式 是机械的笔付 儒家讲人 义、礼、智、信 这叫做五常 就是三纲五常中的那个五常 佛教有五条最基本的戒律 叫做五戒 内容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道教中还有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 就有人把这五常 五戒和五行一一比复 比如说佛教的 不杀生就等于儒家的人 你对别的生物 有仁爱之心 自然就不忍杀生了 人又属于五行中的什么 等等 以此来论证如 佛 道的根本道理 都是相通的二十五 这么笔付当然很牵强 比如五戒的每一戒 都可以属于 你一个 受儒家之理的人 怎么可能去犯 五戒里的那些错误呢 也可以说 五戒都属于 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明白了儒家和佛家的道理 怎么可能为了眼前小力 去犯五戒那些大错呢 都说得通 而且佛教有自己的元素观 认为组成世界的元素 有四种 地 水 火 风 成为四大 明显和五行说的不一样 虽然把五常 五戒和五行 比复在一起很牵强 但是中国人还乐于此道 除了这三种外 还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 酸甜苦辣咸五种颜色 五藏六腑的五藏 乐谱里的五音等 全都比复上了 光比复还不够 前面说了 禅宗僧人不忌绝当一个儒生 所以禅宗以后的汉族僧人们 开始倡导学习儒家知识 西陵和尚说僧人应该 以禅教为本业 然欲通文义 拾东孝大节 虚先从儒入 二十六 说要想学禅 先得学儒 前面说过 佛教缺乏十字的入门教材 要想具备基础的文化知识 就得先学儒学 所以西陵和尚这么说没什么问题 孤山志言说 没有儒家 就没有稳定的社会 没有稳定的社会 我们怎么能安心学习佛法呢 所以应该修身以儒 至心以示二十七 以上还是再说 儒学是佛学的基础 相比之下 佛学还是更高一级的 但很快就有人说 儒 佛 道个有个的用处 都好 就像雍正说的 以佛至心 以道至身 以儒至事 三教 就如同三个学科 互不矛盾 都应该学二十八 憨山德卿说 唯学有三要 如 道 佛 缺一则偏二十九 三教都必须学 缺一个都不行 话说到这里 已经有点过分了 说三教 各有优势的意思是 佛道如可以并行不备 都能存在 学哪个是你的自由 但憨山德卿的意思是 僧人必须学如 学道 不学不行 如 道从选修课 变成必修课了 佛教道不禁止信众 在学好佛教知识的前提下去 学习教外知识 主要是为了开阔眼界 编于和教外思想辩论 但佛教终究是把教外思想 看作外道 学见的 学习也是为了批判用 怎么能把它们列为必修课了呢 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从唐诵以后 有大量的佛教高僧 认为佛如 其实就是一加三十 门墙虽欲本相同三十一 比如南宋的禅师大会宗稿说 菩提心则忠义心眼 明义而体同 三十二 菩提心是佛教术语 大致的意思是 成佛的愿望 成佛的念头 说菩提心就是 忠义心是什么意思 是说要想成佛 就应该有一副忠肝义胆吗 可忠义和佛性 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说 手下人命无数的官二爷 自有佛性吗 说不通啊 明朝的《滋门重行录》 是一本记录 古代高僧世纪的书 包括儒下几章 尊师之行 孝亲之行 东君之行 这完全是 在用儒家标准来评价高僧 唐代僧人道宣 夸佛教说 为佛之为教也 劝臣以忠 劝子以孝 劝国以智 劝家以和 三十三 这是在用儒家的标准 来评价佛教了 我们知道 中庸是儒家的经典 前面说的孤山志源 竟然自好中庸子 还说 宗儒为本三十四 简直不知道 他是佛僧 还是儒生了 明朝云期诸宏的这段话 更有意思 三教则成一家矣 一家之中 明武掌幼尊卑亲书业 佛明空节以前 最长也 而如道言其尽 佛者天中天 圣中圣 最尊 而如道位在凡 佛正一切众生 本来自己 最亲也 而如道是乎外 是知理无二致 而深浅力然 深浅虽书 而同归一礼 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 非慢无分别之谓也 三十五 他说 佛 道 如三教应该是一家 但是在一家里 怎么能没有掌幼尊卑呢 然后他将三教比较了一番 结论是佛教是长辈 最厉害 这话是在夸佛教吧 但你看他的论据是什么 明武掌幼尊卑亲书耶 这不还是在使用儒家的理论吗 熟悉金庸小说的朋友 都知道一个叫做全真教的道教门派 里面有一个叫王崇洋的武功高手 一个叫做邱楚基的大侠 全真教 王崇洋 邱楚基 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 但是全真教并不是纯粹的道教组织 创始人王崇洋 要求教众同时学习佛 道 如三家的经典 推崇的是三教合一的理论三十六 王崇洋有一句名言 如门是户道相通 三教从来依祖风 三十七 他的徒弟邱楚基则说 如是道原三教祖 由来千圣古金童 三十八 后来人们还在王崇洋的诗后面 街上红花白藕青和叶 三教原来是一家遗迹 经常被各种小说引用 风神演义里 通天教主就说过这话三十九 历史上的武当派也崇尚三教合一 创始人张三丰就认为 如佛道三家都属于同一个道四十 在世界其他宗教看来 一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物 西方世界为了消灭一教徒 过去打过很多战争 死了很多人 然而中国人对如佛道三家的区别 却是一片犀利糊涂 我们前面说过 描述会员陶渊明 陆修靖的虎兮三校 虽然与史实不符 却成为中国绘画热衷的题材 就是因为这故事暗示三教合一 符合中国文人的趣味 宋朝的武登会员记录南北朝时 僧人傅大使的形状 说傅大使穿着僧人的衣服 戴着道士的帽子 穿着俗人的鞋 这打扮在一般人看来 应该叫不伦不类 然而 武登会员却把这故事当作 一段三教合一的美谈 来赞赏四十一 明清以后 道观里立观世音菩萨像 佛寺里立孔子像的现象越来越多 不仅是老百姓 大概连很多道士 僧人也分不清哪个神佛是本教的 这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客气劲 不管是谁家的神佛 多拜总比不拜好 明帝国皇帝朱建森画过一幅有趣的一团和企图 这幅画非常有意思 表面上 画中有两个面对面的侧脸人像 但两个人像 又共同拼成了一个正面的人像 两个侧脸人像里 一个人头上戴着方巾 因此是儒生的代表 另一个人头上挽着发迹 因此是道士的代表 有两个侧脸人像组成的 那个正面人像 是个光头 所以是佛家的代表 这幅图后来被改名为 混元三教九流图 刻在信奉禅宗的少林寺的石碑上 我们今天拜访松山少林寺 还可以见到此图 少林寺欣赏这幅画 或许是因为佛教人物 位于正中的缘故 然而图名中的混元两个字 却是道家的术语 同时在这个院内 还有绘制了十殿阎罗和二十四孝的壁画 阎罗原本是印度婆罗门教神话中的人物 后来被佛教吸收 又随着佛教来到了中国 被改造成了道教的十殿阎罗 这是为掌管地狱的神灵 诠释中国历史上 有名有姓的君王将相 结果这十位阎罗 又和儒家代表二十四孝一起 被画在了禅宗少林寺的墙壁上 福建省闽东地区的罗江顶头村更有意思 村子里既有佛庙 也有天主教堂 村里建祠堂的时候 无论是佛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每个人都得掏钱 祠堂建好了以后 和尚和基督徒们共用同一个祠堂 一个是烧香磕头 一个是香花祷告 各用各的规矩 一起干什么呢 一起祭 祖四十二 还是儒家是老大呀 这么看来 佛教是被中国文化彻底吸收了吗 复杂的佛教一礼最终 变成了儒家的一种趣味性补充了吗 佛教消失在了 好如烟海的孔梦典籍之中 只能跟在儒教后面 一步一趋地尽中尽孝了吗 不 一切还都没有结束 一 刘絮等旧堂书 建十八载堂五宗诏书 寄于九州山园 两金关 僧图日广 佛四日重 劳人立于土木之宫 夺人立于金宝之室 宜君亲于师资之计 唯配偶于戒律之间 坏法害人 无与此道 且一夫不甜 有受其击者 一夫不惭 有受其寒者 今天夏僧尼 不可胜署 皆待浓儿时 待财而依 似于昭提 莫知济集 皆云构早逝 见你宫居 尽送其粮 物力雕 债 风俗交诈 莫不由事而至也 二 是元人入堂求法寻礼行计 卷四 皇帝轩云 班土之坑极深 令人恐为不安 镇欲的田之 史须祭台之日 贾道社摘庆台 总追两阶僧尼几左君礼 斩七头 用田坑者 三 揪摩罗神义 佛一教经 不得贩卖贸易 安置田宅 需养人民奴碑畜省 一切种植及诸财宝 皆当远离 如碧火坑 不得斩伐草木 啃土绝地 四 潜意南部新书 五 刘具等旧堂书曹雀传 可及善音律 常于安国寺座菩萨满舞 如佛降生 第一连知 六 司马光自治通鉴 剑248 问 公主何在 约 在慈恩寺关系场 七 誓言一广清良 传世舞台 诸四方所期 乐音一部 功继百人 萧 敌 空喉 琵琶 争 色 吹罗阵鼓 百戏轩田 五秀云飞 歌梁晨起 随时供养 戏日穷年 八 世道宣 续高僧传 诗会咒传 四族敬人 无可一者 乃选取二十头 令学鼓舞 美至节日 舍乐向前 四远文官 以为心庆 故 家人子弟 接种传风 生计之罪 高于俗 礼 九 礼访太平广纪 鉴三四 十中元日 拍于人多 陈设真意于佛庙 几百戏于开源 四 十 杨炫之洛阳迦兰记卷一 辟邪师子导引其前 吞刀吐火 藤香一面 彩状上 索 诡诀不长 奇迹一幅 关于都市 洛阳迦兰记建议对景乐寺的描写更令人惊讶 至于六斋 长寿女乐 歌声绕梁 五秀徐转 丝管辽量 邪妙入神 以示尼寺 丈夫不得入 得往观者 以为至天堂 赵珠音乐 惩计寺内 奇情怪兽 五遍电亭 非空换货 是所未读 异端其数 总催其中 是女观者 勿乱精迷 十一 誓言人入 唐求法 寻礼行计 建三 十二 赵林音画 陆建四 十三 除了竞争信众以外 俗奖还有更现实的目的 就是为了钱 原真佛说观普贤菩萨刑法经济 即年三月救援修之 只会难以 劝之输物 通葬四姿 雇原俗奖 资质通见胡三省住 而俗奖者 又不能远空有之意 徒与悦俗妖不失而已 世道宣续高僧 撰卷三十一 也请涉作 广说诗言 或建立塔寺 或善造僧物 随物赞助 其分若花 是你观听 至前如雨 眉使今一诸集 塔寺照星 费用所资 莫非全备 虽一时事集 脏腑难开 即言之灯作也 暗意故忘 为己土言 至物云奔 须遇作眉 诗言照四分立行事 超资池记 如今礼宋奖金 或付世俗杂记 心息贪污 通好协缘 或四处长才 相囊隐益 于己物则一毛不拔 于他诗则多姬无厌 李隆基照令说 近日僧尼 此风有甚 一一讲话 炫祸驴原 稀赫无厌 微菜是脸 十四 会角就说过 堆带不同的信众 应该有不同的传教方式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诗会角 梁高僧传见诗舞 如为出家舞众 则需缺语无常 苦臣忏悔 若为君王长者 则需奸引俗典 起宗成词 若为悠悠凡数 则需指示造型 执堂文件 若为山民野处 则需禁局言词 臣斥罪母 凡此变态 与时而心 可谓知识之重 又能善说 十五 憨山得清憨山老人梦游集 十九 偶义至续 范网金和著卷七 二十 谢松禅经文集卷三 又说 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旨在大乙 孝之为道也夫 二十一 法国和朝廷的关系可见 魏叔是老之的这段 永兴中 前后数以辅国 宜成子 忠姓侯 安成功之号 皆顾辞 地常亲信其居 以门小侠 不容于年 更广大之 二十二 魏说魏叔是老至 初 法国美言 太祖明锐好道 即是当今如来 沙门一应尽礼 遂常致败 魏人曰 能弘道者人主也 我非拜天子 乃是李佛尔 二十三 欧阳修归田路卷一 太祖皇帝初信相国寺 至佛向前烧香 问当拜与不拜 僧禄在宁奏曰 不拜 问其何故 对曰 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在宁者颇知书 有口辩 其与虽类排忧 然是会赏亿 故微笑而汉之 岁以为定志 至今行性焚香 皆不拜也 二十四 则藏主古尊夙诺卷 十九 岁生作念香云 此一伴香 助缘今上皇帝 圣寿无穷 又念香云 此一伴香 奉为知府龙徒 驾步诸冠 福运长居入位 赴念香云 大众 还知落处吗 若也不知 却为助破 奉仇十双山 慈明禅师 法辱之恩 山松不免 熏天智的去也 二十五 世宗密元人论 佛且类是五常之教 另持五戒 未说未书是老智 又有五戒 去杀 道 谣 妄言 饮酒 大义与人 义 理 智 信同 名为义尔 谢松禅经文集 如所谓 仁义理智信者 与无佛约慈悲 约不诗 约恭敬 约无我慢 约智慧 约不妄言其语 这是另一种比复 二十六 憨山得清西林大和尚传 二十七 世之缘 忠庸子卷上 岂之夫 非仲尼之教 则国无以智 家无以宁 身无以安 国不智 家不宁 身不安 世事之道 何有而行灾 故无修身已如 至心已是 全权福音 亡感陷慢 有孔不智于道 旷气之乎 二十八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百真还对三教并不矛盾给予了论证 他说 老子 孔子生于佛陀之后的年代 老子的道德经 孔子的春秋论语 都没见过反对佛教的话 索 以三家说的都是大致一回事 法曹西碎波 老子生于佛后 孔子生于老后 我读道德 不见其有非佛之言 我读春秋 论语 亦不见有非佛之言 当然 这个论证是不成立的 老子生活的年代不一定比佛陀晚 而且孔子老子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到中国呢 二十九 汉山得清学药 唯学有三药 所谓不知春秋 不能设世 不经老 庄 不能忘世 不参禅 不能出世 此三者 经世 初世知学悖已 缺一则偏 缺二则爱 三者无异而称仁者 则消之而已 三十 相关文字很多 只能引部分 如是僧佑 红明集 卷三隐 孙辍 遇到论 周孔集佛 佛集周孔 该外内明之二 孙辍是晋朝人 那时中国人对佛教的误解还很多 可以解释成对佛教还有误解 但是之后讲三教同源的人更多 是解松禅经文集 见十九 李松 禅师塔 诗 吴当比孔子 辟如掌羽权 斩 窝固有意 要之守则然 是至原贤居边 见十六 三校图赞 是 道 如宗 其指本荣 守诸则塞 望生乃通 三十一 子百真可子百别集 见一提三教图 三十二 大会普诀禅师以路卷二十四 三十三 世道宣广宏宏明集 卷十四 三十四 世至原贤居边卷 二十二谢吴四成传贤居边叙书 三十五 云期诸宏正俄集 三十六 全真教祖碑 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礼 真人劝人诵 薄弱心经 道德 清净经及孝经 云可以修正 三十七 王崇洋 孙公问三教 三十八 邱楚基 世路先生 有燕西之所榜 约终事 从而所施 三十九 许仲林 风神演绎 第七十三回 另外 五美元 第六回 则有莲花白偶青和叶 三教原来是一家 四十 刚三 风全集大道论 三教之同 此一道也 如理此道不成儒 佛理此道不成佛 先理此道不成佛 四十一 四十一 世普记五 灯会圆卷二 大事一日批纳 顶关 永吕朝见 地问 是僧邪 是一手指冠 地曰 是道邪 是一手指永吕 地曰 是俗邪 是一手指纳一 四十二 李向平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礼仪之正的历史痕迹 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 第四百三十页 另一个儒家的道德底线是尊师尊长 之前讲的纪工 孙悟空 鲁之身 虽然他们犯了种种戒条 但他们全都保持着对佛祖 对长辈的尊敬 纪工酒肉穿长过 佛祖心中流 孙悟空对唐僧贫嘴归贫嘴 礼数不缺 见了菩萨 佛祖更是恭敬有加 鲁之身对自己的师父至真长老 也是非常讲礼数 有趣的是 刚才说孙悟空打死了六个匪徒 随后不久 孙悟空就受到了观世音菩萨紧箍咒的惩罚 然而 观世音菩萨要惩罚孙悟空 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 而是因为他不听唐僧的话 也就是说 在西游戟看来 不听老师的话要比杀人严重多了 在狂禅看来 这就没道理 尊敬佛祖并不是必须遵守的戒条 但这点叛逆在中国百姓那里就行不通了 这是因为尊敬长辈是儒家最看重的道德 所以在今天的禅宗寺庙里 我们看不到和祖骂佛的狂放行为 看到的是长佑尊卑有序 僧人恭敬有礼的儒家式寺庙 这并不违反上述好处多者能生存的宗教竞争规律 因为严格来说 中国传统百姓最能接受的 是在遵守儒家道德的前提下 好处最多的宗教 符合这个标准的 正是一个剔除了喝祖骂佛等狂禅行径的禅宗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寺庙里最常见到的禅宗 4.禅宗病气狂禅还有另一个原因 禅宗已经没有任何拘束 任何的行为都可以是修行的一部分 那么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禅僧 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被主流社会接受的儒生呢 这就好比你是一个普通人 你有很好的工作 横桃领导喜欢 也有和睦的家庭 亲密的朋友 这一天你想修禅了 你拜访了一个禅师询问怎么参禅 禅师告诉你 你做任何事都是修禅 只要没有可以就行 你喝祖骂佛也行 好好上班过原来的日子也行 那你会去选择剔个光头 逢人说我出家来让领导侧母吗 你会选择到马路上去大声骂佛 让不理解你的人觉得你是神经病吗 既然做任何事都是参禅 那么我为什么要破坏原有的生活呢 我该怎么生活继续怎么生活就是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儒学是古代知识分子绝对不能违反的思想 那么传僧们何必非要不忠不孝呢 中堂的僧人宗密说 孝道是佛教和儒家共同的思想 儒是皆宗之 其为孝道义 十六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禅师 偶艺之叙更厉害 说如以孝为百行之本 佛语孝为至道之宗 十七 说孝道不仅仅是佛教和心思想之一 而且还是佛教最高的思想 另一个身为明末四大高僧的 憨山德卿作诗说 佛本多生孝道人 长持一念奉辞心 若将孝道求成佛 万行无辱此宁真 十八 说孝道对佛教是极为重要的 还有更厉害的 为了阐述孝道对佛教的重要性 北宋禅师谢松专门写了一篇孝论 他说 父孝 诸教皆尊之 而佛教书尊也 就是说 佛教不仅尊敬孝道 而且比儒教等其他学派还更尊敬 还有更厉害的 偶一致序说 但立志比丘 应尽心尽力孝养父母 若不孝养 责得重罪 十九 这回不仅仅是从口头上赞扬孝道了 偶一致序说 应该把孝道放到佛教戒律里 不尽孝就应该治重罪 谢松说 父孝也者 大戒之所先也 要以孝而为戒之端二十 他说 遵守孝道是佛教最重要的戒律了 佛教原本的戒律中 最重的几戒中没有讲孝道的 而谢松为了宣扬孝道 干脆把戒律给改了 后来 孝道不仅在戒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甚至还有僧人对孝道进行理论研究 把孝道分成了初世间孝和世间孝 前者指的是让父母一起修行佛法 后者指的就是儒家的孝道 但这些还都不是最猛的 固然佛教要破除亲情 但好歹亲情源自人的天性 所以佛教没有完全否认孝道 比如大乘根据轮回的理论 推理出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的结论 从而说明应该有慈悲之心的道理 相比对父母尽孝 对君王尽忠就更远一层了 原则上 僧人没有必要膜拜世俗的权贵 梵王经上说 出家人法 不像国王礼拜 不像父母礼拜 六亲不敬 鬼神不离 所以慧远说沙门不敬王者 但是中国的皇帝们能容得你吗 本位帝国采用行政手段干涉佛教 设立了一个名为道人统的官衔 用来管理国内的僧人 设立僧官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朝廷对宗教的管理 那么这个僧官肯定要找一个和权贵走得近 肯听朝廷话的人来当 朝廷选的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 叫做法国的僧人 法国果然不辜负朝廷的期望 见到帝王就恭敬礼拜二十一 但就有人质疑 你一个僧人怎么能这么势利 礼拜帝王呢 你猜法国怎么说 法国说 咱们的皇帝多圣名呀 对佛教的支持多大呀 他就是今天的佛啊 所以我怎么是在礼拜权贵呢 我礼拜皇帝就是在礼拜佛啊二十二 这马屁卖得又狠又聪明 欧阳修归田录里记录了这么个故事 说赵匡印到一座庙里烧香 见到佛像 赵匡印就问明僧赞宁说 我是不是应该拜佛啊 赞宁说 您不用拜 赵匡印问 为啥不用拜啊 赞宁解释说 释迦牟尼不是已经离开我们的世界了吗 释迦牟尼是过去佛 您啊 您是金式的佛 金式的佛不用礼拜 过去的佛呀 二十三 赞宁是个极为聪明的人 赵匡印如果想拜佛的话 见到佛像不用问直接拜就是了 他都已经站在佛像面前 还在问什么该不该拜 那其实就是不想拜 想让赞宁给他找个台阶下呢 赞宁不仅是会上意 而且心思转得很快 立刻就把这台阶找到了 所以这是办到赵匡印心眼里去了 微笑而喊之 以后再见佛像都不礼拜了 前面这些对帝王的恭维 都是把帝王奉承为活佛 虽然有拍马的嫌疑 但好歹前台词是佛祖比皇帝大 没有否认佛祖的地位 但为了顺从帝王的统治 有时候佛的地位都可以降一级 进朝的时候 有人攻击佛教不忠不孝 朝廷官员何冲为佛教辩解说 僧人们每件烧香住院 必先国家 说僧人烧香的时候 把国家放在佛祖的前面 这还只是外人为佛教的辩解之词 不是第一手证据 古尊素语录记录了 宋朝僧人杨齐方会讲法的情景 在讲法前 杨齐方会先拿起一炷香 说这一炷香 祝当今皇帝圣寿无穷 又拿起一炷香 说这一炷香 祝本地之府 各位官员升官发财 最后才拿起一炷香说 感谢自己的禅宗老师的教会 知恩二十四 您看这贺词 第一先恭维皇帝也就算了 我们也能理解 第二条还轮不到佛祖 恭维的竟然是地方官 不仅是知府一个人 还捎带上其他官员 祝福的内容 还不是早托苦海之类的佛教理想 竟然是升官发财 这么世俗的东西 第三条呢 终于轮到佛教了 可礼拜的还不是佛祖 而是自己的老师 所迎合的 还是儒家尊士尊长的礼教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孙儿们在迎合儒家上 做得有些过分了 也可以理解成是为了顺应 社会习俗 不得已的妥协 最终还是为了发展佛教吗 可要是从理论根基上 崇尚儒道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五 大众和知识分子把禅学庸俗化 当成了感悟小故事和机制小对话 这虽然让人无可奈何 但对佛教本身的威胁还不大 更紧要的是 既然禅学已经毫无规则 可以任意解读 那么禅学还有什么保留的必要呢 中国传统学术有三大体系 如 佛 道 这三大体系原本是各讲各的 互不兼容 可是在中国古人看来 佛道如三家理论各有优点 搁弃哪个都舍不得 要是能把三家理论合一 那就太妙了 但三家的理论差距太大 要融合就得歪曲 传统的佛学家当然不会答应 道安坚决反对格异 玄奘冒着生命危险求取真经 他们都是希望能保持佛教教义的纯洁性 不能让佛教被汉人随意理解 发挥 然而 当禅宗认为不需要依赖佛经 认为任意行为都可以参常后 一切都控制不住了 最简单的融合方式 是机械的笔付 儒家讲人 义 理 智 信 这叫做五常 就是三纲五常中的那个五常 佛教有五条最基本的戒律 叫做五戒 内容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道教中还有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 就有人把这五常 五戒和五行一一比复 比如说佛教的不杀生就等于儒家的人 你对别的生物有人爱之心 自然就不忍杀生了 人又属于五行中的什么 等等 以此来论证如 佛 道的根本道理都是相通的二十五 这么比赋当然很牵强 比如五戒的每一戒都可以属于理一个 守儒家之理的人怎么可能去犯五戒里的那些错误呢 也可以说五戒都属于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明白了儒家和佛家的道理 怎么可能为了眼前小力去犯五戒那些大错呢 都说得通 而且佛教有自己的元素观 认为组成世界的元素有四种 地 水 火 风 称为四大 明显和五行说的不一样 虽然把五常 五剑和五行比复在一起很牵强 但是中国人还乐于此道 除了这三种外 还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 酸甜苦辣咸五种颜色 五脏六腑的五脏 月谱里的五音等全都比复上了 光比复还不够 前面说了 禅宗僧人不拒绝当一个儒生 所以禅宗以后的汉族僧人们 开始倡导学习儒家知识 西陵和尚说 僧人应该以禅教为本业 然欲通文义 拾东孝大节 需先从儒入 二十六 说要想学禅 先得学儒 前面说过 佛教缺乏十字的入门教材 要想具备基础的文化知识 就得先学儒学 所以西陵和尚这么说没什么问题 孤山直言说 没有儒家就没有稳定的社会 没有稳定的社会 我们怎么能安心学习佛法呢 所以应该修身以儒 至心以示二十七 以上还是在说 儒学是佛学的基础 相比之下 佛学还是更高一级的 但很快就有人说 如、佛、道个有个的用处 都好 就像雍正说的 以佛至心 以道至身 以儒至事 三教就如同三个学科 互不矛盾 都应该学二十八 韩山德卿说 唯学有三要 如、道、佛 缺义则偏二十九 三教都必须学 缺一个都不行 话说到这里已经有点过分了 说三教各有优势的意思是 佛道如可以并行不备 都能存在 学哪个是你的自由 但韩山德卿的意思是 僧人必须学如 学到 不学不行 如、道从选修课 变成必修课了 佛教倒不禁止 信众再学好佛教知识的前提 下去学习教外知识 主要是为了开阔眼界 编于和教外思想辩论 但佛教终究是把教外思想看作外道 学见的 学习也是为了批判用 怎么能把它们列为必修课了呢 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从唐宋以后 有大量的佛教高僧 认为佛如其实就是一加三十 门墙虽欲本相同三十一 比如南宋的禅师大会宗稿说 菩提心则忠义心眼 明义而体同 三十二菩提心是佛教术语 大致的意思是成佛的愿望 成佛的念头 说菩提心就是忠义心是什么意思 是说要想成佛就应该有一副忠肝义胆吗 可忠义和佛性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说手下人命无数的官二爷自有佛性吗 说不通啊 明朝的《自门重行录》是一本记录古代高僧世纪的书 包括如下几章 尊师之行 孝亲之行 东君之行 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标准来评价高僧 唐代僧人道宣夸佛教说 为佛之为教也 劝臣以忠 劝子以孝 劝国以智 劝家以和 三十三这是在用儒家的标准来评价佛教了 我们知道 中庸是儒家的经典 前面说的顾山智元竟然自好中庸子 还说宗如伟本三十四 简直不知道他是佛僧还是儒生了 明朝云七诸红的这段话更有意思 三教则成一家矣 一家之中 明武掌幼尊卑亲书业 佛明空节以前 最长也 而如道言其尽 佛者天中天 圣中圣 最尊 而如道位在凡 佛正一切众生本来自己 最亲也 而如道是乎外 是之理无二致 而深浅力然 深浅虽疏而同归一理 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 非慢无分别之谓也 三十五 他说 佛 道 如三教应该是一家 但是在一家里怎么能没有长幽尊卑呢 然后他将三教比较了一番 结论是佛教是长辈 最厉害 这话是在夸佛教吧 但你看他的论据是什么 宁武掌幼尊卑亲书业 这不还是在使用儒家的理论吗 熟悉金庸小说的朋友 都知道一个叫做全真教的道教门派 里面有一个叫王重阳的武功高手 一个叫做邱楚基的大侠 全真教 王重阳 邱楚基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 但是全真教并不是纯粹的道教组织 创始人王重阳要求教众同时学习佛 道 如三家的经典 推崇的是三教合一的理论三十六 王重阳有一句名言 如门是户道相通 三教从来依祖风 三十七 他的徒弟邱楚基则说 如是道原三教族 由来千圣古金童 三十八 后来人们还在王重阳的诗后面街上红花白藕青荷叶 三教原来是一家遗迹 经常被各种小说引用 风神演义里 通天教主就说过这话三十九 历史上的武当派也崇尚三教合一 创始人张三丰就认为 如佛 道三家都属于同一个道四十 在世界其他宗教看来 一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物 西方世界为了消灭一教徒 过去打过很多战争 死了很多人 然而中国人对辱 佛 道三家的区别 却是一片犀利糊涂 我们前面说过 描述会员 陶渊明 陆修靖的虎西三校 虽然与史实不符 却成为中国绘画热衷的题材 就是因为这故事暗示三教合一 符合中国文人的趣味 宋朝的武登会员记录南北朝时僧人傅大使的形状 说傅大使穿着僧人的衣服 戴着道士的帽子 穿着俗人的鞋 这打扮在一般人看来 应该叫不伦不类 然而武登会员却把这故事当作一段三教合一的美谈来赞赏四十一 明清以后 道观里立观世音菩萨像 佛寺里立孔子像的现象越来越多 不仅是老百姓 大概连很多道士 僧人也分不清哪个神佛是本教的 这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客气劲 不管是谁家的神佛 多拜总比不拜好 明帝国皇帝朱建森画过一幅有趣的一团和企图 这幅画非常有意思 表面上 画中有两个面对面的侧脸人像 但两个人像又共同拼成了一个正面的人像 两个侧脸人像里 一个人头上戴着方巾 因此是儒生的代表 另一个人头上挽着发迹 因此是道士的代表 有两个侧脸人像组成的那个正面人像 是个光头 所以是佛家的代表 这幅图后来被改名为 《混元三教九流图》 刻在信奉禅宗的少林寺的石碑上 我们今天拜访松山少林寺 还可以见到此图 少林寺欣赏这幅画 或许是因为佛教人物位于正中的缘故 然而图名中的混元两个字 却是道家的术语 同时在这个院内 还有绘制了十殿阎罗和二十四校的壁画 阎罗原本是印度婆罗门教神画中的人物 后来被佛教吸收 又随着佛教来到了中国 被改造成了道家的十殿阎罗 这是为掌管地义的神灵 全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君王将相 结果这十位阎罗又和儒家代表 二十四校一起被画在了禅宗少林寺的墙壁上 十二 谁笑到了最后 一 前两张我们讲的是 破除理性 不讲逻辑的禅宗 最后是如何代替传统佛教 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 但你有没有发现 我有个自我矛盾的地方 在前面讲佛学是如何代替玄学的时候 我说 是因为玄学不讲逻辑 不讲逻辑就没法讨论 没法研究 没法发展 所以玄学被中国知识界抛弃了 而佛教有严谨的逻辑 所以佛教更受欢迎 代替了玄学 但是禅宗不是和玄学一样吗 不是也不讲逻辑 没法研究 没法发展吗 既然未尽时代的知识分子 因为逻辑严密而欢迎佛教 为什么禅宗之后的知识分子 就不因为同样的理由 放弃禅宗而重拾传统的佛教理论呢 按理说 此时应该有人指出 禅宗不讲逻辑的缺点 重新拾起逻辑的武器啊 为什么中国文人却接受了禅宗呢 此中道理 需要到中国北方游览一圈才能明白 外国人造访中国 长城市壁区的景点 最长去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北京市西北的居庸关 一个是河北省东北的山海关 两个关爱的连线是燕山山脉 宛如一条水平线 横在北京市的北方 从秦 汉到明朝 中国长城的东段 都建在这段山脉上 这是因为燕山山脉以南 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 再无天险 燕山是防守北方民族的 最后一道屏障 唐帝国灭亡后不久 一位叫做石敬堂的将领 河北方的契丹人达成秘密协定 契丹人出兵 帮助石敬堂夺取中国北方的政权 石敬堂则把包括燕山山脉 河北平原在内的大量领土 割让给契丹人 这片领土 中国历史上称为燕云十六州 在中国历史上 中原政权向少数民族称臣 纳贡 割让土地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连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渊 都曾经向突厥人称臣 因此 暂时割让领土或许不算什么 以后大可以再夺回来 我想石敬堂本人 大概也以为 这不过是个权益之计 他想不到的是 这件事对中国历史的深渊影响 会持续好几个世纪 燕云十六州 这件事放下暂且不提 深深影响中国历史的另一件事 是唐朝的藩镇制度 唐王于藩镇 换句话说 唐朝的灭亡 告诫了后代王朝 一定要限制地方军队的实力 把主要的军力握在中央的手里 这才最踏实 因此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 逐渐开始重视建设进军 增加中央军的实力 再次统一天下的宋朝 更是以强大的进军闻名 这件事看上去很合理 皇帝把军队直接掌握在手下 这样就不会再犯唐朝的错误了 问题是 唐朝人不是傻子 唐朝统治者当然知道 让皇帝直接掌握全部军队 是最安全的 但是这么做是有问题的 古代的通信和交通非常不发达 如果要把中央军安排在距离首都比较远的地方 粮食由地方政府供应的话 那么朝廷对军队下达的命令 军队向朝廷的汇报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朝廷对地方监督成本变得非常高 指挥会变得非常笨重 军队也很容易在文件上做手脚 训思舞弊甚至暗地里违反朝廷的命令 而且因为军队的粮食 只依赖于地方政府而不是朝廷 因此所谓的隶属于朝廷 不过只是名义上的隶属 朝廷对军队的控制 只不过是往来的几份文书而已 统治的时间一长 这些军队也就变成了地方的军队 没必要听从朝廷的了 这就像唐朝的藩阵一样 在名义上 藩阵当然是服从于朝廷的 朝廷给藩阵的命令 在法律上藩阵必须无条件执行 但是因为藩阵距离朝廷太远 远离监督又在经济上独立 因此藩阵在实际意义上属于地方军队 而不是朝廷军 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军 必须是驻扎在首都附近 必须是由首都来提供粮食的 问题是中国太大了 如果是个欧洲封建小国 能够镇得住全国的部队 只需要几千人 上万人就可以 那么这些人大可以驻扎在领主的城堡附近 所需要的粮食 从附近不远的领土就能掉极其 可是中国太大了 土地大 人口就多 人口多 壮丁就多 壮丁多 需要镇得住全国的中央军人数就多 一般认为 送出中央进军和其家属的人数 达到了七十万人 其实 这点人数和全中国的壮丁总数比 也不算太多 也未必够用 可是 这七十万人 再加上首都市民 一共140多万人所需要的粮食 光首都附近那点土地可就供应不起了 中国的领土面积远比欧洲小国要大 但古代的运输能力却没有相应增加 要喂养140万人 需要极为广大的土地上的产出 这些产出 要经过崇山峻岭的长距离运输 才能送到首都 因为运输的速度太慢 所以古代运输粮食的损耗非常大 一车粮食走上几个月 车上绝大部分的粮食都被运输人员吃了 能运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也就是说 要供养能镇得住全国的中央军 就意味着全国有大量的粮食和人力 都被浪费在运送粮食的途中 在古代 粮食就是一切 有粮食就有人口 有人口就有生产力 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 粮食充足 就能进入人口不断繁衍的粮性循环 一旦粮食不够用 就会造成饥荒 叛乱 冰店 军队打不过外族 古代百姓常年在温饱线上挣扎 好端端地把那么多粮食 都白白浪费在路上 是不现实的 但这个问题不是无解的 有一个解决办法 草运 草运利用水流的便利 可以用很少的人 很少的时间运送沉重的物资 相当于是古代的铁路 有了草运的低成本运输 减少了粮食在运输上的浪费 大规模的中央金才得以建立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草运运输成本低 所以朝廷可以把地方的粮食 都搜刮 集中起来 让地方没有多余的财产 也就等于强化了朝廷 对地方的控制力 避免类似唐朝 地方武装割据的情况 草运的办法不错 但草运的前提 是必须有何啊 而且首都必须在 在草运网络的中心 这样四通八达的运河 就可以像生象地方的血脉一样 不断吸取地方的经济 源源不断地供给朝廷 这样的草运中心 在中国有一个 就是汴梁 今天的开封市 汴梁是当时 草运交通的枢纽 掌握着全国草运的命脉 在五代十国的时候 就有很多王朝定都汴梁 宋帝国要在首都附近 驻扎数量庞大的禁军 也只能定斗汴梁 然而这个选择 已经为宋帝国的灭亡 埋下了伏笔 二 汴梁作为首都 有一个巨大的缺点 它交通便利 也就意味着不利于防守 汴梁周围都是平原 北面除了黄河 基本无闲可守 当然 宋朝人也不是傻子 宋朝的统治者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赵匡胤就曾经考虑 要把首都 迁到更容易防守的洛阳 但是那时 宋帝国还没有完成统一 南方还没有平定 燕云十六周 还没有收回来 太元也没有收付 所以赵匡胤还没顾得上 考虑迁都的事情 在还没完成 这一切的时候 赵匡胤突然去世了 赵匡胤死后 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 赵匡胤的死因有很多疑点 有很多历史学家怀疑 是赵光义谋杀了他 到底是不是赵光义谋杀 这件事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按照中国传统的继承习惯 赵匡胤有一个比赵光义 更合法的继承人 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 他是对赵光义威胁最大的皇位竞争者 这是和变梁有什么关系呢 在继承皇位之前 赵光义是变梁市市长 赵德芳的岳父 是洛阳市市长河南知府 显然 皇位不稳的赵光义 必须把首都安排在自己的地盘里 因此 不管变梁是不是容易防守 由赵光义统治的宋帝国 必须定都在变梁了 赵光义不是一个无能的皇帝 他继位以后 平定了南方 平定了太原 这时的宋帝国 和传统汉族帝国的疆域相比 只剩下燕云十六州了 在刚刚平定太原之后 赵光义立刻组织军队 进攻燕云十六州 战争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 其单人太强了 游牧民族虽然兵强马壮 却很少能入主中原 关键在于 游牧市的生产方式不能维持大量的人口 在对汉民族的作战中 游牧民族虽然在局部 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但是人口的悬殊比例 使得他们最终只能截掠一时 抢完就撤 汉人政权就算一时失利 也可以凭借生产力的优势 慢慢挽回败局 但是当年石敬唐哥让的并不只有土地 还有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农业人口 七单人取得燕云十六州后 他们立刻模仿汉制 给自己取国汉为辽 而且早在得到燕云十六州的二十年前 七单人就已经开始重用汉人 逐步汉化 等到赵光义进攻燕云十六州的时候 辽地国已经按照儒家模式经营了这里四十多年 辽地国将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居民 分成若干部分 编制到自己原有的部落下管制 这样每一个七单人的部落 都有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和兵源支持 和汉人相比 辽人在生产力上的劣势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次北伐战役中 宋军和辽军在今天北京市西直门外的高粱河边上决战 宋军战败 赵光义中箭逃跑 一年后 宋帝国再次北伐 再次失败 六年后 宋帝国再次北伐 再次失败 宋帝国西路军副统帅杨继夜 被辽军俘虏 三天后死亡 后来 杨继夜的事迹被民间演绎成杨家将 编造了杨继夜的儿子 女眷领兵打仗 大败辽军的故事 以后每当受到外族入侵 国人就抬出这部戏 在杨满女将的锣鼓声中回味胜利的滋味 但历史不是这样的 刚才说过 燕山山脉是中国北方唯一的屏障 山脉以南是一马平川的平原 正是和北方骑兵驰骋 从燕云十六州的边境到黄河边 骑兵急迟不过几天的路程 而黄河对面就是北宋帝国的首都汴梁 为此北宋专门在华北平原上挖坑植树 来抵御骑兵 和土坑和树林 怎么能和建在高山上的长城相比 八年后 辽帝国大举入侵 辽军一度逼近北宋首都 大宋皇帝已经做了南逃的打算 幸亏宋军拼力抵抗 最终与辽国和谈 两国以对等的身份互相承认 但是北宋要每年送给辽国一定的财物 驻军旅之资 与此同时 在北宋帝国的西线 宋军还要和历史上 被称为西夏的大夏帝国交战 后来两国和谈 夏国向北宋称臣 但北宋每年也要赐给夏国不菲的财物 就像强大的唐帝国 对外民族展开怀抱一样 饱受外族侵扰的宋帝国 催生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儒生们对一下之便尤为敏感 来自国外的佛教 成了这股民族情绪的牺牲品 宋出的儒生 九宫积佛教 灭君臣之道 绝父子之情 祈道德 贝里乐 略武常 千四名之常居 毁中国之一观 去祖宗而肆宜敌一 这不过是千百年来的老生常谈 并没有新鲜的批评 只能算是发泄情绪而已 更紧迫的问题还在后面 在辽宋和谈一百年后 辽帝国和北宋帝国 先后被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金击败 上化山水的宋徽宗和他继位的儿子 以及成千上万的公民 大臣都成为阶下囚 俘虏们受到极大的羞辱 两个皇帝被冠以屈辱的名号 被迫带领群臣向金国的祖庙行投降礼 其中的种种惨状 已经是相关史书的老生常谈 大宋虽然没有王国 但丧失了北方的大片江山 被迫偏恩一语 史上称为南宋 当年 宋太祖曾经豪迈地说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憨睡呼 没想到这张床 被他的后背睡来睡去 睡到了南宋 已经从八尺方床收缩 而为行军床 前中疏雨了 相比皇室所受的屈辱 土地的沦丧 或许南宋和金帝国之间的合约 更难以让汉人如生接受 在这份合约里 除了遂共之外 南宋帝国要正式向金称臣 从两国的利益上来看 这份合约南宋 并没有太吃亏 按照合约 金龟还了其扶植的汉人傀儡政权的一部分土地给南宋 还将还了现任皇帝的生母 但称臣这事怎么能行 汉人的那份自大概如何安放 更要命的地方是 儒学已经不再被汉人垄断了 金帝国之所以能够横扫北方 因为他也早早地儒化 汉化 兴建孔庙 重用汉人儒生 汉化效果之好 以至于一百多年后 当金国被蒙古人征服的时候 竟然有不少汉人官员 为了大金国殉杰 在客观上 金帝国已经占领了咸阳 长安 洛阳 便量这些中原古都 在明分上 南宋帝国已经俯首称臣 因而儒化的金帝国的知识分子们 已经开始从儒家的角度 论证金国是天下之主的道理 比如有的金国儒生说 汉民族并不一定就比C更加伟大 关键要看谁更能符合儒家道德 谁就更有资格统治中国 这话听着挺有道理啊 假如南宋帝国也像南北朝 五代十国的那些小国一样折腾几年 就灭亡也就算了 可偏偏南宋又在外移带来的巨大焦虑中 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 经济文化仍旧一片繁荣 因此南宋知识分子们 就要饱受儒下的困扰 当外一夜拿起儒家的理论 来论证他们比汉人更优越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反驳二 假如辩论的对象 是汉人政权统治下的平民 比如佛教徒 那这事就很好办 直接瞪起眼来喊就是了 前面说过 要讲辩论 佛教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了 可儒生根本就不和佛教徒正面辩论 儒生们讨论过万法信空吗 他们根本就讨论不了 孔子的弟子说 夫子之言信与天道 不可得二文也 说终极真理 事物本质 这类东西 我们不知道 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此不与怪力乱神 说神神鬼鬼的事 我不知道 儒生根本就不和佛教徒们 正面辩论 只是说了句佛教不孝 然后就大吼 你怎么能不孝呢 你太不像话了 你要是按照逻辑规则追问他 为什么不孝就错了 他会一愣 然后说 你竟然还有脸问 你太不像话了 就这架实 你还怎么和他辩论呢 也就是因为 这帮儒生背后 有政权的支持 有刀有枪 有钱有权 中国的佛教徒们 才只好处处让着他们 所以善变的慧眼 在回应不敢毁伤 可以简歇地质疑的时候 只能用儒家典籍中的双关话来回答 但是南宋的形式不同了 大金帝国也有刀有枪 有钱有权 还是大宋的宗主国 儒生们想不辩论是不行了 但儒生们靠什么能敢压子上架 直接奔上辩论的舞台呢 我们刚才说什么 论辩论 佛教说第二 谁敢说第一 要想让我们认识理 符合理 就必须把浊气摒弃掉 存天理 灭人欲 我们后来常用这句话 批判成诸理学 金固人性 这个批判 有不准确的地方 成诸要灭的人欲 不是人类的一切欲望 而是那些 违反儒家制度的欲望 男子不能轻薄 陌生姑娘 但夫妻亲近 不仅允许 而且是必须的 因为传宗皆代符合儒家的理 朱熹作诗说 穿颜红绿意识心 墨浴朝情更可人 书册埋头无了日 不如抛雀去行春 他说 看 外面的春光多美好啊 看什么书啊 扔了书出去玩吧 你看 他其实不是死板的道德狂 当然 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看 儒家礼教 还是经过人性了 但是 光摒弃灼气 还不够 敬意是消极的行为 顶多让人不违反礼教 但还不能指导人 主动做什么 比如说 孔子那样的儒家圣人 孔子不仅仅是不纵欲 他还有智慧 留下了文语等儒家经典 来指导别人 这个文语中的思想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能不能 也像孔子那样 拥有伟大的思想呢 朱熹认为 孔子伟大 是因为孔子了解了理 因为理是终极真理 所以根据孔子思想总结出的 文语成为了传世的伟大著作 如果我们也了解了理 我们就可以像孔子那样 为这个社会 做出巨大贡献 就能成为儒家的圣人了 那么 我们该怎么了解理呢 因为理存在一万物之中 所以我们通过研究身边的小事物 就可以发现理 朱熹管我们对个别事物的研究 叫做格物实 那么我们只格一个物 是不是就可以发现终极真理了呢 可以的 这里就和物理学不同了 我们研究物理学 用的是归纳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观察很多很多的物理现象 然后去想想有没有什么统一的道理 可以概括所有的现象 这个统一的道理 就是我们的物理定律 如果我们只观察一个事物 就不能得到有用的物理规律 或者说 只有极小的概率才能蒙上 但是朱熹认为 通过研究单一的物体 来发现理事可以的 我们对朱熹的格物说 有一个常见的误解 就是以为 朱熹是在号召人们 格掉天下所有的事物 格来格去永远也格不完十一 其实不是这样 朱熹明确说 格物不是要格掉所有事物 既然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终极真理 那么理论上 你只要能穷尽一个事物的理 你就能可推而无不通眼 你就可以获得终极真理了十二 但是所谓穷尽 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就像普通人不能轻易成为圣人一样 普通人也很难随随便便 再通过一件事物就能发现 终极真理十三 但好在每一个事物都拥有理 那么我们就不用飞在一个事物上格 十四 我们可以随便格 见到什么就格十五 日常生活也可以格十六 觉得什么容易就格什么时期 格到什么时候呢 格到有一天 你就突然间发现自己什么都明白了 明白了世间的一切道理 你就完成目标了十八 以上这些内容 您没有看明白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概括理学 理学的理就是佛学佛性 道家道的大致翻版 理是终极真理 遍布于所有事物中 不能用理性语言直接描述 我们想要认识道理 可以从万事万物中慢慢领悟 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瞬间领悟到理 也就是领悟到世间万物的真理了 我们不用太认真研究理学 因为在经过了佛学的学习后 我们不难发现 理学有大量和佛学类识得地方 比如前面朱熹用月照万川的例子 就很像华颜宗的因陀罗网宝珠互相相应的比喻 再比如 朱熹认为在理论上隔一个事物 就能发现万物的终极真理 这也很像华颜宗的一极一切 还可以注意朱熹的这句话 他说 误出理的过程 难是零零碎碎错和将来 不知不觉 自然醒悟 其始故需用力 极其得知也 又却不假用力 此个事不可欲塑 欲塑则不达 须是慢慢做去 十九 这正是禅宗对动物的阐述 千万不能刻意 而这个一点点格物 最终格出真理的做法 分明就是神秀的实实擒浮式 理学和佛学不同的地方在于 佛教认为 包括世俗生活在内的 所有理性知识 都是妄想 都应该破除 儒家不同 儒家认为存在一个非理性的终极真理 但不意味着这终极真理之外的世俗世界 是必须抛弃的坏东西 世俗生活还是有意义的 儒生还要定国安邦治天下呢 所以禅宗用来破除理性概念的公案 万贺 和祖骂佛 对理学来说就过分了 理学不需要这么极端地破除理性 理学的格物比较像是道生的动物 是一个逐渐积累 直到一瞬间突然融会贯通的过程 作为以心振兴儒学的学者 朱熹很排斥佛教 然而从他的理学中 我们不难看出他受到禅宗的影响二十 以我们学过的禅宗去评价理学 那理学相当于禅宗的不彻底版 这样的理学 既拥有了佛学的哲学体系 阐述了终极真理的奥妙 又符合儒学并非看破一切的入世观 也避免了会能之后毫无规则的公案 惊世骇俗地喝祖骂佛 听上去蛮不错的 如果我们以佛学发展史为坐标衡量理学 那么理学是沿着中观般若一路走 走到会能之前 到了神秀那里 就突然止步了 这样做可以吗 这里的关键是 会能的去尘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杜撰 它是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结果 凭什么理学说 停在哪里 就能停在哪里呢 四 很多时候 理学难以把自己和禅宗区分开来 前面说过 禅宗认为 一切世俗的事物和佛性之间都没有距离 所以禅宗里有一句著名的话 轻轻翠竹 皆是法身 一一黄花 无非剥弱 二十一世间万物都是真理的完整体现 这同样是理学格物的理论基础 所以禅宗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领悟佛性 而理学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随时格物 问题是 既然佛性和理都难以用理性表述 那么 同样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领悟真理 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所领悟的到底是佛性还是理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禅宗的修行和理学的格物 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呢 这且不论 就像禅宗难以准确地说清楚修行的具体方法一样 朱熙对如何格物也说不太明白 他提倡用尽 成的心情 其认识事物 要心无杂念 但具体到技术上如何操作 讲的也是含含乎乎 和朱熙同一个时代 有一个叫做陆九渊的书生 提出了和朱熙相近又不太相同的行而上学 称为新学 陆九渊反对朱熙的格物 认为真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 用不着去格外舞 因为学术上的分歧 朱熙和陆九渊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史称俄胡之会 当时两个人谁也没说服谁 不久 理学成为了宋帝国的官方学说 弘扬天下 朱熙三百多年后 一个背后人常称为王阳明的儒生决心 要按照朱熙的理论 认真去格一个竹子 去穷尽竹子中的理 他一连隔了七天 心力交瘁 为此大病一场 却什么也没隔出来 王阳明从此对理学产生怀疑 投入了陆九渊新学的门下 最终把新学发扬光大 我们用佛学的话翻译一下 就是说王阳明跨越了朱熙 不敢迈过的界限 一步跨到慧能那里了 理学和慧能的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 慧能认为人心和佛性之间 是没有距离的 即心即佛 不需要修行 就可以领悟佛性 而理学认为 虽然理无处不在 不可言说 但要追求理 还需要刻苦的努力 也就是格物 但是 既然理这个终极真理无处不在 那么也应该体现在人心里 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外物 去寻找呢 二十二 所以王阳明说 乃知天下之物 本无可格者 其格物之功 只在身心上做 二十三 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内心中 去追求终极真理 接下来的推理 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就是禅宗理论的复习课 既然我们的内心 就是终极真理 那么我们对终极真理的 领悟过程 也应该类似于禅宗的动物 就像陆九渊说的 一是集结事 一名集结名 二十四 既然终极真理 不需要特别追求 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 包括格物在内 任何刻意的修行方式 所以王阳明作诗说 即来吃饭 卷来眠 知此修行 悬更悬 说与世人魂不信 却从身外密神仙 二十五 你看 这完全就是禅宗 即来吃饭 昆来即眠的翻版 心学和禅学理论之尽 王阳明连话都懒得改了 既然终极真理 就在我的内心之中 不需要从外物中追求 那么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外在 与我们的儒家经典呢 这何会能认为 不需要依赖 佛家经典 是一个道理 所以陆九渊说 学狗之本 六经接我注脚 二十六 如果我掌握了真理 那么儒家经典 对我来说 意义就不大了 不过是我思想的注视而已 这么说 在逻辑上没有问题 终极真理 是不能用理性的文字来表现的 所以儒家经典 必然不是终极真理的 直接阐述 顶多只是一个注解二十七 到目前为止 心学和禅宗 几乎都一模一样 但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佛教的终极真理 是佛性 这个佛性 是完全超越 一切理性概念的 其中也包括道德概念 佛性 是无所谓善和恶的 是超越了善和恶的 道德在佛性看来 是一种动物 不彻底的执着 理学心学的终极真理 理学称为理 陆九渊称为心 王阳明称为两知 虽然也超越理性概念 也不可以用文字言说 但这个终极真理 是属于道德的 而且符合儒家道德的规范 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呢 孟子持性善论 认为人的本质是善的 这个善 当然是儒家道德标准下的善 这就是说 孟子认为 儒家道德属于人的本质 在理学和心学看来 既然人的本质是善的 人的本质又符合终极真理 那么终极真理 就是善的二十八 是符合儒家道德的二十九 也可以抛开性善论这么说 儒家鲜艳地认为 道德人伦是天经地义的 是不容置疑的 理学和心学的终极真理 也是天经地义的 这就是说 终极真理和道德人伦 是一回事 理学和心学的终极真理 就是儒家道德 终极真理永恒不变 那么 儒家的忠下道德 也就是永恒存在 不可置疑的了三十 所以朱熹才敢说 刚长千万年 磨灭不得 三十一 王阳明才说 儒家道德 放之四海 而皆准 是诸后世 而无朝夕者也 三十二 既然儒家道德 是终极真理 那当然 是在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里 都是正确的了 俗语常说 天理何在 这个天理就是老百姓公认的道德 放在过去就是儒家道德 为什么敢咆哮天理何在 就是因为 老百姓认为 理是从天而来的 拥有不可置疑的 鲜艳的正确性 他们不去怀疑 理到底正确不正确 而是想都不想 就理智气壮地大喊 为什么不遵守天理 这听上去也可以成立 其实有问题 我们前面说 理也好 良知也好 都是用理性语言不能表达的 但是 道德不是个理性概念吗 我们说道德 不就是一条一条 清晰明确的 你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吗 非理性的理 是如何产生理性的 标述清晰的道德观念的呢 我试着来替理学和心学解释一下 人类天生的道德 并不是来自于理性思辨 而是来自于 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性本能 比如说我们孝顺父亲 这不是来自于内心里的清晰的命令 比如必须对父亲好 而是我内心某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本能 这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本能 是永恒的 是根本的 就是理 而我们对父亲的笑 只是其外在的表现 这就好比食欲一样 食欲本身是超越理性的 没有理性思想的动物 也有食欲 但在有理性的人类身上 食欲会驱使人 给自己下达种种理性命令 来满足食欲 所谓我要吃东西这个理性概念 不过是非理性的食欲的表现而已 认为理和良知代表了终极道德的好处 首先给儒家道德找到了一个天然的合法性 谁如果不孝顺父母 儒生就可以说你是丧尽天良 不用再进一步解释 你不孝违反的势力 这里是万物都遵守的终极道德 那我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其次的好处是 有很多让人纠结的道德问题 都可以解决掉了 假如说孝道只是外在的强加的道德观念 那么比如遇到不养子女的父亲 值不值得孝顺 自己没饭吃的时候 要不要再赡养父亲等复杂的现实问题 我们就必须经过复杂的逻辑讨论 才能知道该怎么做 就像现代西方伦理学所讨论的那样 假如认为理和者 良知是一种超越了一切客观世界的 永恒不变的 决定了一切事物的最本质的终极真理 那么这就简单了 只要我们能够把握理或者良知 根据理或者良知的指示 我们就能选择出正确的选择33 我们也就可以获得儒家的最高成就 成为儒家的圣人了 宋元学案中记录了一个故事 说陆九渊给弟子讲什么是本心 及陆九渊理论中的终极真理 讲了半天讲不清楚 后来他的弟子当了县里的小官 断了一个案子 陆九渊对弟子说 你断的这个案子 让当事人明白了道德是非 你断案的依据就是本心34 听上去没问题吧 可是 你有没有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既然终极真理 就在自己的心中 既然外在的经文 说教都不重要 那么是否道德岂不就是自己说了算 王阳明大胆地说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天没有我的灵明 谁去养他高 得没有我的灵明 谁去抚他身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 谁去便他急凶灾想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 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我的灵明 离却天地鬼神万物 亦没有我的灵明 35又说 人凶中各有各圣人 36又作诗说 各个人心有众疑 37 假如我的心灵 就是万物的主宰了 那道德在哪38 假如我就能代表孔梦 那如学在哪 这最后的突破 将由泰州学派完成 12 谁笑到了最后 一 前两章我们讲的是 破除理性 不讲逻辑的禅宗 最后是如何代替传统佛教 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 但你有没有发现 我有个自我矛盾的地方 在前面讲佛学 是如何代替玄学的时候 我说 是因为玄学不讲逻辑 不讲逻辑 就没法讨论 没法研究 没法发展 所以玄学 被中国知识界抛弃了 而佛教有严谨的逻辑 所以佛教更受欢迎 代替了玄学 但是禅宗不是和玄学一样吗 不是也不讲逻辑 没法研究 没法发展吗 既然未尽时代的知识分子 因为逻辑严密 而欢迎佛教 为什么禅宗之后的知识分子 就不因为同样的理由 放弃禅宗 而重拾传统的佛教理论呢 按理说 此时应该有人指出 禅宗不讲逻辑的缺点 重新拾起逻辑的武器啊 为什么中国文人 却接受了禅宗呢 此中道理 需要到中国北方 游览一圈才能明白 外国人造访中国 长城市壁区的景点 最长区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北京市西北的居庸关 一个是河北省东北的山海关 两个关爱的连线是燕山山脉 宛如一条水平线 横在北京市的北方 从秦 汉到明朝 中国长城的东段 都建在这段山脉上 这是因为燕山山脉以南 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 再无天险 燕山是防守北方民族的 最后一道屏障 唐帝国灭亡后不久 一位叫做石敬堂的将领 和北方的契丹人 达成秘密协定 契丹人出兵 帮助石敬堂夺取 中国北方的政权 石敬堂则把包括燕山山脉 河北平原在内的 大量领土割让给契丹人 这片领土 中国历史上 称为燕云十六州 在中国历史上 中原政权向少数民族称臣 纳贡 割让土地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连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渊 都曾经向突厥人称臣 因此 暂时割让领土或许不算什么 以后大可以再夺回来 我想 石敬堂本人 大概也以为 这不过是个权益之计 他想不到的是 这件事对中国历史的深渊影响 会持续好几个世纪 燕云十六州 这件事放下暂且不提 深深影响中国历史的另一件事 是唐朝的藩政制度 唐王于藩政 换句话说 唐朝的灭亡 盗戒了后代王朝 一定要限制地方军队的实力 把主要的军力握在中央的手里 这才最踏实 因此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 逐渐开始重视建设禁军 增加中央军的实力 再次统一天下的宋朝 更是以强大的禁军闻名 这件事看上去很合理 皇帝把军队直接掌握在手下 这样就不会再犯唐朝的错误了 问题是唐朝人不是傻子 唐朝统治者当然知道 让皇帝直接掌握全部军队是最安全的 但是这么做是有问题的 古代的通信和交通非常不发达 如果要把中央军安排在 距离首都比较远的地方 粮食由地方政府供应的话 那么朝廷对军队下达的命令 军队向朝廷的汇报 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朝廷对地方监督成本变得非常高 指挥会变得非常笨重 军队也很容易在文件上做手脚 训思舞弊甚至暗地里违反朝廷的命令 而且因为军队的粮食 只依赖于地方政府而不是朝廷 因此所谓的隶属于朝廷 不过只是名义上的隶属 朝廷对军队的控制 只不过是往来的几份文书而已 统治的时间一长 这些军队也就变成了地方的军队 没必要听从朝廷的了 这就像唐朝的藩阵一样 在名义上 藩阵当然是服从于朝廷的 朝廷给藩阵的命令 在法律上藩阵必须无条件执行 但是因为藩阵距离朝廷太远 远离监督又在经济上独立 因此藩阵在实际意义上属于地方军队 而不是朝廷军 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军 必须是驻扎在首都附近 必须是由首都来提供粮食的 问题是中国太大了 如果是个欧洲封建小国 能够镇得住全国的部队 只需要几千人 上万人就可以 那么这些人大 可以驻扎在领主的城堡附近 所需要的粮食 从附近不远的领土 就能掉极其 可是中国太大了 土地大 人口就多 人口多 壮丁就多 壮丁多 需要镇得住全国的中央军人数就多 一般认为 送出中央进军 和其家属的人数 达到了70万人 其实 这点人数 和全中国的壮丁总数比 也不算太多 也未必够用 可是 这70万人 再加上首都市民 一共140多万人 所需要的粮食 光首都附近 那点土地 可就供应不起了 中国的领土面积 远比欧洲小国要大 但古代的运输能力 却没有相应增加 要喂养140万人 需要极为广大的土地上的产出 这些产出 要经过崇山峻岭的长距离运输 才能送到首都 因为运输的速度太慢 所以古代运输粮食的损耗非常大 一车粮食走上几个月 车上绝大部分的粮食 都被运输人员吃了 能运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也就是说 要供养能镇得住全国的中央军 就意味着全国有大量的粮食和人力 都被浪费在运送粮食的途中 在古代 粮食就是一切 有粮食就有人口 有人口就有生产力 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 粮食充足 就能进入人口不断繁衍的粮性循环 一旦粮食不够用 就会造成饥荒 叛乱 兵电 军队打不过外族 古代百姓常年在温饱线上挣扎 好端端地把那么多粮食 都白白浪费在路上 是不现实的 但这个问题不是无解的 有一个解决办法 草运 草运利用水流的便利 可以用很少的人 很少的时间运送沉重的物资 相当于是古代的铁路 有了草运的低成本运输 减少了粮食在运输上的浪费 大规模的中央金才得以建立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草运运输成本低 所以朝廷可以把地方的粮食 都搜刮 集中起来 让地方没有多余的财产 也就等于强化了朝廷 对地方的控制力 避免类似唐朝地方武装割据的情况 草运的办法不错 但草运的前提是必须有何啊 而且首都必须在草运网络的中心 这样四通八达的运河 就可以像深象地方的血脉一样 不断吸取地方的经济 源源不断地供给朝廷 这样的草运中心 在中国有一个 就是便良 今天的开封市 便良是当时草运交通的枢纽 掌握着全国草运的命脉 在五代十国的时候 就有很多王朝定都便良 宋帝国要在首都附近 驻扎数量庞大的进军 也只能定都便良 然而这个选择 已经为宋帝国的灭亡 埋下了伏笔 二 便良作为首都 有一个巨大的缺点 它交通便利 也就意味着不利于防守 便良周围都是平原 北面除了黄河 基本无闲可守 当然 宋朝人也不是傻子 宋朝的统治者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赵匡印就曾经考虑 要把首都签到更容易防守的洛阳 但是那时 宋帝国还没有完成统一 南方还没有平定 燕云十六周还没有收回来 太原也没有收复 所以赵匡印还没顾得上考虑迁都的事情 在还没完成这一切的时候 赵匡印突然去世了 赵匡印死后 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 赵匡印的死因有很多疑点 有很多历史学家怀疑 是赵光义谋杀了他 到底是不是赵光义谋杀 这件事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按照中国传统的继承习惯 赵匡印有一个比赵光义更合法的继承人 赵匡印的儿子赵德芳 他是对赵光义威胁最大的皇位竞争者 这是和变良有什么关系呢 在继承皇位之前 赵光义是变良市市长 赵德芳的岳父 是洛阳市市长河南知府 显然 皇位不稳的赵光义 必须把首都安排在自己的地盘里 因此 不管变良是不是容易防守 由赵光义统治的宋帝国 必须定都在变良了 赵光义不是一个无能的皇帝 他继位以后 平定了南方 平定了太原 这时的宋帝国和传统汉族帝国的疆域相比 只剩下燕云十六州了 在刚刚平定太原之后 赵光义立刻组织军队 进攻燕云十六州 战争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 其单人太强了 游牧民族虽然兵强马壮 却很少能入主中原 关键在于游牧市的生产方式不能维持大量的人口 在对汉民族的作战中 游牧民族虽然在局部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但是人口的悬殊比例 使得他们最终只能劫掠一时 抢完就撤 汉人政权就算一时失利 也可以凭借生产力的优势 慢慢挽回败局 但是当年石敬堂割让的并不只有土地 还有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农业人口 契丹人取得燕云十六州后 他们立刻模仿汉制 给自己取国汉为辽 而且早在得到燕云十六州的二十年前 契丹人就已经开始重用汉人 逐步汉化 等到赵光义进攻燕云十六州的时候 辽帝国已经按照儒家模式 经营了这里四十多年 辽帝国将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居民 分成若干部分 编制到自己原有的部落下管制 这样每一个七单人的部落 都有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和兵源支持 和汉人相比 辽人在生产力上的劣势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次北伐战役中 宋军和辽军在今天北京市西直门外的高粱河边上 决战 宋军战败 赵光义中间逃跑 一年后 宋帝国再次北伐 再次失败 六年后 宋帝国再次北伐 再次失败 宋帝国西路军副统帅杨继夜 被辽军俘虏 三天后死亡 后来 杨继夜的事迹 被民间演绎成杨家将 编造了杨继夜的儿子 女眷领兵打仗 大败辽军的故事 以后每当受到外族入侵 国人就抬出这部戏 在杨满女将的锣鼓声中 回味胜利的滋味 但历史不是这样的 刚才说过 燕山山脉是中国北方唯一的屏障 山脉以南是一马平川的平原 正适合北方骑兵驰骋 从燕云十六周的边境到黄河边 骑兵即持不过几天的路程 而黄河对面 就是北宋帝国的首都汴梁 为此北宋 专门在华北平原上挖坑植树 来抵御骑兵 和土坑和树林 怎么能和建在高山上的长城相比 八年后 辽帝国大举入侵 辽军一度逼近北宋首都 大宋皇帝已经做了难逃的打算 幸亏宋军拼力抵抗 最终与辽国和谈 两国以对等的身份互相承认 但是北宋要每年送给辽国一定的财物 驻军旅之资 与此同时 在北宋帝国的西线 宋军还要和历史上 被称为西夏的大夏帝国交战 后来两国和谈 夏国向北宋称臣 但北宋每年也要赐给夏国不菲的财物 就像强大的唐帝国对外民族展开怀抱一样 饱受外族侵扰的宋帝国 催生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儒生们对一下之便尤为敏感 来自国外的佛教 成了这股民族情绪的牺牲品 送出的儒生 就攻击佛教 灭君臣之道 绝父子之情 弃道德 为礼乐 略武常 千四名之常居 毁中国之一观 去祖宗而肆宜敌一 这不过是千百年来的老生常谈 并没有新鲜的批评 只能算是发泄情绪而已 更紧迫的问题还在后面 在辽宋和谈一百年后 辽帝国和北宋帝国 先后被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金击败 上化山水的宋徽宗和他继位的儿子 以及成千上万的公民 大臣都成为阶下囚 俘虏们受到极大的羞辱 两个皇帝被冠以屈辱的名号 被迫带领群臣 向金国的祖庙行投降礼 其中的种种惨状 已经是相关史书的老生常谈 大宋虽然没有王国 但丧失了北方的大片江山 被迫偏恩一语 史上称为南宋 当年 宋太祖曾经豪迈地说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乎 没想到这张床被他的后背睡来睡去 睡到了南宋 已经从八尺方床收缩 而为行军床 前中疏雨了 相比皇室所说的屈辱 土地的沦丧 或许南宋和金帝国之间的合约 更难以让汉人如生接受 在这份合约里 除了遂共之外 南宋帝国要正式向金称臣 从两国的利益上来看 这份合约南宋并没有太吃亏 按照合约 金规还了其扶植的汉人傀儡政权的一部分土地给南宋 还将还了现任皇帝的生母 但称臣这事怎么能行 汉人的那份自大概如何安放 更要命的地方是 儒学已经不再被汉人垄断了 金帝国之所以能够横扫北方 因为他也早早地儒化 汉化 兴建孔庙 重用汉人儒生 汉化效果之好 以至于一百多年后 当金国被蒙古人征服的时候 竟然有不少汉人官员为了大金国殉杰 在客观上 金帝国已经占领了咸阳 长安 洛阳 边梁这些中原古都 在明分上 南宋帝国已经俯首称臣 因而儒化的金帝国的知识分子们 已经开始从儒家的角度 论证金国是天下之主的道理 比如有的金国儒生说 汉民族并不一定就比C更加伟大 关键要看谁更能符合儒家道德 谁就更有资格统治中国 这话听着挺有道理啊 假如南宋帝国也像南北朝 五代十国的那些小国一样折腾几年 救灭亡也就算了 可偏偏南宋又在外移带来的巨大焦虑中 持续了150多年 经济文化仍旧一片繁荣 因此南宋知识分子们 就要饱受儒下的困扰 当外一夜拿起儒家的理论 来论证他们比汉人更优越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反驳二 假如辩论的对象是汉人政权统治下的平民 比如佛教徒 那这事就很好办 直接瞪起眼来喊就是了 前面说过 要讲辩论 佛教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了 可儒生根本就不和佛教徒正面辩论 儒生们讨论过万法信空吗 他们根本就讨论不了 孔子的弟子说 夫子之言信与天道 不可得二文也 说终极真理 事物本质 这类东西 我们不知道 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此不与怪力乱神 说神神鬼鬼的事 我不知道 儒生根本就不和佛教徒们正面辩论 只是说了句佛教不孝 然后就大吼 你怎么能不孝呢 你太不像话了 你要是按照逻辑规则追问他 为什么不孝就错了 他会一愣 然后说 你竟然还有脸问 你太不像话了 就这架实 你还怎么和他辩论呢 也就是因为 这帮儒生背后 有政权的支持 有刀有枪 有钱有权 中国的佛教徒们 才只好处处让着他们 所以善变的慧眼 在回应不敢毁伤 可以简削地质疑的时候 只能用儒家典籍中的双关话来回答 但是南宋的形式不同了 大金帝国也有刀有枪 有钱有权 还是大宋的宗主国 儒生们想不辩论是不行了 但儒生们靠什么能敢压子上架 直接奔上辩论的舞台呢 我们刚才说什么 论辩论 佛教说第二 谁敢说第一 这种价值观 百姓也是认同的 典型的例子 是清军入官时的剃头令 清军并不是在占领汉的的同时 就强制剃头的 而是在基本平定天下 四海沉浮的时候 才宣布强制剃头 但是在剃头令颁布以后 各地都出现了 汉人造反的情况 有些地区甚至死伤惨重 按常理来说 这不正常 清军来的时候你都投降了 贵也贵了 爷爷也叫了 怎么依让你剃头 你又完命了呢 这说明 中国古人认为 衣冠服饰 甚至比国家兴亡还重要 名人看清人 那一小圈头发那一小搓辫子 所谓金钱属尾头 头上留的头发 只有铜钱大 辫子如同老鼠的尾巴 清宫系里常见的阴阳头 是清朝后期才有的 觉得只有形同禽兽的野蛮人才打扮成那样子 名人觉得 你占领了我的土地没关系 只要我还保持着汉人的文化 那你就还是野蛮人 我还是文明人 可是要我也打扮成野蛮人的样子 那我也就形同野蛮人了 穿着女真人的衣服 即与牛马合意 八十七 觉得这和畜生都没有区别了 所以这事宁死也不能干 我们从这个背景上来看 明末世大夫们穿着女人衣服招摇过世 甚至穿少数民族的戎服 在儒家看来 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了 儒生里乐见到有人穿着鲜艳的丝绸衣服 立刻惊心骇慕感叹死乱象也 这种感觉大概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居委会中年女主任穿越道 今天看见满街都是染发路被穿鼻环的非主流差不多 估计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了 这是要疯吧 没那么夸张 我们不能夸大泰州学派 对儒家社会的颠覆力量 在上文中 我们可以从泰州学派的言论中 挑出了叛逆的部分 假如继续寻找的话 甚至还会发现王更提出过 用选举制代替科举制的民主观念 何欣引导过 接近社会主义的团体聚和堂 罗汝方讲课面向广大工农子弟 这么看来 泰州学派简直就是民主先锋了 但其实以我们今天的标准去看 泰州学派讲的仍旧是很保守的儒学 还是在歌颂孔梦 还是在讲仁义道德 他们虽然已经嗅到了自由的味道 但是和现代社会的自由观念相比 还有很长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 一言星邦很多时候 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幻想 如果没有欧洲重视私有权的社会传统 没有贵族和王室分庭抗礼的社会环境 没有商人阶级的崛起 再多的卢梭也不可能掀起法国大革命 我们上述明末的开放景象 根本原因并非出自泰州学派的倡导 而是因为当时商业的发达 商人的影响力大到可以威胁儒家秩序88 所以我们不能夸大禅宗和泰州学派的作用 比如假设清军要是没有入关 泰州学派会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资本主义革命 这恐怕只是历史爱好者的一厢情愿 不过 禅宗的确通过理学 新学和泰州学派 彻底改变了儒学的学术轨迹 就像狂蝉把佛教带入了一个尴尬境的一样 泰州学派也把儒学带入了和初中南辕北辙的困境 这意外的结果 是当初一心想振兴儒学的朱熹肯定想不到的 七 在这章的最后部分 我们评价一下理学和新学 禅宗和新学从表面上看极为简单 很多人只看到了他们的表面 不理解背后的哲学理论 因而产生了很多误解 就连佛教内部人士也不例外 唐代的僧人道进和善道 就质疑禅宗说 你们禅宗说 极心极佛 说见到内心就是见到佛性了 那岂不是说我见到衣服就应该暖壶了 看到吃的就应该饱了八十九 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质疑是对禅宗的误解 禅宗说 极心极佛 是因为佛性是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 所以和人的内心没有距离 并不是说连衣服 食物也都是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 佛性和衣物两者不能类比 衣服 食物的本质也就是空的确是超越了时空的 但如果能体悟到这点 那么修行者本人也就已经接近成佛的境界了 佛当然是无所谓保暖的 以凡人的思维去理解佛 认为佛想暖就暖 想保就保 这也完全成立 并没有矛盾的地方 另一个唐代僧人非希认为 不念佛号不行 他说 只有念了佛 想到佛 才叫 是心是佛 他反问禅宗 禅宗说人心中不能有任何念头 就是心是佛了 那修行者心中也没有想到恶事 能不能说修行者 是心舍了九十 他的误解在于 禅宗认为心不产生任何念头的时候 就能把握万物的本质 那为什么把握的是佛性不适恶呢 那是因为佛教认为 万物的本质是佛性不适恶 心学也经常被现在的人误解 因为王阳明的那句 其实毫无深意的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乳心同归于迹 因为王阳明传奇般的君旅生涯 因为他的农场动物 有些人虽然不知道心学的理论 却想当然地认为 心学是某种玄妙神奇的东西 一经掌握就可以超凡脱俗 甚至可以成为大政治家 大君士家 做书无往不利 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不是 从哲学本身的价值上说 理学心学和佛教哲学 和康德一脉的形而上学相比 没有太大的差别 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见解 无非是认为 世上存在超越万物 且决定万物的终极真理 并且这终极真理 超越了一切理性思维而已 而且理学心学还是错的 理学心学认为 终极真理就是儒家道德 可这有什么根据 根据是 人伦道德是天经地义的 凭什么呀 就凭儒家道德是孔子定的 其实 之所以古人产生 儒家道德是天经地义的错觉 是因为儒家道德是古代社会 最有效的统治工具 不讲三纲五常 国家救乱 救灭亡 这经验自打从中 国有历史以来 就没不灵过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 那时的人们认为 儒家道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到了现代 这个真理早就被颠扑破了 美国没有 均为承担了 美国小贩敢在白宫门口 跳着脚骂总统 全家是狗娘养的 总统见了 还得给人家露笑脸 这美国国王了吗 我们现在没有 富威其刚了 姑娘们敢揪老爷们的耳朵 刷着男人的信用卡 还顺手养了撒备胎 这天下大乱了吗 马路上 俩大姑娘穿着小背心 光着大白腿手拉手地走 走一半相识一笑 八 打个脖儿 这简直就是儒家眼里的群魔乱舞 这地球毁灭了吗 钢肠千万年 磨灭不得 其实钢肠在现代社会里 早就磨灭得差不多了 反倒是人人平等 这样反钢肠的价值观 更被人们接受 在这个没有儒家钢肠的世界里 非但没有亡国灭族 反倒有更加开明的政治 更加健全的法律 更加丰富的文化 更加发达的科技 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显而易见的事实 狠狠地抽了理学和心学一记耳光 为什么还要崇拜他们呢 在谈论理学和心学的时候 要记住 他们是从儒家道德而来 向儒家道德而去 从始至终都没离开过伦理道德 然而道德这件事 不光是儒家研究 全世界学者都在研究 在西方这门学问叫伦理学 理学心学用形而上学 去解释道德 这事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欧洲哲学家们也这么搞过 有名的儒康德 而且西方人研究了一段时间 发现这么搞是不对的 现在已经不用形而上学来 证明伦理学了 现在的伦理学 有一套更为成熟的研究方法 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 那有什么理由 不用最新的最好的办法 反倒却无条件地崇拜古人 站不住脚的结论呢 那我们退一步 说理学和新学 最起码在古代是伟大的 是儒家社会定国安邦的伟大学问 可不可以 这也很勉强 我们知道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模式下 只要全民原人都遵守儒家道德 社会就能稳定 国家就能强盛 那理学和新学 对道德统治提供了什么帮助 唯一的帮助 只是在理论上强化了儒家道德的合法性 证明儒家道德是天经地义的 而且还正错了 如果当时有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和儒生辩论 这套证明是有用 但对于帝国的根基 老百姓们来说 这番证明有什么用呢 没有哪个老百姓懂得你们这番复杂的东西 统治者用不着证明什么 只需要多修官地庙贞洁排放来强化老百姓的道德观就够了 这和理学新学无关 对于军事对手 理学新学更没用了 谁听你的啊 多组织点军队 多生产几件武器 才是正经 这和理学新学也无关 理学新学对统治是有用 能用来教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懂得思考 难免会对儒家道德产生疑惑 理学新学里强大的形而上学部分 可以打消知识分子的疑惑 让他们对儒家道德的信念更加坚定 所以古代的理学新学大师们 常最心于在各地开办学馆 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学问 但客观上也让地方的知识分子官僚相生 更加信仰儒家道德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增加了当地官员富商们的思想凝聚力 可是强化意识形态其实没这么麻烦 只要朝廷规定公务员考试必考四书五经 谁敢反对儒学我就抓你 这就足够了 宋时曾有一段时间 官方打击理学 说理学是伪学 想做官的书生人人都骂理学 这宋朝也没大傻倾覆 儒家道德还是如日中天 宋朝还不是一样 用儒家制度统治着 有没有理学新学 又有什么区别 其实恰恰是理学的宋朝和新学的明朝 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搞得最焦头烂额的两朝 宋朝把理学列为官方学说以后 没能重振朝纲 反倒是被完全不学儒学的外族政权 催枯拉朽般摧毁了 明朝新学流行之后 也没能抵外乳安内乱 反倒是那些外患全都一起来了 您新学厉害 您倒是振振朝纲啊 您倒是用新学生产二斤粮食 杀几个敌军啊 是想那个整天被政务军情搞得心急火燎的重振地 假设送他一个当时最伟大的新学大师 让大师给他指点一番 那个新学大师会交给皇帝什么 更有效的税收政策 安抚农民军的好办法 宁远防线的部署方案 耐旱作物的种植推广 新的盔甲 制作工艺 当新学大师摇头或脑地说什么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乳心同归于记的时候 崇祯帝会不会直接让人给他轰出去 让他少耽误自己的功夫呢 学了理学新学 的确可以提高人们对儒家道德的信念 可是光有信念又有什么用呢 明末以死迅捷的儒生是很多 可这么一帮不懂经济学 政治学 军事学 农业学 只知道以死迅捷的臣子 对帝国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那时的儒生才批评理学家说 平时袖手谈心性 林威义死报君王 明末清初的时候 黄宗熙 顾炎武这些大知识分子 发现搞了半天理学新学 结果反倒是国家里外一团糟 儒家王朝倒背 一敌征服了 事实证明理学新学 只能误国不能强国 因此他们对理学新学 都有强烈的批判情绪 顾炎武就批评说 西之清谈 谈老庄 金之清谈 谈孔梦 九十一同样的道理 就像禅宗不能提高个人的工作能力 经商能力和社交能力一样 理学和新学也提高不了个人的能力 一个合格的禅宗学者 他看到的是万物性空的本质 看到工作也是空 商业也是空 人际交往也是空 完全不在乎这些事 上班对他来说是上不上班无所谓 经商是赚不赚钱无所谓 社交是你喜不喜欢我无所谓 你觉得我无理 我还觉得你执着于色相呢 他不会成为成功人士 反倒是一个世俗标准下的失败人士 一个合格的理学新学学者 他看到的是万事万物都必须遵守儒家道德 工作也要遵守道德 商业也要遵守道德 人际交往也要遵守道德 工作对他来说必须遵守仁义理智 经商对他来说根本不屑于为 社交对他来说必须遵守三纲五常 要他来参加现在的社交晚宴 他的反应应该是跳上桌子 指着一屋子杂储的男女痛斥到 你们违反了亘古不变的真理 你们都是一群禽兽 他也不会成为成功人士 他只会成为世俗标准下的怪物 那理学和新学有什么用呢? 理学和新学只落脚在道德上 而且研究的深度远落后于现在的伦理学 两者的意义仅仅在于坚定当事人内心的信念 只有在坚定自己的信念这件事上 理学和新学才重要 当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这是因为人有一个与生俱来 极难摆脱的困境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但人的能力有限 因此人必然会遭受痛苦 这个痛苦是人类摆脱不掉的原罪 穷困如百姓 会为了身体肉欲彻夜哀嚎 富贵如帝王 会为了终有一死整日忧愁 人类的很多高级的文化活动 都是为了摆脱这份痛苦 比如佛教就用消除欲望的方式来消除这痛苦 基督教用永恒的博爱来抵消这痛苦 儒家用亘古不变的道德来抵御这痛苦 别的不说单说儒家道德 有一份道德在心中可以干掉很多世俗中的痛苦 比如受到穷困 饥饿这些痛苦的时候 一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最高的道德标准 心中升起一股崇高感 那么就会觉得自己所受的苦难都值得 受苦就是在心目中的那个道德系统里给自己加分 这么一来 所有的苦难都有了回报 也就不显得那么苦了 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 一想到彰显道德比死亡更重要 也就可以对死亡更加坦然 既然道德比死亡更重要 用死亡换取道德就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那为道德而死还占便宜了呢 有什么可怕的 既然死都不怕了 现实又有什么可怕的 远的不说 单说近代无数为革命牺牲生命的先辈 要知道他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不相信死后有来生 认为自己死后将会面对绝对的虚无 什么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 什么中国的明天 他们一死就什么都见不到了 那他们为什么不怕死 只因为他们相信 有比死亡更重要的道德标准 为了革命道德而死 是划算的 且不说为国牺牲这么大的事吧 就只对个人幸福来说 内心坚信一种道德 要比那些没有信仰 只知道追求物欲 又不得不在欲望和现实的矛盾中 永长痛苦的人们快乐多了 这就是儒家道德为了个人幸福 所能做到的 但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道德 不能是普通的道德 普通意义上的道德 有着强烈的社会属性 道德是大多数人承认的一种 行为规范 必须依赖大多数人的承认 这个定义很好理解 同样是在餐馆里大声喧哗 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道德的 甚至会感到亲切 但到了外国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接受大声喧哗 同一件事就变成不道德的了 大部分道德问题都和餐馆喧哗一样 道德不道德是相对的 在有的文化里是道德 在有的文化里就成了不道德 但是这种依赖于大众文化的道德 是不能驱散欲望和现实矛盾 所产生的永恒痛苦 用来寻求个人的永恒幸福的 就比如革命者即将为理想而牺牲 你告诉革命者 你的理想正确不正确 这是相对的 对你们来说是正确的 对另一群人来说是错误的 革命者能接受这种想法吗 他们一定认为 自己所坚持的道德是亘古不变 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就算有人反对这道德 这反对也是暂时的 无力的 从更远的未来来看 革命道德才是永存不朽的 儒家学者包括理学 新学家们在内 他们并非没有欲望 他们的欲望是彰显儒家道德 建立儒家的理想社会 但是欲问无限 能力有限 儒生们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 必然会遇到失败 假如道德的成立 与否只依赖于大众认同 而不是亘古不变的话 那怎么能让失败的儒学家们 得到内心的安慰呢 就比如在满人入关的时代 汉人儒生们一定会觉得万分痛苦 这又到了遗迪遍地的乱世了 假设这个时候 有一个不懂儒学的女真将领 把一个儒生全家都绑起来 当着儒生的面 把她的家人一个一个杀死 男女老上横尸遍地 然后把低着亲人热血的刀口 架在儒生的脖子上 对这儒生说 下一刻你就要死了 在你死前我要告诉你 你们的皇帝已经死了 你们汉人的国家亡了 你们的儒学也到头了 你坚持一辈子的儒家道德百无易用 我们在未来要建立一个没有儒学的世界 这个时候儒家道德该怎么安慰这个儒生 让他不怕死呢 这个儒生必须在心里坚信 在心里大喊 不 儒家道德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你杀了再多的人也没有用 儒家道德超越一切刀枪 一切意识形态 用任何手段都摧毁不了的 会永存下去 也就是说 只有论证儒家道德是超越一切客观事物的永恒真理 它才能真正起到安慰个人的作用 才有资格成为一种信仰 理学心学的最大作用 是用精妙的理论证明儒家道德是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 为了理学心学而活 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是人活着最值得做的事 就算人生遭遇苦难 就算国家沦丧 就算宇宙毁灭 儒生所坚持的这份真理 都能永恒存在 找到了这么一件事 人还能痛苦吗 王阳明领悟心学的关键一刻 在农场悟道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王阳明是个儒家书生 他的人生目标当然是当大官 掌握权力 然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治理国家 在农场悟道之前 王阳明都挺顺利的 考试 当官 事业一帆风顺 最后当上了国防部人士处处长 中央大员啊 不算大权在握也算小权在握啊 但是过了不久 王阳明得罪了刘锦 直接从中央大员 变成了偏远地区贫困县的 邮政局局长 这是一个全国最小的小官 我们知道 刘锦这种宦官没文化 内心无比自卑 心眼特别小 得罪了他的人 除非主动去给他舔鞋 否则没机会让他回心转意 这就是说 只要刘锦不下台 王阳明这辈子的仕途 就完全葬送了 什么儒家道德啊 什么光宗耀祖啊 所有理想和个人名利 全都没了 当时的王阳明 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 一下子成为一个彻底的loser 简单说吧 就是王阳明这辈子已经完蛋了 然后王阳明就农场悟道了 王阳明在悟道之前 他受到了环境最强烈的打击 类似于前面讲的那个在刀口之下的 明末如生 他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 他在客观世界里 已经无法拯救自己 他迫切需要在主观世界里 拯救自己 也就是说 他需要让自己相信 自己所作所为 符合最高级的 超越一切官场 臣服名利得失爱恨情仇的 亘古不变的真理 这时候 最好的安慰他的东西 就是心学了 心学给了王阳明什么 给了王阳明安慰 给了他坚强的信心 让他在儒家的行而上学上 建立了一个新高峰 除此之外 就没再给什么了 王阳明在悟道之后 打了几场胜仗 但这些胜仗和心学没有什么关系 王阳明也没给君士史 留下什么深刻的思想 悟道以后 王阳明虽然在学术上出了名 但他没能用心学 把国家改造成儒家的理想社会 后来的泰州学派 还差点把国家给颠覆了 更不用说 之后的心学 也没给大明王朝粮食和军队 只给了一群 临危一死报金王的道德范 从儒家的理想上说 领悟了心学的王阳明 仍旧是失败者 所以 精神上的事就让他归精神吧 非要把纯精神上的冥想 拉到物质世界来 结果只能是不伦不类 如果想不明白这层道理 就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人 星期一早晨 好不容易挤上了人肉贴人肉的地铁 晃晃悠悠间 突然想起了守人仙师 知行合一的教会 于是一只手扶着横杆 一只手艰难地掏出船席路 一边摇头晃脑送毒 一边用余光藐视着车里的云云众伤 为他们不曾领略过守人仙师的奥妙绝学 而替他们羞愧 恍惚间 似乎真有一种超人仪式的奇妙感觉 然后呢 然后快到站的时候 突然惊醒 把书胡乱卷成一卷 在鸡蛋灌饼和烧饼家里鸡的味道中 拼命向门口挤去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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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不下车还都堵门口 我说先下后上您别往里挤啊 哎呦喂 您倒是用您的心学来个闪现啊 八 不仅是理学和心学容易被误解 实际上整个国学都存在被误解的情况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崇拜古人 古人就一定非常了不起 古人说过的话一定蕴含着伟大的哲理 这传统实在是太强烈了 以至于就算古人说的是浅显的大白话 后人也非得在其中使劲挖掘出什么深刻的道理来 在这章为止 我们已经把佛学理论的主线说完了 作为理论的最后一部分 我想跟您谈一谈我们该如何看待整个国学 我的观点是和科学相比 国学不擅长解决实际问题 有人不同意我这么说 大国学家梁庶明就说 西洋人对一切都考察研究过 一切都明白都有办法 可是他就差了一点 少回来了解他自己 提认他自己 所以对自己没有办法 西洋人诚然发达了许多学术 不过对自己尚没有顶亲切而有用的学问 他对物的问题算有解决 而对自己则无办法 西洋人虽然会造飞机上升天空 可是他的生命是蠢的 所以制造无数飞机放炸弹 自己毁灭他自己 自己对自己没办法92 这段话说错了 这是因为 现代科学不仅有能制造 飞机大炮的物理学 化学等自然科学 还有心理学 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物理学一样 学者假设出若干理论 方法 然后拿这些理论和方法 在实践中一一检验 好用地留下 不好用地去掉 最后剩下的 就光是好用的方法了 所以西洋人并不是梁树民口中的傻子 西洋人其实就是咱们现代人也懂得 关注人生幸福 这门学问叫做心理学 我们今天有各种宽慰人心情的书籍 音乐 电视节目 有各种风格不同 针对不同观众的影视娱乐 西方人还喜欢花大价钱去看心理医生 这些产品都在大量使用现代心理学的成果 当现代人心情郁闷的时候 去看一部好莱坞的喜剧片 爱情片 其宽慰内心的功能 要远比耐下心来看国学语录要更有效 更省时间 也更轻松 这就说明在追求个人幸福上 现代科学一点都不比所谓传统国学更差 同样的道理 在建立社会制度上 维护世界和平 保护自然环境 以及所谓塑造人生观 寻找人生意义等领域 现代科学都有专门对应的学科去研究 他们总结的解决方案都很有效 而且随着研究的进步将会越来越有效 我相信作为学术著作国学可以提高人的视野 让我们知道古人都有什么学术观点 作为传统文化国学可以提高人的气质 就像古典音乐也可以熏陶气质一样 但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国学就不如科学实用了 关键是大部分普通人追求的不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吗 他们去听国学大师们的讲座 不就和求神拜佛一样 为的是追求某种利等可取的好处吗 不就是想要成功 想要快乐 想要别人对自己更友善吗 那还是去学西洋人的种种社会科学更划算 我觉得 那么 为什么现在国学讲座这么流行呢 国学书也能成为畅销书呢 那是因为通俗国学家们有自己的秘诀 他们的研究课题 可以分成两个词库 第一个词库是中国的国学经典 论语 老子 庄子 总之越有名越好 里面的内容越喊喊呼呼越好 所以他们从来不会讲九张算数 天公开悟 这玩意儿太实在 太不微言大意了 第二个词库是百姓希望解决的问题 人生啊 理想啊 家庭和睦啊 事业有成啊 百姓越急迫解决得越好 这话题越大越好 通俗国学家们从这两个词库中随便挑出两个合在一起 就成了他们的课题了 从论语中论人生啊 从老子中讲幸福啊 全是好选题 反正国学点击偶的事 反正百姓的愿望也多 所以这门国学可以无穷无尽地研究下去 不由得国学家们深情地感叹一声 国学真是博大精深 怎么能研究得完呀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 第二个词库里的词 绝对不会选那些能够立刻被检验的东西 什么叫成功的人生 什么叫不成功 什么叫幸福 怎么衡量 你能给我做个模型 在一年严格地算出一个家庭和睦程度的变化情况吗 都不可能93 反之 那些很容易用事实来检验的论题 国学家们是绝对不会碰的 你看他们何时讲过如何制造一枚钉子 何时讲过二元一次方程的新结法 无独有偶 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球签 那个签上面写的 只是类似诗一样的短短几行话 普通人要想知道这个签到底是什么意思 必须查阅专门的书籍 但是写书的人又不知道求签者想问的是什么 假如人家问的是财产 结果你的书上写的是喜得贵子 这不就不灵了吗 所以这些解签的书上 在每一个签下面都会列出一大堆条目 针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答 比如求子条目下就写喜得贵子 发财条目下就写恭喜发财 如香港祖庙灵迁在每签下面列了如下条目 自身 谋望 家宅 婚姻 行人 失误 观颂 战并94 你看这几条列的 其中一多半和通俗国学家们的第二个词库 一模一样 即使老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 又都是难以准确验证的 人生 前途 家庭 婚姻 这些算命的人常算的问题 正好也都是通俗国学家们略重的主题 通俗国学家们和算命的不谋而合 这能说明什么呢 最后 我们用电影来打一个比喻 我们前面说过 有些好莱坞电影里 喜欢用类似于禅宗公案的小故事 增加趣味性 比如主人公陷入了某种困境 感到了人生迷茫 然后有个老和尚就倒水 说把心倒空之类的话 主人公就动悟了 故事就开始转折了 但要注意的是 在好莱坞电影里 作为故事的转折点 在主人公悟到以后 故事必须有实质性的改变 主人公的困境要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比如 主人公如果是个打不过坏人的习武者 那他动物后 就学会了无上武功 把敌人打败 主人公如果是个被生活所累 忘记了童年理想的上班族 那动物后就毅然辞职 成功实现梦想 当初嘲笑他的人都认同了他的选择 主人公如果是苦恋女神的情种 那么动物后他会放弃对爱情的支柱 那女神反而对他回心转意 主人公却一笑而过 却追求外表平凡的真爱了 但是 这些实质性的改变 都是要经过客观行为才能实现的 武功大增不是需要经过刻苦训练和明师指点吗 让别人认同不是取决于别人价值观的改变吗 完美女神对主人公回心转意 这不是因为那女神人性本贱吗 所谓的动物 对这些实际行为没有影响啊 按照禅宗理论来说 动物并不能让人武功大涨 或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 或者吸引姑娘 动物的价值从大理说是 成佛体验佛性 从小理说 仅仅是改变动物者的内心世界而已 假如按照真正的禅宗动物 在上述电影里 更合理的故事发展应该是 习武者仍旧被坏人胖揍 上班族在实现了梦想之后 仍旧被周围人嘲笑 情种在放弃女神以后 女神也对她毫不在意 主人公在她眼里仍旧什么也不是 唯一的区别仅仅是 主人公因为领悟到了 万法星空的道理 所以对这些坏遭遇不在乎了 但是 这样的电影 谁会喜欢看呢 少部分的文艺青年 或许会喜欢 但大部分百姓不会喜欢看 不是百姓们想看的 是故事发生实际的变化 主人公心里怎么想不重要 关键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让主角在现实中获得胜利 这就是好莱坞电影的模式 而真正的禅宗不改变任何实际事物 这是文艺片的模式 只有九族贩饱的知识分子 才有精力去看文艺片 也只有九族贩饱的知识分子 才会喜欢禅宗 文艺片和禅宗可以让人们不假任何万物 只靠精神上的运动 就可以超越世俗的痛苦 平静对待世间万物 这很棒 但对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来说 他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绝大部分老百姓没有文艺青年 那矫情劲儿 他们只想看好莱坞大片 只想看好人打败坏人 只想看主角炮上大美女 在电影外 他们不在乎佛学理论 他们想要的是生动形象的天堂许诺 想要立等可取的菩萨救苦救难 他们需要求神拜佛 佛教最早只重视启迪智慧 不主张对神佛盲目崇拜 原始佛教原本不允许造佛像95 实际上 释迦牟尼反对绝大部分的绘画96 佛教主张破除色相 而画 相则是在创造色相 这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吗 但是在释迦牟尼涅槃以后 佛像是信众对佛陀的最主要纪念形式 在宗教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 后来 佛像就越造越多 佛经中出现了很多鼓励造像的文字 说造佛像有若干极大的好处 甚至有大成造像功德 经这类专门讲造佛像的经文 终于 今天的佛教寺庙里 已经到处是神佛雕像 香烟缭绕 求神拜佛已经成了宗教人士 不可缺少的仪式 我们下一章就来讲讲佛和菩萨 注释 一 实戒怪说 二 关于宋朝汉人 对政权正统性的焦虑 论政正统的迫切 可参见葛昭光 宅自中国 同见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中华书局2011年第一版 第一章 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 关于见识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元源 三 前祖望 提真西山吉 两宋诸如门庭静路 伴出入于佛老 四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一 未有天地之先 毕竟也只是礼 有此礼 便有此天地 若无此礼 便亦无天地 无人无物 都无该在了 有礼 便有其流行 发育万物 且如万一山和大地都现了 毕竟礼 且只在这里 诸熙达黄道夫书 天地之间 有礼有器 礼也者 行而上知道也 生物知本也 弃也者 行而下知弃也 生物之巨也 五 诸熙闻集卷七十 宇宙之间 一礼而已 六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一 和天地万物而言 只是一个礼 即在人 则有个字有一个礼 诸子与类卷十五 上而无极太极 下而至于 一草一木 一昆虫之威 亦各有礼 七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 十八 世事云 一月朴现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舍 这是那世事也窥见的这些道理 八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九 心包万里 万里俱于一心 九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六十四 十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六十二 天地中间 上是天 下是地 中间有许多日夜星辰 山川草木 人物禽兽 此皆行而下之气也 人这行而下之气之中 便各自有个道理 此便是行而上之道 所谓格物 便是要就这行而下之气 穷得那行而上之道理而已 十一 诸熙 确实有类似观点的话 诸子与类卷十五 一书不读则却了一书道理 一世不穷则却了一世道理 一物不格则却了一物道理 虚诸竹一剑与他理会过 十二 诸熙文集见识五 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 但于一世上穷尽 其他可以类推 但对一道而入 则可以推类而通其余矣 但万物各具一理 而万里同出一元 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 十三 黎静德 诸子与类见识八 问 一里通则万里通 其说如何 曰 一穿长云 随言子一未到此 天下其有一里通便 解万里皆通 也须积累将去 如言子高明 不过文艺之 十 亦是大段聪明了 询问却有见 无疾破之理 有人常说 询问只用穷究一个大处 则其他皆通 如某政不改如此说 虚是逐旋作将去 不成只用穷究一个 其他更不用管 便都理会得 岂有此理 为此说者 将未是天理 不知却是人欲 十四 诸锡文集 鉴三十九 格物之论 依川义 虽未眼前 无非是物 然其各之也 亦须有缓及先后之序 岂具已为 存心于依草木 弃用之间 而忽然玄物也在 张仔 张在即 张子与路与路上 穷里亦当有见 见物多 穷里多 如此可见物之性 十五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十八 此推而言之 虽草木亦有理存焉 亦草一木 其不可以隔 如麻麦道粮 顺时种 顺时收 地之肥 地之窑 厚薄不同 此亦指某物 亦皆有理 十六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是五 穷里格物 如读经看始 应皆是五 理会个是处 皆是格物 十七 诸锡文集 见识五 若一世上穷不得 且别穷一世 或先其一者 或先其难者 各随人浅身 譬如千妻万静 皆可以是国 十八 诸锡 四书章句集著 所谓智之 在格物者 言欲智无知之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 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 唯予旅有未穷 姑其知有不敬也 是以大学史 教 必使学者 极凡天下之物 莫不应其 以知之理而亦穷之 以求智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烟 则众物之表里 经粗无不道 而无心之全体 大用无不明矣 此未物格 此未知之之也 离静得 诸子与类卷十八 积习既多 自当托然有贯通处 十九 离静得 诸子与类卷十八 二十 离静得 诸子与类卷十八 今知不为禅学者 只是未曾到那深处 才到深处 定走入禅去也 二十一 这句话 有很多版本 比如 轻轻翠竹 静世法身 轻轻翠竹 静世真如等 二十二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中 夫物里不外无心 外无心 而求物理 无物理矣 一物理而求无心 无心又何物邪 夫万事万物之理 不外于无心 陆九渊的观点类似 宇宙即是无 心 无心即是宇宙 人皆有是心 心皆具是理 心即理也 二十三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下 二十四 陆九渊 向山全集 卷三十五 二十五 王守仁 达人问道 二十六 黄宗熙 名如学案 剑五十一 二十七 陆九渊 还有一句 有趣的话 姚舜曾读 何书来 若某则不识一个字 一须还我堂堂地 做个人 这话在我们今天 是不成立的 因为我们认为 姚舜如果历史上 有这些人的话 没读过什么书 也没有什么知识 但是 在陆九渊的时代 人们都非常崇拜古人 认为姚舜是罪利 害得大圣人 因而陆九渊这番话 就很有说服力了 姚舜肯定没读过孔孟经典 但能说他们不够伟大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非要依赖书籍呢 二十八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五 这个理在天地间时 只是善 无有不善者 卷三十四 人者 人之本心也 陆九渊 向山全集卷一 人意者 人之本心也 四断者 人之本心也 天之所以与我者 及此心也 二十九 黎静德 诸子与类 卷二十八 前之元亨利真 天道也 人得之 则为人意理智之性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上 见父自然之孝 见兄自然之地 见如子入境 自然之侧隐 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 三十 这套道德观 和康德的观点非常像 三十一 黎静德 诸子与类卷二十四 三十二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中 三十三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下 而那一点良知 是二次加底准则 而一念这处 他是变知事 非变知非 更瞒他 一些不得 而只不要欺他 时时落落 依着他做去 善便存 恶便去 三十四 黄宗熙 宋元学案 见五十八 三十五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下 三十六 王守仁 传习录卷下 三十七 王守仁 永良知四首 三十八 黄宗熙 明如学案 诗说 若无如日 在事法中求性命 五五欲薰染 投出头眉 于是而言无善恶 是为 既恶之金两耳 三十九 王更 王兴斋全集 王更年谱 讲及良知 曰 简易直觉 于所不及 下拜 于作 明日 附入见 曰 一丝所闻 轻易败以 行与再论 公曰 善 友谊便宜 可信便 信 不为苟从 于所甚乐也 四十 王守仁 传习 陆卷上 大抵二十之学 其妙与圣人 只有毫厘之间 王守仁 王阳明 其卷七 夫禅之学 与圣人之学 皆求尽其心眼 一相去毫厘二 四十一 王守仁 始诸生诗 四十二 王守仁 永良知四首 四十三 谈 经波若品 四十四 谈 经字续品 因二三 论风翻译 一约风动 一约翻动 一论不已 会能尽约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人者心动 四十五 王守仁 传习路卷下 四十六 王守仁 王阳明 即卷四 类实的观点还有 王守仁 传习路卷下 人的良知 就是草木瓦时的良知 若草木瓦时 无人的良知 不可以为草木瓦时矣 其为草木瓦时为然 天地无人的良知一部 可为天地矣 四十七 黄宗熙 明如学案 卷三十二 四十八 王根 王心斋 全集语录 四十九 李治 焚书卷一 五十 黄宗熙 明如学案 卷三十二 五十一 何心隐 窜同级卷一 五十二 李治 焚书卷一 夫天生一人 自有一人之用 不待取给于孔子 而后足月 五十三 李治 藏书 卷四十 夫按圣人 以为是非 则其所言者 乃圣人之言也 非无心之言也 言非无心 此非由于不可恶 则无畏矣 五十四 李治 焚书 增补一 夫思者 人之心也 若无思 则无心矣 我以自私自利之心 为自私自利之学 只取自己快当 独顾他人非刺 李治 焚书卷二 大凡我书 皆为求 以快乐自己 非为人也 五十五 李治 焚书 增补一 五十六 前千亿 列朝诗集 润及卓吾 先生李治 隐缘小修语 平生痛恶 伪学 美入书院讲堂 额观大代 执经请问 折分秀约 此时 正不如 写歌及舞女 浅真低唱 诸生有 邪迹女者见之 或破颜微笑约 也强似 战道学先生作伴 五十七 李治 焚书卷一 五十八 魏勇 月容偏招隐 谢安之机也 鸡康之情也 桃钱之局也 皆有托而成 棋皮者也 古魏文以色隐者 仍以以 属有如色哉 一玉也容 令人名利心巨淡 世世之奔窝脚迎头 者 待胸中无品 畅畅弥多者也 真英雄豪杰 能把臂入林 借一个红粉家人做知己 将白日相磨 有一种谢以言的花烛 清香魂梦 饶济多准席上烟霞 虚之色有桃源 绝胜寻真解育 以誓满山而隐者何如 月容偏达观 原色以为好 可以饱身 可以乐天 可以忘忧 可以借年 五十九 前千亿 列朝诗集丁集 六十 元宏道 花阵起源提词 六十一 元宏道 锦翻集圈三 六十二 前千亿 列朝诗集丁集 男女杂作 绝英灭竹之语 宣传都下 六十三 于怀 板桥杂技丽品 于牛女杜河之明西 大吉朱姬 渔方秘枝 桥居水阁 四方贤豪 居记迎驴巷 黎原子弟 三班便宴 水阁外环 列周行如堵墙 贫草花案 设立层台 以座状元 二十余人中 考微波第一 登台奏乐 近今屈之 难取朱姬皆色举 见一去 天明十八九 六十四 赵义二十二十闸记 见三十四 康德涵六十生日 赵明记百人为百年会 各书小令复之 使诵诸王府 接后获 谢真为赵木王所里 王命甲基独奏琵琶 歌曲所作竹之词 歌霸 吉士基 宋于真 大河南北 吴不称谢真先生者 据见拜使会编 六十五 顾启元 刻作坠语 南都府市 今年以来 书行鬼志 日益月新 六十六 王世珍 孤不孤露 酷者 荣福也 若秀长 则也撒 而是大夫宴会 必依也撒 是以荣福为圣 而雅福为清 无畏之从也 六十七 沈德福 万利也获边眷 二十三 同时吴中有流字微凤 文怨其诉也 一大红身衣 偏秀秦贺及谢至 福之以夜守徒者 六十八 萧雍 赤山会约 又有女带男官 南春女群者 阴阳反辈 不祥之甚 汪吉 崇祯长鞭 剑三十一 男为女士 女为道庄 狼英 其修类稿衣服制 乌乎 金妇人制衣如文官 其群如武职 而男子制制 久疏于此 适时制业 六十九 于怀 板桥杂记下卷 无锡周公旅游平康 头戴红纱金 身住纸衣 齿高根基 阳狂沉面 挥斥千黄金不顾 七十 郑重魁 耳心俊武 又于智有五色虚 每出行斜肢满袖中 不数步折更带烟 其诡异如此 七十一 和梁俊似有摘从说卷 十八 康佩山长羽济山 同快一简驴 令从人机琵琶自随 游行道中 傲然不屑 七十二 王世珍 意愿之言卷六 宾庭时已暗茶一即还 美醉 择食两季兼臂 俘禄畅乐 官者如赌 勒不为怪 无素公 名语临见十一 杨用修 在卢州 长醉 胡粉腹 面 坐双鸭记插花 门声鱼之 朱记捧伤 游行成事 勒不为作 七十三 李乐 见闻杂技见十 鱼香二三百里内 似丁有致丁位 若被揭好穿丝绸 咒纱胡罗 却虽然大类妇人 于美剑惊心骇母 必探烟 此乱象也 李乐 见闻杂技见十 二十年来 东南近亦凡声援 读书人家有力者 敬畏妇人弘子之福 外批内衣 孤不论也 七十四 李乐 见闻杂技见十 七十五 轮于子路 子路曰 为君代子而为正 子将息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 有事哉 此之于也 惜其正 子曰 也哉 有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 待缺如也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成 则理乐不兴 理乐不兴 则刑罚不重 刑罚不 中 则明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明知必可言业 焉知必可行业 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 七十六 文语为灵宫 言冤问为邦 子曰 行下之时 成因之路 福州之勉 乐泽 勺 五 放正生 远宁人 正生吟 宁人待 七十七 范叶 后汉书 马原列传 七十八 左传 哀公十五年 太子文之 据 下时起 于远迪子路 以歌姬之 断音 子路曰 金子死 官不免 劫阴而死 七十九 王安时 王安时级卷四十二 先王智福也 顺性命之礼 而为之节 恩之深浅 义之远近 礼之所语夺 行之所生杀 皆以此呼全之 八十 轮以相当 君子不以干周事 红子不以为谢福 当属 枕吃戏 必表而出之 子一 高求 素一 泥求 黄一 胡求 谢求长 短幼媚 必有寝衣 长一身有伴 胡合之后已击 去丧 无所不配 非为常 必杀之 高求玄关不以调 吉悦 必朝福而朝 行自王志 依附有志 皆有等一 行自君道 修官便 衣上 皆有等差 是所以凡事之也 行自复国 礼者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 皆有称者也 故天子诸滚一免 诸侯选滚一免 代父避免 世疲便福 八十一 明太祖时路建三时 至世西命赴一官 如堂志 世民皆树发于顶 官则乌纱帽 圆领袍 树袋 黑靴 世树则 服四代金杂色盘领衣 不得用黄玄 乐宫冠青万 自顶金 细红绿薄袋 世树七首饰许用银杜金 耳环用金珠 串着用银 浮浅色 团衫用柱丝 铃罗 卷 其乐计则代名绝观 造被子 不许与树名七同 不得福两节胡一 其变发垂记 胡福 胡语 胡姓 一切尽止 斟酌损意 皆断自圣心 八十二 明太祖十路 卷四十九 至世 又以世民所 福四代金未尽善 复至四方平定金 搬行天下 令世人立名 贤如是福之 造立凌人如初所定 以义其至 八十三 明太祖十路 卷七十三 赵树名 妇女袍衫 直以子力桃红 及朱浅淡颜色 其大红 鸭青 黄色 西进勿用 戴一蓝卷不为之 明史卷六十七 五年 令民间妇人礼服 为此诗 不用金袖 桃山之子 绿 桃红及朱浅淡颜色 不许用大红 鸭青 黄色 戴用蓝卷布 女子在世者 做三小技 金钗 猪头窄袖被子 樊臂史 高顶级 卷布侠领长袄 长裙 小臂史 双继 长袖短衣 长裙 八十四 旅计婚异 男女有别 而后 夫妇有义 夫妇有义 而后 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 而后 金臣有正 左传 男女之别 国之大绝业 八十五 福生 尚书 大传鉴二 冒之不公 事为不素 绝就狂 绝乏常语 绝结恶 实则有扶妖 班固 汉书 卷二十七中之上 风俗狂慢 便捷异度 则未飘清 奇怪之福 故有福 一 左传 西宫二十四年 君子曰 福之不忠 深之灾业 八十六 丹宝 搜神祭卷七 敬惠帝颜康中 富人之事 有五配兵 又与金 银 相 角 戴帽之属 为辅 阅 歌 截而载之 以当机 男女之别 国之大劫 顾福十亿等 今妇人 而以兵器为事 盖腰之甚哲也 于是 岁有甲后之事 八十七 史学月刊 二零零五年 第十七 第四十三页 葛昭光 大明一观金 何在银银鼎咒 老风 艳行祭 八十八 张汉 松川梦雨 风俗祭 国朝侍女服侍 皆有定制 红武时 律令延明 人尊化义之法 戴殿风仪 人皆至于 尊崇父耻 不负 之有明镜 群相导之 曹毅林 家境无江县 至 习俗奢靡 故多渐月 可见 当时有人认为 服侍乱穿 是因为崇尚奢侈 八十九 世道静 世善道 念佛静 念佛对坐禅门 南云 看心之时 即得成佛者 看一即得暖 看时应得保 看今应得保佑 这和霍布斯 对笛卡尔的误会很像 笛卡尔按照逻辑推理 出我思过我 在 霍布斯不明就里 台杠说 我还 我三不顾我在呢 九十 是非兮念佛三位保王论 以念佛故 佛从享生故 云是心是佛 若尔都不念佛 而言 是心是佛者 意应都不想恶 而言 是心是恶业 九十一 故言五 日之路卷七 九十二 梁树铭 在孔子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讲 孔子学说知众光 九十三 更严格地说 通俗国学家们的结论 都是无法证伪的 如人生的真谛 是这个命题 因为真谛没有明确的定义 因此无论国学家们 填上任何答案 都是无法设计出 一个实验证伪这个命题 因此这些结论 都不可能被推翻 同时毫无意义 九十四 葛兆光 中国经典十种 中华书局2008年第一版 第二十三页 九十五 弗若多罗 揪摩罗神义 十颂律卷四十八 来佛缘 世尊 如佛身相不应做 愿佛听我做菩萨事相者善 佛缘 听作 九十六 事意敬意 根本说一切有不 皮奈耶杂事 事故必除不应违化 作者的悦法罪 不得化作众生形象 作者的悦法罪 十三 念生佛号 佛就会来救我吗 一 无需避讳 大部分老百姓 对佛教理论不感兴趣 只想从拜佛求神那里 要点好处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简单的成本问题 一门法术 只要他需要投入的成本越少 一事是否复杂 捐献是多是少 许诺的好处越多 老百姓就越会趋之若鹜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里有一句话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 及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意思是 众生受苦的时候 只要虔诚地 称呼 观世音菩萨的法号 观世音菩萨 就会来救苦救难 光世音菩萨 普门品里列出了 观世音菩萨 可以拯救的种种苦难 包括可以除七难 火难 水难 刀难 风难 鬼难 求难 贼难 除三毒难 淫欲 称慧 愚痴 满二愿 求难得难 求你的你 意思是说 只要老百姓 诚心诚意地 念诵 观世音菩萨的法号 就能得到 上述众多好处 性价比如此之高 不难理解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神了 观世音菩萨来自于印度佛教 但他的名号和形象 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今天既习惯说观世音菩萨 也习惯说观音菩萨 为什么会少了一个诗字呢 很多人 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认为 这是因为唐朝的时候 皇帝李世民的名字里 有一个诗字 为了避讳 改称观音 但这个说法 可能不确切 观音的说法 在李世民登基之前 就出现过 李世民登基之后 观世音的名称 也有人用 而且李世民本人 还下令说 诗名两个字 只要不连在一起 就不用避讳一 所以百姓现在习惯说观音 恐怕就是为了方便 观世音菩萨形象的 在中国的变化过程 也非常复杂 很多人都知道 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有个从男生 到女生的变化过程 佛 菩萨已经超越了理性世界 本来没有性别的概念 无所谓是男生 或者女生 所以很多佛 菩萨和罗汉像 特别是来自印度和西域的 大都偏向于中性 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 早年的观世音形象 偏向于男子 有的佛经认为 观世音是转轮圣王的长子 《华言经》里说 观世音菩萨 勇猛丈夫观自在 为度众生筑此山 北魏和唐朝的时候 观世音像还是男身 还有小胡子 到了宋朝 观世音的形象 逐渐变成了女身 慢慢变成了我们 今天熟悉的形象 这恐怕是因为 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 慈悲形象 有一种类似母爱的感觉 就如同基督教文化里的 圣母形象一样 百姓觉得 女性的温柔形象 更慈善亲切 甚至于到了宋朝的时候 民间给观世音菩萨 创造了新的身世 说她是一个中国式家庭的女儿 妙善公主 凤行孝道 这和正统的佛教传说 已经没有关系了 中国民间 对观世音菩萨形象的改变 并不是不符合佛理 佛经上说 菩萨原本没有形象 但是为了方便拯救 教化众生 菩萨常要变化成各种形象 有的佛经记载 观世音菩萨会变十九身 有的说会变三十三身 这菩萨的三十三身 在印度空有树木 没有形象 给了中国艺术家 巨大的发挥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观世音菩萨三十三身形象 完全都是 中国是你的模样 有名的如 杨柳观音手持杨柳枝 水月观音观看水中月亮 池莲观音手持莲花 还有完全来自于 中国人原创故事的 余兰观音手持余兰二 这些造型都是中国传统审美观的体现 在各种观世音菩萨的像中 常见手持镜瓶的形象 这镜瓶原本是印度僧人的一种日常用具 印度僧人奉行过午不时 有些教派非常严格 下午不仅不能吃东西 而且只能喝一个专用的瓶子里的水 其余器皿的水都不能喝 这个圣水的瓶子就叫净瓶 这个瓶子到了中国被神秘化了 成为了一种似乎含有法力的圣物三 更好玩的是 明朝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圣母 被画的像是观世音菩萨 在清朝的观世音菩萨慈容五十三线里 还出现了耶稣像 意思是耶稣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 因为观世音的形象深入人心 后来又和中国本土的各类女神结合 在南方观世音和地方神灵妈祖混合 甚至有了观音妈祖的教法 中国民间还有香火很盛的宋子观音 佛教明明主张禁语 不结婚 怎么冒出来一个专门给老百姓送孩子的宋子观音呢 是这么回事 在中国一开始只是道教友宋子娘娘这么个神灵 中国古代很重视生子 妇女生不出儿子来压力会极大 妇女的生子愿望强烈 宋子娘娘的香火就特别旺盛 中国百姓的宗教概念又很模糊 既然观世音菩萨能变化种种形象 又受中国人欢迎 而且也是女性 时间一尝中国人就把两者混为一谈 创造出了宋子观音 佛教本讲人生是苦海 生是人生四苦的开始 所以婴儿出生的时候要大哭不止 要是能逃出轮回 不再生于六道才好呢 但是儒家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佛教在儒家传统面前也得让步 原本是应该普度众生 逃脱六道的观世音菩萨 只好化身为宋子观音在庙里 承受香火缭绕 有些佛教寺庙不仅供奉宋子观音 甚至还称其为助生娘娘 助生娘娘这个说法 既不来自于佛教也不来自于道教 是从小说《封神演义》里开始流行的 而且娘娘一般是对道教神的称呼 寺庙里供奉助生娘娘 是如佛到和民俗文化混作一团的结果 此外民间还有击败罗汉寺 迷了佛恩来求子的 这就更乱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 宋子观音也不违背佛力 因为求子不得也是人生的一种苦难 虽然求子的欲望在佛教看来是应该破除的 但是求健康 求免在之类的愿望 其实也是应该破除的 既然观世音菩萨能救苦救难 那么求子的愿望 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了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也明确说 礼拜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求男德男 求女的女武 所以宋子观音按照佛力是可以存在的 另一个给百姓留下深刻印象的观世音形象 是牵手牵眼观世音 这是观世音菩萨在密教中的六个形象之一 密宗我们会在后面略说 密宗六菩萨中除了牵手观音外 比较有特色的形象 还有马面观音和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的像 一般是在一个正常人比例的头上 在原本头发的位置 再增添十个小头 包括若干表情 这个形象在中国寺庙里也经常能见到 人们又习惯把观世音菩萨称为南海观音 这是因为华言经理说 观世音菩萨居住在南方的 普达洛家山上六 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日本僧人从中国请一尊 观世音菩萨向回日本 走到舟山群岛的时候 遇到大风走不了了 他认为这是观世音菩萨不愿意离去的征兆 于是在岛上盖了一座简陋的房子 把观世音向留在了岛上 后来这个传说越来越有名 有人在岛上盖了寺庙 周山群岛对于中国来说正好也在南方 于是人们把这个地方按照普达洛家的音译取名为普陀山 今天世界佛教界都普遍认为 位于我国周山群岛的普陀山就是 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类似于居住地总部的概念 关于观世音菩萨 民间还有观音土的说法 中国百姓在遇到饥荒的时候 会吃一种含有矿物质的黏土 百姓称为观音土 这种黏土不含有营养成分 吃了可以暂时减轻饥饿感 但是人最终还是会因为营养不良死去 这个说法在佛经中也有出处 优婆色界经理说 菩萨发愿在饥荒的时候 让众生食用自己的身体免除各种灾祸 在瘟疫的时候 让自己的身体变成药术 食用的人能免除各种病痛期 二 接下来讲讲中国人很熟悉的另一个形象 弥勒菩萨也就是弥勒佛 我们前面说 菩萨原本可以成佛 但是为了普度众生不愿意成佛 菩萨这个普度众生的慈悲愿望 叫做菩萨的本愿 这相当于菩萨许下的诺言 只有菩萨的本愿都实现了 他们才会成佛 菩萨的本愿大都不止一个 一般有十几个 也有数十个的 很多菩萨的本愿是建立净土 所谓净土 是一块远离六道之外的美好佛国 菩萨发愿建立净土 等净土建立好之后 菩萨就成了佛 可以把尘世间的众生接到净土中吧 这也就是说 每个净土都有 而且只能有一名佛 所以净土也叫佛国 已经建成的净土 有阿处处佛净土 药师佛净土 其东方境流利世界 阿弥陀佛净土 其西方极乐世界等 自然 这些净土也分别对应着 阿处佛 药师佛 阿弥陀佛等佛 传统佛教认为 人的解脱之路是不断的修行 可这种修行方式 太过艰苦漫长了 有的佛经认为 修行成佛要经过很多节 节是佛教的时间单位 长短说法不一 按最小的算 一节是13.4384万年 按大的说法算 一节是268.768万年久 总之 那都是天文数字了十 净土的特别之处是 当满足了某些条件之后 净土所对应的佛 就会用他的力量 把修行者直接带到净土 净土是一个极为美好的世界 生活在净土的众生 不会再轮回受苦 还有很大的可能成佛 转生净土的方式大多不难 主要是向该净土的佛前程祷告 这种修行方式既不需要学习复杂的佛学 也不需要太刻苦的修行 和传统漫长艰苦的修行方式相比 转生净土就容易很多了 佛经记录的净土很多 大部分净土大同小异 我们只介绍两个有名的净土 第一个是弥勒菩萨的弥勒净土 右教都率天公 弥勒菩萨在佛教里有独特的地位 按照佛教的传说 释迦牟尼涅槃以后 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佛了 佛教一般认为 在我们世界里出现的下一个佛是弥勒佛 也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未来的教主 通俗地说 可以把弥勒菩萨当作释迦牟尼佛的接班人 现在弥勒还没有成佛 所以还是弥勒菩萨 现在弥勒菩萨正住在天上的兜率天公里 给众生说法 佛经上预言 在遥远的未来弥勒菩萨 会下生来到人间 这个时候 人间就成为天堂 人的寿命八四零零零碎 地上自然长出食物 到处都是金银财宝等等食衣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 是弥勒菩萨的下生 导致了人间变成天堂 另一种说法是 只有人间到了变成天堂的时候 弥勒菩萨才会下生 弥勒菩萨此时正在兜率天公说法 未来会下生到人间 对于弥勒菩萨的信仰 也就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希望死后 能上升到兜率天公 成为弥勒菩萨的弟子 一种是期盼弥勒菩萨 能下生到人间 拯救众生 弥勒净土的信仰者 希望自己死后 能直接转生到弥勒净土 在弥勒菩萨身边听菩萨传法 这样就不用再承受转生的痛苦了 等到未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 转生到弥勒净土的众生 随弥勒菩萨一起下生 再一起成佛 这样就完成了修行 这显然比传统的累世修行快多了 所以在弥陀净土流行之前 中国的大部分僧人 除了学习本门的佛法之外 都同时信仰弥勒净土 我们前面说的唯实学 最重要的经典是仪加师的论 此经是印度的佛学家吴助生 称他上升到多率天宫 听了弥勒菩萨的演讲而得到的 因此佛教认为 弥勒菩萨是仪加师的论的作者 是唯实学的祖师 所以信仰为实学的玄奘 也信仰弥勒净土 玄奘就发愿 希望死后能上升到弥勒净土 追随弥勒菩萨 学习佛法 白居易在达克说里说 海山不是无归处 归即应归都率天 他也是持弥勒信仰的 相对于上升信仰 弥勒菩萨下生的传说 在中国民间的影响更大 这是因为普通百姓生活在凡尘里 与希望来生幸福相比 更希望今生今世 此时此刻就能得到快乐的生活 有些信仲相信弥勒菩萨下身后 就会让人间变成非常美好的世界 这有点类似于西方宗教中就是主的概念 很多生活疾苦的百姓 愿意相信这个传说 在中国历史上 出现了多次打着弥勒菩萨旗号的农民暴动 比较有名的是隋朝大业年间 有数十人装扮成菩萨的样子 自称弥勒佛 杀入皇宫 但被所谓击败了十二 在隋末的时候 还有个较高谈生的僧人 利用做法式的机会 杀掉县令造反 这个造反的规模非常小 不过就是占了个县城 没了三个月就被人灭了 有意思的是 造反的头头自称大臣皇帝 竟然还立了个尼姑当皇后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 还属白莲教 莲花是佛教的吉祥物 民间的弥勒信仰 常常以白色的莲花为标志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白莲宗 白莲会议类的民间组织 最有名的是元朝末年的起义 声势浩大的 红金军就打着 弥勒佛下生的口号 今天我们在寺庙里看到的 大肚子弥勒佛的形象 也和下生信仰有关 印度的弥勒佛 并不是大肚子形象 印度佛教对佛外形的描述 基本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佛 大部分的菩萨 都接近我们在庙里看到的 释迦蒙尼佛的形象 弥勒佛也不例外 在五代的时候 中国有一位被称为 谢此和尚的大肚子和尚 经常背着一个布口袋 他研寂以后 民间认为他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以后寺庙中的弥勒菩萨 就渐渐变成了大肚子的形象 甚至民间还根据这个形象 编出了一个大肚能荣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长笑 像世上可笑之人的对联来 后来又有艺术家 在弥勒像旁边增加了几个小孩 又产生了宋子弥勒的说法 西游记里的弥勒佛 还背着人重待 这都是中国民间的创造了 因为白莲教影响社会稳定 各朝统治者对弥勒信仰一再限制 记得弥勒下生说法的人 越来越少了 又一位后来兴起的弥陀净土 比弥勒净土更吸引人 弥勒净土的上身信仰 也渐渐被人们忘了 今天游客们来到佛寺 看到大肚子弥勒佛 大多只把他当作寺庙中 一处有趣的景象 展现了佛教文化世俗 宽容的一面 而弥勒菩萨真正的传说 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 中国僧人都习惯喊阿弥陀佛 遇到人打招呼 先喊阿弥陀佛 告别的时候互相祝福 也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中国几乎成为了佛教的代名词 甚至于不信佛教的中国百姓 遇到幸运的事情长出一口气 也会连声喊阿弥陀佛 就像是外国人随口喊 Oh my God 一样 这个阿弥陀佛 就是一位佛的名字 阿弥陀佛之所以广受欢迎 是因为他在我们世界的西边 建立了弥陀净土 也称为西方极乐世界 要注意了 虽然极乐世界在我们的西边 但那是一种极眼极眼的西 和我们是俗中的地理概念不一样 并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 就在印度或者在欧洲 印度和欧洲都属于我们人间的范围 而西方极乐世界超过了人间 在我们接触不到的地方 当然您别问我都出了地球了哪边 才算是西这种问题 我也不知道哪边才算 信仰阿弥陀佛的人 都希望自己来生能够往生弥陀净土 佛教的净土有很多 凡是希望自己能往生净土信仰 都可以算做净土宗 但在今天 净土宗一般信仰的都是弥陀净土 因为和其他净土相比 弥陀净土的优点更多 都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 往生到弥陀净土的众生的身份 比其他一些净土更好 往生弥勒净土的众生还不算是菩萨 众生还要在弥勒身边学习佛法 将来还要下生人间 还要努力修行才能成佛 但是往生到弥陀净土的众生已经很接近菩萨了 具备五神通相当于五种超能力 外表也和佛一样 而且永远不会再轮回 修行成菩萨成佛的速度也很快 中国净土宗僧人谈论的说法就更厉害了 他认为众往生到弥陀净土就是菩萨 从菩萨到佛也只需要一生的时间 生在弥陀净土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不退转十三 退转的意思是说 众生修行成罗汉 成菩萨后 虽然不再经历轮回 但并不保证修行成果是永久有效的 假如罗汉 菩萨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果位还会后退 大制度论上有个故事 说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 在他是菩萨的时候 有一个人过来要他的眼睛 舍利弗问他 你要我的眼睛用什么用呢 不如我帮你干活 或者把我的财物都给你吧 那个人却说 我什么都不要 就要你的眼睛 在菩萨的修行中 有一种叫做施舍 就是向别人施以财物 知识 也包括自己的身体 于是舍利弗挖出了一只眼睛给那人 那个人拿到眼睛后 闻了闻 觉得眼睛太臭 把眼睛扔在地上 又用脚踩 舍利弗心想 这种人太坏了 我怎么能读他呢 不如我自己修行算了 结果舍利弗刚产生这个想法 就从菩萨退回到阿罗汉去了十四 舍利弗刚刚有一点错误的念头 极难修行成的菩萨道就一下子失去了 在我们看来 退转的标准是极为严厉的 不过 菩萨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性世界 能力大到我们不可思议 所以对于菩萨来说 或许这样的标准不算严厉 那么 在弥陀净土可以不退转 也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优点了 弥陀净土的第二个好处是 往生的难度更低 以释迦牟尼涅槃为标准 佛教有正法 像法 末法的说法 释迦牟尼涅槃不久的时代 人们积极学习佛法 这叫正法时代 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已经没有佛陀说法了 人们对佛经的误解越来越多 这个叫做像法时代 再过一段时间 认真修行佛法的人更少了 这个叫做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基本就没人能修成正果了 佛教对于这三个时代的时间划分说法不一 最短的有说释迦牟尼涅槃一千年后 就是末法时代 长的有说涅槃两千年后是末法时代 对于末法时代的长度 都认为是一万年 不管怎么计算 我们今天都是处于末法时代了 另外 佛教还认为人类所出的世界 在按照美好 可怕美好的规律不断循环 按照佛教的说法 我们正好在向最差的年代发展 所以佛教管我们所处的年代 叫五浊二世 就是有各种坏东西都出现了 不信佛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净土宗认为 处于这么差的时代 人很难自己修行解脱 我们只能依靠外力 也就是依靠菩萨 活的力量才能解脱 佛教其他宗派大都提倡自己修行 净土宗却不同 净土的产生和对众生的接引 是由菩萨的本愿力造成的 有了菩萨和佛外力的帮助 自然就更容易修行了 在这些净土中 弥陀净土又格外的好 阿弥陀佛有一个本愿 说如果众生诚心发愿 往生到弥陀净土 那么在这个人灵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会亲自来接引十五 相比之下 其他净土大都没有提到有佛来接 似乎是要修行者自己去找的 所以很多宣传净土宗的文章都说 自己去佛国太难了 因为不认识路 而弥陀净土有阿弥陀佛来亲自接引 那就方便 保险很多了 弥陀净土的第三个好处是 净土宗对信众的要求很低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佛教修行方法的问题 我们前面介绍了那么多不同的佛教宗派 这些宗派对很多佛学问题的看法不一样 甚至是矛盾的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呢 我们敢说有些学派是错的吗 不同宗派的修行方法也不同 那么这些修行方法有没有好坏之分呢 如果有好坏之分 那我们都去学那最好的就行了 其他方法还有留下的必要吗 佛教是这么解释的 佛教说 修行有八万四千种法门 这个八万四千是虚数 意思是在理论上 修行的方法有无数种 不限于几宗几派 那为什么不止留下一门最好的呢 有一个很棒的比喻 说这就如同我们看病一样 医院里有内科 外科很多科室 我们得了病 不会每个科室都去看 而是去挑专门能治我们那个病的科室去看 佛教的法门也是一样 佛教这么多法门说法不一样 这不是说佛的智慧不够 一会这么说 一会那么说 而是因为修行者的智慧不够 有的修行者适合这种教法 有的适合另一种 不同的法门是用来适应不同的修行者的 法门之间不存在冲突 也没有优劣之分十六 至于不同宗派之间互有矛盾的说法呢 有些矛盾可以用方便说来解释 所谓方便说 就是这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但为了信众能更好的信仰佛教 暂且这么一说 比如说 佛教的本意是希望信众能抛弃对世俗生活的依恋 但是很多人对这个没有兴趣 因此很多佛教徒在劝老百姓信教的时候 会着众说 信佛教会有很多好处呀 会保佑家宅平安呀 会保佑多子多孙呢 佛教的本意并不是这个 但允许用这些言词先吸引信众对佛教感兴趣 以后才能有机会慢慢教给他更深刻的佛力 《法华经》里有一个故事 一人家发生火灾 家里的几个孩子贪玩 不愿意离开 家长就哄他们说 门外有洋车 路车和牛车 快出去玩吧 孩子们听了 果然都出了屋子 结果屋外并没有什么洋车 路车和牛车 而是家长送了他们每人一辆大白牛车 几个孩子都大喜过望 这个故事叫做三车狱 在印度 白牛的价值衍生于羊 路和牛 在这个比喻里 着火的房子比喻六道苦海 几个小孩比喻无知的大众 羊车 路车和牛车比喻方便说 白牛车比喻佛法 这个故事是说 因为大众一直都在轮回中受苦 佛教觉得拯救大众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 顾不上慢慢来 这种情况就好像着急想把人从着火的房子中救出来一样 为了能尽快吸引大众 所以佛经的一些说法 比如宣称信佛能多子多孙 就好像羊车 路车和牛车 是为了让信徒快点从苦难中逃脱出来全移之说 等大众被吸引住 认真一看才发现 原来这些方便说不存在 真正存在的是佛法 佛教的众多法门也是这样 所以才会有八万四千种法门 虽然这些法门都不是对佛教真理的直接 表述真正的佛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但为了教化不同的修行者 这些不同的法门都是有必要存在的 修行者适合哪种法门 就选择哪种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世上有无数众生 而佛教的修行法门总是有限 所以法门不可能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一一对应 总是一个法门要同时教化很多人 对此佛教也有一个比喻 佛的教化就如同雨露一般灌溉大地 众生就像草木一样 虽然都平等地接受佛法 但是草木的天性不同 成长的效果也就不同了时期 净土宗认为 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接引 所以本宗是佛教众多法门中最容易的一种 是一行道 佛教要其他大部分宗派要靠自己的力量修行 是难行道 一行道的净土宗最适合资质差的人 净土宗的修行方法很简单 一般的修行方法 就是口中念佛 诚心想佛 其中诚心想佛是关键 口中念佛只是辅助的做法 是为了加强心中的信念 如果不出生 在心里摸念佛也是一样的 念佛的次数越多 内心越诚恳 转生净土的可能就越大 所以中国的僧人们经常不停地说 南无南无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 南无当然不是南辩没有的意思 南无是范文音译 大致是致敬的意思 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是 修行者在向阿弥陀佛这位佛表达自己的恭敬之心 表达自己想要转生弥陀净土的愿望 希望死后能被阿弥陀佛接引到弥陀净土中 所以中国僧人不停地念阿弥陀佛 这并不是佛教通用的某种口号或者是口头语 而是这些僧人希望自己能往生弥陀净土 他们抓着一个机会就念佛号 所以才会张口就说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有时会看到有信众不分对象 在寺庙里对任何佛像 菩萨像礼拜的时候都念阿弥陀佛 这就有些奇怪了 念佛号不算错 但对此佛念彼佛的佛号 对着观世音菩萨喊阿弥陀佛 总是很怪吧 西游记里也是一样 里面的信众不论拜雷神与神 观世音菩萨也都习惯念阿弥陀佛 《识德堂本西游记》第十九回里 猪八戒还说 阿弥陀佛 南魔佛 这哪有一个南魔佛 大约是作者描写猪八戒的呆相故意写的 有意思的是 我们前面说过 历史上的玄奘信仰的是弥勒净土 而且玄奘的时代 弥陀净土还没有在中国流行 所以玄奘是不会念阿弥陀佛的 但是西游记撰写的年代 阿弥陀佛已经成为几乎每个僧人都要念的佛号 所以在西游记里 唐僧也一口一个阿弥陀佛 其实是不合理的 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 所以阿弥陀佛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无量寿佛 道教的修行目标是长寿成仙 所以互相问候的时候 有一句问候语叫做无量寿佛 祝福对方长寿 多福 结果因为发音相近 民间就渐渐把无量寿佛当成了道家的用语 包括《红楼梦》在内 道士见面都说无量寿佛 这其实是张观礼带了 我们常见僧人手中拿着念珠 一边念经还一边用手一粒一粒地拨念珠 这个念珠是为了计算念经 念佛次数而设念珠吗 比如净土宗的僧人念一次南无阿弥陀佛 就拨一粒佛珠 这样就能知道自己已经念了多少次 今天的功课有没有做足 因为念珠是一个环形 为了计数 其中还有一粒或者几粒念珠的个头比较大 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竖完了一圈 念珠数量的多少也是有规格的 少得有14颗 多得有上千颗 这些数字各有不同的讲究 红衣法师写过文章宣传听众念佛法 主张信众随着钟表滴答的机械声念佛 用钟声提醒自己念佛 这样可以更专心十八 这说明念珠也好 钟表也好 只是为了能专心念佛的工具而已 念珠原本只是个工具 但是宗教用品使用的年代涨了 容易被认为含有某些特殊的法力 后来念珠也被神秘化了 据说念珠的才智不同 念佛的法力也不同 用铁珠能获得五倍功德 用金刚树的果实金刚自作的念珠 功德有千亿倍 用菩提树果实菩提子做的念珠 念佛功德有无数倍十九 净土宗又常说 念一句佛号有很大的好处 有很大的功德 那这么说 用菩提子的佛珠念一句佛 好处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多了 是不是念一句就可以成佛了呢 佛教既然大慈大悲 那寺庙不如寻个菩提子的佛珠 让每个信众轮流拿着念句佛 这不才是最快的普度众生的做法吗 听得太荒诞了 只好解释成 上面那些说法难免有夸张的成分 对此应该像白话文先生说的 不可执着了 因为极乐世界在西方 上西天也成了中国人的俗语 有很多佛教信徒都希望自己死后 能到西方的极乐世界西天去 所以后来上西天就成了死亡的代名词 中国小说里常常有舞者大喝一声 呆 送你上西天 就跟外国人大喊一声 送你上天堂 差不多的意思 西欧记里说 唐僧是上西天取经 但唐僧拜访的不是阿弥陀佛 而是如来佛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 还说 释迦牟尼佛住在西天大雷音寺 这都是小说家杜传的了 我们前面说了 释迦牟尼涅潭以后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 到其他世界说法去了 并不是住在西天大雷音寺 为什么西欧记说释迦牟尼在西天呢 中国古代有管印度叫西天的传统二十 我不知道这个天是天界的天 还是天竺的天二十一 反正既然以前就有人管印度叫西天 那么西欧记这么说倒不算错 可是西欧记毕竟是神怪小说 讲唐僧去人间的印度取经太没意思了 要要直接从佛那里取经 这才能算是真经吗 释迦牟尼佛在中国 特别是民间的地位最高 取经当然是从最权威的释迦牟尼佛那里取材最合适 这么一来 西欧记也就只好让释迦牟尼佛也住在西天了 还专门为佛祖创造了一个大雷音寺当作居所 既然有了释迦牟尼居住 那么西欧记这里的西天也就不能是印度了 必须是一种类似天界的地方 可另一方面 中国人也管极了世界叫西天 正因为西欧记把玄奘取经的西天和修行者希望死后能往生的西天混在一起 所以才有了菜汁中浪化里的那个冷笑话 妖怪对唐僧说 师父 我来帮你取经 唐僧很高兴 问 你怎么帮我啊 妖怪说 我把你吃了 你不就立刻上西天了吗 前面说的是 净土宗的修行方法很简单 只要诚心诚意地想往生净土 经常念佛号就可以 还有更好的是 如果念是念佛了 但是心意不够虔诚呢 那也有机会 修行者会生在弥陀净土的边界 寿命五百岁 在这里见不到佛祖菩萨 听不到佛法 五百岁后认识到自己的罪了 就可以转生到弥陀净土 而且 就连念佛这么简单的行为 都不用持续太长时间 阿弥陀经说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 直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就是说 只需要专心念几天佛号 就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唐代净土宗僧人会日和玄奘一样 也是个了不起的旅行家 他曾经坐船到印度 在印度待了十三年 他在夸赞净土宗的时候 一连用了七个素字 说净土宗是素的见佛 素出生死 素的禅定 素的解脱 素的神通 素的圣果 素得自在 万行素缘 素成佛者 为净土之一门 二十二令两个唐代僧人道境 善道更快 说传统修行方法 即是时节不能逞佛 而念佛 持则七日 即则一日 素生净土 即是八地以上菩萨 二十三一天就行 简直就是神速了 净土宗的好处还不止这些 十三 念生佛号 佛就会来救我吗 一 无需避讳 大部分老百姓对佛教理论不感兴趣 只想从拜佛求神那里要点好处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简单的成本问题 一门法术 只要他需要投入的成本越少 一事是否复杂 捐献是多是少 许诺的好处越多 老百姓就越会趋之若鹜 法华金观是因菩萨普门品里有 一句话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闻是观是因菩萨 一心称名 观是因菩萨及时观其因生皆的解脱 意思是 众生受苦的时候 只要虔诚地称呼观是因菩萨的法号 观是因菩萨就会来救苦救难 观是因菩萨普门品里列出了观是因菩萨可以拯救的种种苦难 包括可以除七难 火难 水难 刀难 风难 鬼难 求难 贼难 除三读难 淫欲 称慧 愚痴 满二愿 求难得难 求你的你 意思是说 只要老百姓诚心诚意地念诵观是因菩萨的法号 就能得到上述众多好处 性价比如此之高 不难理解观是因菩萨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神了 观是因菩萨来自于印度佛教 但它的名号和形象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今天既习惯说观是因菩萨也习惯说观因菩萨为什么会少了一个世字呢 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朝的时候皇帝李世民的名字里有一个世字为了避讳改称观因但这个说法可能不确切 观因的说法在李世民登基之前就出现过 李世民登基之后 观是因的名称也有人用 而且李世民本人还下令说 世民两个字只要不连在一起 就不用避讳一 所以百姓现在习惯说观因 恐怕就是为了方便 观是因菩萨形象的在中国的变化过程也非常复杂 很多人都知道 观是因菩萨的形象有个从男生到女生的变化过程 佛菩萨已经超越了理性世界 本来没有性别的概念 无所谓是男生或者女生 所以很多佛菩萨和罗汉象 特别是来自印度和西域的 大都偏向于中性 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 早年的观是因形象偏向于男子 有的佛经认为观是因是转轮圣王的长子 《华言经》里说观是因菩萨 勇猛丈夫观自在 为度众生驻此山 北魏和唐朝的时候 观是因像还是男生 还有小胡子 到了宋朝 观是因的形象逐渐变成了女生 慢慢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形象 这恐怕是因为观是因菩萨救苦救难的慈悲形象 有一种类似母爱的感觉 就如同基督教文化里的圣母形象一样 百姓觉得女性的温柔形象更慈善亲切 甚至于到了宋朝的时候 民间给观是因菩萨创造了新的身世 说她是一个中国式家庭的女儿妙善公主 凤行孝道 这和正统的佛教传说已经没有关系了 中国民间对观是因菩萨形象的改变并不是不符合佛理 佛经上说菩萨原本没有形象 但是为了方便拯救 教化众生 菩萨常要变化成各种形象 有的佛经记载 观是因菩萨会变十九身 有的说会变三十三身 这菩萨的三十三身在印度空有树木没有形象 给了中国艺术家巨大的发挥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是因菩萨三十三身形象 完全都是中国式女的模样 有名的如杨柳观音手持杨柳枝 水月观音观看水中月亮 池莲观音手持莲花 还有完全来自于中国人原创故事的余兰观音 手持余兰二 这些造型都是中国传统审美观的体现 在各种观世音菩萨的像中 常见手持镜瓶的形象 这镜瓶原本是印度僧人的一种日常用具 印度僧人奉行过午不时 有些教派非常严格 下午不仅不能吃东西 而且只能喝一个专用的瓶子里的水 其余七米的水都不能喝 这个圣水的瓶子就叫净瓶 这个瓶子到了中国被神秘化了 成为了一种似乎含有法力的圣物三 更好玩的是 明朝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圣母 被画的像是观世音菩萨 在清朝的观音菩萨慈容五十三线里 还出现了耶稣像 意思是耶稣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 因为观世音的形象深入人心 后来又和中国本土的各类女神结合 在南方 观世音和地方神灵妈祖混合 甚至有了观音妈祖的教法 中国民间还有香火很盛的宋子观音 佛教明明主张禁语 不结婚 怎么冒出来一个专门给老百姓送孩子的宋子观音呢 是这么回事 在中国一开始只是道教有宋子娘娘这么个神灵 中国古代很重视生子 妇女生不出儿子来 压力会极大 妇女的生子愿望强烈 宋子娘娘的香火就特别旺盛 中国百姓的宗教概念又很模糊 既然观世音菩萨能变化种种形象 又受中国人欢迎 而且也是女性 时间一长中国人就把两者混为一谈 创造出了宋子观音 佛教本讲人生是苦海 生是人生四苦的开始 所以婴儿出生的时候要大哭不止 要是能逃出轮回 不再生于六道才好呢 但是儒家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佛教在儒家传统面前也得让步 原本是应该普度众生逃脱六道的观世音菩萨 只好化身为宋子观音在庙里承受香火缭绕 有些佛教寺庙不仅供奉宋子观音 甚至还称其为助生娘娘 助生娘娘这个说法既不来自于佛教也不来自于道教 是从小说《风神演义》里开始流行的 而且娘娘一般是对道教神的称呼 寺庙里供奉助生娘娘 是如佛道和民俗文化混作一团的结果 此外民间还有击败罗汉寺 迷了佛恩来求子的 这就更乱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 宋子观音也不违背佛理 因为求子不得也是人生的一种苦难 虽然求子的欲望在佛教看来是应该破除的 但是求健康 求免在之类的愿望 其实也是应该破除的 既然观世音菩萨能救苦救难 那么求子的愿望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了 光世音菩萨普门品里也明确说 礼拜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求难得难 求女的女武 所以宋子观音按照佛理是可以存在的 另一个给百姓留下深刻印象的观世音形象 是牵手牵眼观世音 这是观世音菩萨在密教中的六个形象之一 密宗我们会在后面略说 密宗六菩萨中 除了牵手观音外 比较有特色的形象 还有马面观音和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的像 一般是在一个正常人比例的头上 在原本头发的位置再增添十个小头 包括若干表情 这个形象在中国寺庙里也经常能见到 人们又习惯把观世音菩萨称为南海观音 这是因为华言经理说 观世音菩萨居住在南方的 普达洛家山上六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日本僧人从中国请一尊观世音菩萨 向回日本 走到周山群岛的时候 一道大风走不了了 他认为这是观世音菩萨不愿意理去的征兆 于是在岛上盖了一座简陋的房子 把观世音像留在了岛上 后来这个传说越来越有名 有人在岛上盖了寺庙 周山群岛对于中国来说 正好也在南方 于是人们把这个地方按照普达洛家的音译 取名为普陀山 今天世界佛教界都普遍认为 位于我国周山群岛的普陀山就是 观世音菩萨的道场类似于居住地 总部的概念 关于观世音菩萨 民间还有观音土的说法 中国百姓在遇到饥荒的时候 会吃一种含有矿物质的黏土 百姓称为观音土 这种黏土不含有营养成分 吃了可以暂时减轻饥饿感 但是人最终还是会因为营养不良死去 这个说法在佛经中也有出处 优婆色界经理说 菩萨发愿在饥荒的时候 让众生食用自己的身体免除各种灾祸 在瘟疫的时候 让自己的身体变成药术 食用的人能免除各种病痛期 接下来 讲讲中国人很熟悉的另一个形象 弥勒菩萨 也就是弥勒佛 我们前面说 菩萨原本可以成佛 但是为了普度众生不愿意成佛 菩萨这个普度众生的慈悲愿望 叫做菩萨的本愿 这相当于菩萨许下的诺言 只有菩萨的本愿都实现了 他们才会成佛 菩萨的本愿大都不止一个 一般有十几个 也有数十个的 很多菩萨的本愿是建立净土 所谓净土 是一块远离六道之外的美好佛国 菩萨发愿建立净土 等净土建立好之后 菩萨就成了佛 可以把尘世间的众生接到净土中吧 这也就是说 每个净土都有 而且只能有一名佛 所以净土也叫佛国 已经建成的净土 有阿处处佛净土 要是佛净土 其东方境流利世界 阿弥陀佛净土 及西方极乐世界等 自然 这些净土也分别对应着阿处佛 要师佛 阿弥陀佛等佛 传统佛教认为人的解脱之路是不断的修行 可这种修行方式太过艰苦漫长了 有的佛经认为修行成佛要经过很多节 节是佛教的时间单位 长短说法不一 按最小的算 一节是13.4384万年 安大的说法算 一节是268.768万年久 总之 那都是天文数字了时 净土的特别之处是 当满足了某些条件之后 净土所对应的佛就会用他的力量把修行者直接带到净土 净土是一个极为美好的世界 生活在净土的众生不会再轮回受苦 还有很大的可能成佛 转生净土的方式大多不难 主要是向该净土的佛前程祷告 这种修行方式既不需要学习复杂的佛学 也不需要太刻苦的修行 和传统漫长艰苦的修行方式相比 转生净土就容易很多了 佛经记录的净土很多 大部分净土大同小异 我们只介绍两个有名的净土 第一个是弥勒菩萨的弥勒净土 右教都率天宫 弥勒菩萨在佛教里有独特的地位 按照佛教的传说 释迦牟尼涅谈以后 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佛了 佛教一般认为 在我们世界里出现的下一个佛是弥勒佛 也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未来的教主 通俗地说 可以把弥勒菩萨当作释迦牟尼佛的接班人 现在弥勒还没有成佛 所以还是弥勒菩萨 现在 弥勒菩萨正住在天上的兜率天宫里给众生说法 佛经上预言 在遥远的未来弥勒菩萨会下生来到人间 这个时候 人间就成为天堂 人的寿命八四零零零碎 地上自然长出食物 到处都是金银财宝等等食衣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弥勒菩萨的下生导致了人间变成天堂 另一种说法是 只有人间到了变成天堂的时候 弥勒菩萨才会下生 弥勒菩萨此时正在兜率天宫说法 未来会下生到人间 对于弥勒菩萨的信仰也就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希望死后能上升到兜率天宫 成为弥勒菩萨的弟子 一种是期盼弥勒菩萨能下生到人间 拯救众生 弥勒净土的信仰者希望自己死后 能直接转生到弥勒净土 在弥勒菩萨身边听菩萨传法 这样就不用再承受转生的痛苦了 等到未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 转生到弥勒净土的众生 随弥勒菩萨一起下生 再一起成佛 这样就完成了修行 这显然比传统的累世修行快多了 所以在弥陀净土流行之前 中国的大部分僧人除了学习本门的佛法之外 都同时信仰弥勒净土 我们前面说的唯实学 最重要的经典是瑜伽师的论 此经是印度的佛学家 吴助生称他上升到兜率天宫 听了弥勒菩萨的演讲而得到的 因此佛教认为弥勒菩萨是 瑜伽师的论的作者 是唯实学的祖师 所以信仰为实学的玄奘也信仰弥勒净土 玄奘就发愿 希望死后能上升到弥勒净土 追随弥勒菩萨学习佛法 白居易在达克说里说 海山不是无归处 归即应归都率天 他也是持弥勒信仰的 相对于上升信仰 弥勒菩萨下生的传说 在中国民间的影响更大 这是因为普通百姓生活在凡尘里 与希望来生幸福相比 更希望今生今世 此时此刻就能得到快乐的生活 有些信仲相信弥勒菩萨下身后 就会让人间变成非常美好的世界 这有点类似于西方宗教中救世主的概念 很多生活疾苦的百姓愿意相信这个传说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打着弥勒菩萨旗号的农民暴动 比较有名的是随朝大夜年间 有数十人装扮成菩萨的样子 自称弥勒佛 杀入皇宫 但被所谓击败了十二 在随末的时候 还有个较高谈胜的僧人利用做法式的机会 杀掉县令造反 这个造反的规模非常小 不过就是占了个县城 没了三个月就被人灭了 有意思的是造反的头头自称大臣皇帝 竟然还立了个尼姑当皇后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 还属白莲教 莲花是佛教的吉祥物 民间的弥勒信仰常常以白色的莲花为标志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白莲宗 白莲会议类的民间组织 最有名的是元朝末年的起义 盛世浩大的红金军就打着弥勒佛下声的口号 今天我们在寺庙里看到的大肚子弥勒佛的形象 也和下声信仰有关 印度的弥勒佛并不是大肚子形象 印度佛教对佛外形的描述基本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佛 大部分的菩萨 都接近我们在寺庙里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形象 弥勒佛也不例外 在五代的时候 中国有一位被称为谢此和尚的大肚子和尚 经常背着一个布口袋 他演技以后 民间认为他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以后寺庙中的弥勒菩萨 就渐渐变成了大肚子的形象 甚至民间还根据这个形象 连出了一个大肚能荣 荣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长相 相世上可笑之人的对联来 后来又有艺术家在弥勒像旁边增加了几个小孩 又产生了宋子弥勒的说法 西游记里的弥勒佛还背着人重待 这都是中国民间的创造了 因为白莲教影响社会稳定 各朝统治者对弥勒信仰一再限制 记得弥勒下生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了 又因为后来兴起的弥陀净土比弥勒净土更吸引人 弥勒净土的上升信仰也渐渐被人们忘了 今天游客们来到佛寺 看到大肚子弥勒佛 大多只把它当作寺庙中一处有趣的景象 展现了佛教文化世俗 宽容的一面 而弥勒菩萨真正的传说 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 而因就等于是造业 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成 众生想要一个好的果报 而菩萨在乎的 是不再造业 纯情无然 虽然神佛能改变因果这件事说得通 但这么一来 修行解脱这件事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只要做完佛教的一系列仪式 修行者就可以既不受前世恶行的困扰 又能得到今生的福报 还能来世往生净土 成佛 甚至于贪心的人还可以打打擦边球 现在人间享受够了美事 做 做不那么过分的恶事 等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想享受也享受不到的时候 再赶紧信佛 在死亡的恐惧之下 诚心忏悔 祈愿往生净土 最后不也能躲避恶业 获得种种福报吗 丰子凯先生在《佛无灵》中 描写过这么一类人 他们的吃一天素 希望比吃十天鱼肉更大的报酬 他们放一条蛇 希望活一百岁 他们念佛诵经 希望各个字变成金钱 这些人佛堂里散出来 说的统是果报 某人常年吃素 邻家都烧光了 他家毫无损失 某人念金刚经 强到洗劫时 卢不抢他的 某人无子 信佛后一所得难 某人至窗发 念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至窗立刻断根 此外没有一句 真正关于佛法的话 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 靠佛图利 吃佛饭 这真是所谓 勤机终日 言不及义 好行小会 难以灾 这帮人把所谓的信仰 变成了同佛做买卖的交易 只图私利福报 没有真正的慈悲之心 也不想追求真理 这种人当然让人讨厌 但要命的是 这些人的行为 却不算违背佛理 按照因果报应 按照佛经上的许诺 这些人的确可以得到 他们期待的福报 顶多因为他们的心 不是特别成 打点折扣罢了 但如果纯粹做好事 完成仪式 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福报 甚至可以成佛 那我们前面说过的 种种奇妙佛学 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件事 一般的佛教人士的看法是 修行有无数法门 这些方法 既然都记录在佛经内 那么他们自然都是真实的 也都是并行不备的 有能力学佛法的去学最好 没能力学的光颤毁灭佛 也同样可以解脱成佛 学哪个就看 你和哪种佛法有缘了 但假如我们结合佛经 和各学派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来看 我们会得到另一种解释 佛教在刚刚出现的时候 有着很强的哲学性 学术性 释迦牟尼不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佛 只把自己当作先与他人 开启智慧的老师 这时的佛教的哲学味道更浓 理论更简洁 因果报应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不以神佛意志为转移 佛是众生的老师而不是统治者 个人要自己努力学习佛法 而不能依赖仪式 不鼓励咒术 佛像这些外在的宗教形式 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 佛教的学术味道越来越淡 宗教味道越来越浓 越到后来越强调神佛的外力 观世音菩萨 净土信仰越来越受欢迎 认为因果报应 可以通过宗教仪式来修改 强调佛咒和仪式的力量 产生了密宗 佛教中带有超能力味道的 设定也越来越多 一个普通工具念珠也成了神器 一个普通的结界也有了法力 既然神佛的外力强大 那么向神佛忏悔 求助就比自己修行更加有效 最后就演变成了 就算是刻苦学习佛里的僧人 也都同时兼修净土 因为后者的性价比更高 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说 这是佛教作为一门 大众宗教不得不做的妥协 在传播中 只有那些最容易修行的 给大众好处最多的教义 才可能流传下去 从佛教自身来说呢 我也想出了一种解释 我们说过 佛教是大慈大悲的宗教 佛教设立的种种说法 不是想故意刁难人的 而是想让大众 别在六道中受苦 早点解脱 佛教是想尽力帮助大众的 那么 佛教的修行方法 就不应该以复杂 艰苦为荣 如果有可能的话 当然要尽量寻找容易 轻松的修行方法 来帮助大众解脱 佛教发展了这么多年 其修行方法 也应该是越来越容易 好处越来越多 如果佛教越发展 修行难度越高 这反倒不符合佛教救人的宗旨了呢 六 因为施行宗教仪式最简单 好处又极大 因此各种佛教仪式 远比佛学理论更为流行 这里简单讲讲几个大众 非常熟悉的宗教仪式 先说烧香 烧香是中国和印度 都有的传统习惯 从印度来说 可能是因为印度圣产香料 喜欢用熏香来供奉尊者 因此也愿意用香来供奉神佛33 佛教认为 烧香对于菩萨和佛是一种供奉 就像有的寺庙里 会用一些装饰品来装饰佛像一样 是弘扬佛教的一种手段 没有特别神秘的色彩 按照佛教的因果报应官来说 供奉佛像当然会得到好报 但对佛像的尊敬 供奉主要基于个人内心 而不在于所用财富的多少 汉的佛教一般不主张 用多么昂贵的财物供养佛 真心供奉的话 一杯清水就可以了 最多再供奉水果 茶水34 水果 茶水的供奉 也只是表达一种心意而已 并不是说佛 菩萨真的来吃这些水果35 供奉的食品 水果 在腐坏之前就要撤掉 撤掉的食物就直接吃掉 不要浪费36 其余的供品 特别是奢侈品 佛教都不主张使用 有钱供奉佛像 还不如用这些钱来做善事 更好37 不过这些规矩 民间一些寺庙渐渐不遵守了 有时我们在寺庙里会看到比较丰盛的供品 《红楼梦》第一回里说 葫芦庙里的和尚因为炸供不小心引人了窗户纸 饶了大火 这里面的炸供是民间的一种习俗 一般是用油炸的细肠的面食 上面再涂抹红糖 蜂蜜 桂花等调料 是非常好吃的一种食物 民间专门用这种东西来供养神佛 解放前 北京的居民家家都要购置这种食物来祭神 和清水相比 这种油炸的甜食就有点奢侈之嫌了 《红楼梦》里说因为和尚炸供 而引火烧了寺庙 恐怕也有讽刺的含义 和供奉一样 烧香也只是表示恭敬而已 佛教一般不认为 烧香会有外附带什么法力 有些地方争着烧 大年初一第一炷香什么的 自然不属于佛教的说法了 有些寺庙烧香 收费888之类就更搞笑了 这是取八 发邪音 想要发财 可是佛教并弃世俗物质 你求发财不正是佛教反对的吗 其次八 发邪音那是来自汉语 和从印度来的佛教有什么关系啊 民间还流行一些香谱 就是三根香 烧完之后 左边两根比较长代表什么 右边两根比较长 又代表什么 等等 这是一种民间占卜法 和佛教无关的 中国老百姓的这些习俗 听上去杀有其事 其实 写研究起来 很多说法 又混乱又好玩 2011年的时候 我在小区里 听见有一个老太太神秘兮兮的 和另一个人说 今年可不一般 你拿自己的出生年份 加上你的岁数 看看莫为两个字是不是都是一 这样的年份百年一遇 那人心中暗算 许久 惊讶地点了点头 我当时救了不行了 老太太您用小学知识算一算 出生年份加上岁数结果 不就是今年的年份吗 在2011年算 可不就是11吗 这样的年份 可不是百年一遇吗 您说您的有多聪明啊 而且最好玩的地方在于 之所以这一年是2011年 那是因为我们采用的 十公元纪念法 来自于基督教 老太太的那些民间迷信 听着好像很传统 其实早就国际化了 再说一些民间崇尚 但是佛教反对的习俗 有一个佛教故事 说阿易王让大臣上街 去卖各种动物的头和一个人头 结果动物的头都卖出去了 只有人头没人买 人们一看到有人卖人头都跑了 阿易王问大臣 到底是动物的头柜呢 还是人的头柜呢 大臣说 当然是人的头最尊贵 阿易王问 那怎么最尊贵的人头 反而卖不出呢 这故事说的是 所谓尊贵 指的是活人的头 人死了以后 就一文不值了 佛教认为人的身体 就是一个臭皮囊 死后生命轮回 尸体就是毫无意义的肉体 所以佛教不主张后葬 后葬属于浪费 这些钱物不如用来救济穷人 支持佛教38 我们说过 早年的印度佛教徒 有的就把尸体扔到森林里 或是活葬 佛教认为人去世后会轮回 过去的人 既不是埋在坟墓里 也不是待在 某个不属于轮回的阴间 或者天上之类的地方 而是在轮回中拥有新的生命 或者修成正果 跳出轮回 所以佛教也不主张祭祖 更不烧纸钱 因为人已轮回 所谓的香火 供奉其事是无处可攻 清代学者钱大新就说 按照轮回说 我的先辈又轮回成了别人的儿子了 这还怎么祭祀啊39 佛教一般认为 在人去世后最多49天里 是以一种叫做中阴身的形式存在 49天后人就会轮回 所以佛教的三藏仪式 也就只持续49天 可以每天都进行法事 也可以每隔七天一次 叫做摘期 一共七次 这一习惯中国民间普遍遵守 有头七、二七、三七等说法 有人或许会问 佛教不是说因果报应吗 人生前做了恶事 死后就要轮回受恶报 那给去世的人做法事 有什么用呢 这是不是说坏人死了 只要有人给做法事 就能免受恶报呢 圣言法师对此的解释是 这49天法事的主要目的 是让死者上为中医生的时候 听到出家人诵经 听到佛法的教会 对做过的恶事产生忏悔 立下善的念头 这样等49天后再轮回的时候 就可以轮回到比较好的地方 等人去世49天以后 这个人已经轮回 为新的生命了 那么再给他做法事 就不能改变他轮回的结果了 但是可以改善他新生命的生活环境 让他亲近佛法 有更大的可能性佛解脱四十 佛教强调 愿力的重要性 当事人的内心的愿望是主要的 外在的形式是次要的 所以进行法事的时候 去世者亲人 内心是不是虔诚很重要 亲人不能只以强热闹的姿态 去围观僧人做法事 而是要自己虔诚地加入其中四十一 在佛教看来 祭祖扫墓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样 把祭祖看作是一种 寄托思念的个人行为而已 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是想着故去的人 念一些祈祷 对方早日解脱的经文是可以的 也是被鼓励的四十二 金银只不是烧给鬼的 故去的亲人未必轮回为鬼 所以佛教不主张烧纸钱 给神佛供奉 分烧金银纸薄就更不对了 有的人点个香烟插在香炉上 那也是不行的 还要注意的是 和人去世后在做法事相比 在人活着的时候 让他自己信仰佛教 多心善举才是更重要的 有些人把死后仪式当成大事 活着的时候肆意妄为 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另外 圣言法师说得好 出家人要超度的主要对象 是活人而非死人 四十三 僧人的主要职责 是教导活人 找到修行解脱的办法 相比之下 超脱已经去世的人 是其次的任务了 顺便说 生是佛教四苦之一 是人生苦海的开始 没什么值得庆贺的 所以佛教不主张 过生日四十四 再说说开光 所谓开光 原本是佛像落成后 僧人要进行的启用仪式 为什么要有启用仪式呢 这是因为佛像在建造的时候 不过是一块木头 一块金属而已 等到佛像造成了以后 这个佛像就成了大众观想佛的媒介 大众看着这个像 把这个像想象成佛 借此来增强自己的信仰 开光仪式的目的是 把信中召集到一起 告诉大家 从此以后 这尊佛像就代表佛了 含有宗教含义 和一般的工艺品 不同了四十五 就是一个普通的 广而告知的作用 所以自己家里供奉佛像 是不需要开光的 一般的开光仪式 就是由僧人念诵一段 专门的佛经 这个仪式本身并不含有什么神秘的法术 并不是说僧人通过开光 来给佛像灌注了特别的法力 然而这个仪式 在民间 慢慢地就被大众理解成 佛像不开光就不灵了 我们前面说过 对于中观剥弱也好 对于为始也好 佛像都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形象 是用来帮助大众敬仰佛祖的 关键在于观 想着内心的活动 佛像本身没有特殊的含义 也不包含特殊的法力 如果前程礼拜 就算没有佛像 佛和菩萨也会感应 就像祈求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时候 并不需要什么菩萨像或者法器 只要新成就行 反过来 如果新不成的话 拥有再多的佛像 那也只是亵渎 因此 佛像根本就不存在灵不灵的问题 但是老百姓看到僧人举办仪式 念经 总觉得其中含有特殊的意味 见到佛像 总希望其中包含了特殊的法力 甚至进一步以讹传讹 变成了任何物品都能被开光 开了光就有佛祖保佑 就可以保主人平安 甚至保发财了 社会上 有很多地方都贩卖号称高僧开过光的饰品 甚至还有高僧开过光的手机号码 小汽车卖 我们明白了开光的来历 也就知道这类说法对于佛教 其实是无稽之谈了 另外要说明 以上说法只限于显宗 在密宗里 有时开光一词含有类似加持的意思 也就是开光的确可以给器物 灌输某种法力 我们说过 密宗非常强调咒语 仪式的重要性 对开光理解的不同 也是表现之一 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就请读者自己思考了 再说 喜愿和还愿 民间习俗有许愿 还愿的做法 佛经里也有关于 许愿和还愿的记载46 所以现在有不少人到庙里许愿 什么儿子考上大学 我就给你磕头烧香了 女儿病好 我就抄写多少遍经文了 等愿望满足了 再来还愿 但细想这件事 所谓许愿和还愿不就是在那世俗的好处 和神佛交易吗 还是一种带有威胁味道的交易 你让我心满意足了 我就如何如何 那言外之意 你没满足我 我也就不对你好了 这不就是在气势灵人的和神佛做交易吗 首先 神佛不会真在乎你 重塑今生烧高香之类世俗的好处 其次 如果你真想弘扬佛教 顶礼膜拜 那就立刻去做啊 怎么能拿这些好处和神佛的力量去交换呢 我觉得 对于那些不相信佛教的人来说 许愿和还愿有点像 怀疑佛教的人和佛教签订的赌约 可以让那些本不信佛教的人 有机会去烧香或者抄佛经 客观上是有利于传播佛教的 但总的来说 还是不大妥当的四十七 再说说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放生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 禁止杀生 鼓励放生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有些佛教宣传文字 特别强调放生的种种好处 所以有的人把放生 当成了某种积累功德的捷径 当成一种和神佛之间的简单交易 我完成了这个放生的仪式 你就得拿功德来奖励我 既然是交易 那当然是怎么出价低 怎么划算 有的人就开始琢磨 怎么节约成本了 有些人觉得 把动物一股脑扔到野外 念几句阿弥陀佛 这就算完成放生的仪式了 功德就算到手了 至于那些动物后来怎么样 在这些人看来 已经不属于功德交易的一部分 不需要自己费心去管了 乌龟长寿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放生乌龟 有些人买了堆乌龟 往大海里一扔 看到那乌龟在海里翻腾 心里还挺高兴 你自由啦 快乐地生活吧 殊不知他买的是鹿龟 扔海里 其实是在杀生 还有的人 在市场上买了鸟 把笼子一开 就觉得积累大功德了 然而很多鸟是没法在城市里生活的 还有些动物 是被抓捕后长途运输来的 就算在当地的野外放生 因为气候环境不同 也活不了 还有人放生的 是对本地自然环境 有严重威胁的入侵物种 这本身不算杀生 但是对于自然界来说 却会造成生态灾难 有些寺庙里 放生池中最后只剩下凶狠的巴西龟 其他的鱼虾都被吃掉了 还有那种买了衣麻带蛇 随便往郊区一扔 搞得附近居民不堪其扰集体出来打蛇的 甚至还有人往郊区 往村子附近放眼镜蛇 放毒蛇的 这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了 前面说过 行为的善恶主要以动机考察 以善心放的鱼虾 如果被大鱼吃掉 或者吃掉其他小鱼 这也不能算是杀生 这道理是没错的 但前提是鱼虾被大鱼吃的恶果 是正常人力不能控制的 要是有能力避免的恶行为避免 光强调自己是好心 那就不成立了 比如说故意把毒蛇放到一个人身旁 那个人被毒蛇咬死了 你摊摊手说sorry了 我是好心了 我没预测到后果了 所以这种行为不算恶行不用受恶报 这说得通吗 同样的道理 把毒蛇放到人类村落的附近 这也能受善报 你有钱买动物 有时间大老远走到山林里放生 那你在放生之前 多花几个小时时间 学学自然知识 或者给园林部门打个电话 先学习一些生物学常识 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吗 说到这里 我们顺便多说几句 有些宗教在历史上 曾经对异教徒很残酷 甚至刀兵相见 相比之下 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冲突很少 佛教更像是个学校 对于其他宗教的信徒 佛教并不认为你就是邪恶的恶魔 就得打杀 佛教只是觉得 你这个人不知道 我们佛教这么好的知识 误入歧途 太可惜了 要是你能舍弃原来的知识 学习我们佛教 那该多好啊 好像是老师 对待一个不上学的学生一样 佛教对于科学等其他教外知识 也不那么排斥 在保证学习佛教知识的前提下 是可以学一些教外知识的 比如 释迦牟尼鼓励信徒 学一些婆罗门教的知识 有助于在当时和婆罗门教辩论 有助于传播佛教 佛教中还有五名的说法 指的是一些对佛教有一定好处 可以学习的教外知识 如逻辑学 医学 也包括书画 雕刻 数学等等 所以 学佛和学科学 学其他宗教 并不是矛盾的 像生物学这样的知识 就更重要了 佛教讲放生 互生 自然是希望 其他生命能活得更好一些 生物学可以告诉人们 如何保护生物 如何让生物生活得更加健康 这和佛教一点也不矛盾 反倒能给放生 互生提供很大帮助 依我个人看 非但可以学 而且是放生前必须学的 有的人在网上说 佛学博大精深 光是佛学一辈子都学不完 哪有时间学别的 那我只能一摊手 既然别的知识都来不及学 那上网打字什么的 你也不要学啊 你哪来的时间呢 放生还不仅仅是生物学的问题 要想真心做好事 还有经济学等更复杂的知识 需要学呢 比如人们为了放生 而大量购买动物 反倒刺激了捕猎市场的兴盛 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 有些人可能觉得 那动物已经被抓住在先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这事倒还可以在意 但在有些放生热门的地方 已经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 特别是在某些放生节日里 一排全都是专门卖工放生 用的活物的商店 直接交钱买一塑料都一瞎 旁边就是胡一倒 这就算是你的功德了 你看这一条龙买卖 这功德积攒得多快 放生人觉得反正我钱也花了 那功德就是我的了 可你就不能动动你那脑子 想想你花掉的钱 是不是鼓励了更多的人捕捞鱼虾 抓野生动物呢 那些鱼虾这边被放到水里 那边又立刻被人捞上来 重新贩卖 这在捕捉中又造成了更多的杀戮 这是保护生命的行为吗 小鱼小虾在你们这种 抓抓放放的游戏中 是获得了好处呢 还是多遭受了苦难呢 这道理任何一个人 想想都能明白 你觉得神佛那么智慧 他能不知道 你是真觉得自己特聪明 能蒙得过神佛 只要完成了这抓抓放放的放生游戏 就能上天堂呢 还是想你傻卖傻 等着佛祖摸摸你脑袋夸你 蠢是蠢点 起码善心可嘉呢 行善并不是愚蠢的借口 以行善为动机 却做了本可以避免的愚蠢事 那不是行善 那是你懒 信佛不需要学习知识 只需要听老师的话磕头行善 就行了吗 别忘了佛教可是追求智慧的宗教啊 实际上当代高僧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圣言法师在《学佛群一》里 就说过放生的种类 场所 放生动物之后的生存问题 如果方法不当 那些动物根本没有适应自然环境而自求生存的能力 放生也等于杀生48 再者 有的佛学家认为 同是杀生 杀人的罪要比杀畜生的罪更大 根据这个道理 那么保护动物 就没有保护人的功德大 应顺大师就说 从人的立场说 应先救人类 只知道放生 不知道救护人类的行为 这即是不知轮次49 这种重视人 大于重视动物的观点 也是符合世俗伦常的 这么看来 那些在村落附近放舌的行为 就不好 说是善行多 还是恶行多了 七 说到寿庙里的宗教仪式 再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不持银钱见 小城佛教遵守 不捉持生向金银宝物的戒律 僧人不能积蓄钱财 甚至都不能用手接触钱财 佛教说 有八种不敬物 其中也包括金钱 如果要严格遵守这一条 那么僧人在接受施主布施的时候 只能接受食物 衣物等能直接用的东西 不能接受金钱 所接受的物品 也不能积累太多 够用为止 更不能经商五十 大城佛教就不大遵守这一戒律了 我们在讲大小城历史的时候 曾经说过 大小城是在一次佛教内部的分裂中产生的 分裂的原因之一 是两派僧人对戒律的理解不同 其中就包括不持金钱率 后来发展成大城佛教的那一派认为 僧人可以持有金钱 今天的汉传佛教绝大部分都属于大城 如果这么论 那么是可以持金钱的 大品涅槃经就说 如果为了弘扬佛教 或者生活困难 可以接受各种财务的不失五十一 那些遵守不持银钱借的教派 也有变通的方法 比如 有的僧人请一位俗人当敬主 凡收金钱就说是待敬主收的 小城的戒律对于金钱的要求 也在不断变化 后来的小城戒律里 就出现了若为僧且 应求利润五十二的文字 公开说为了佛教事业 僧团是可以挣钱的 汉的佛教发展到今天 寺院可以拥有财产 已成了继承事实 一件有趣的事实 印度佛教不允许僧人积蓄钱财 只允许僧人保留有限的几件生活必需品 比如穿的衣服 其食用的钵鱼 合称为衣钵 中国僧人在有了妙产之后 为了不违背前辈的规定 就变通地把钱财称为衣钵 比如寺庙里管理钱财的僧人 叫伊波侍者 他住的地方叫做伊波局 账本叫做伊波部 中国人变通的本事是很大的 寺院拥有钱财有很多好处 能用于弘扬佛法 也能用这些财物广行善事 我们不方世俗一点说 有些自私的人不愿意捐钱给穷人 但他们为了获得神佛保佑 宁愿把钱捐给寺庙 而接受钱财的寺庙 可以用这些钱来做慈善 这也就等于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 但另一方面 出家人过多地沉迷于赚钱 甚至把这些钱用来供自己享乐 这就不合适了 佛教对僧众启示的规定是 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 而且所启示物以吃饱为限 投驼还不能吃太饱 不能多药 这一个是为了抑制僧人的享乐之心 一个是避免浪费 如果我们以这个标准来看 那么现在少数僧人的奢侈生活就不妥了 哪怕这些财产是自己劳动 经商所得 也不应该用在不必要的享乐上 比如佛教有一条戒律叫 不坐卧高广大床53 床在古代不仅指床 还包括凳子椅子54 这条戒律的字面意思 指的是不能坐太高 太宽敞的座具 实际上过于舒服 装饰华丽的座具卧具都属此列 这是为了避免舒适安逸 影响修行 按照这个规定 现代人用的床垫 沙发恐怕都是饭届的 推而广之 坐飞机头等舱 坐软卧 坐豪华小轿车 住新级宾馆 恐怕也都是不合适的 还有一条戒律叫不着香花满 就是说 出家人应该穿着朴素 不打扮 这个一般的出家人都能遵守 要注意的是 手表也属于事物 所以南传佛教的出家人 是不戴手表的55 养宠物也不行 因为众生平等 又不允许劳动生产 所以印度的大乘佛教 不允许出家人养生畜 宠物算是小罪56 严格说来 居士也不能养宠物的57 禁止养动物 主要是怕伤害动物 而且养宠物是一种娱乐 对修行是阻碍 很多汉的寺庙 从事农业生产 要使用一些牲畜 恐怕是免不了的 因而对这一条 遵守得不很严格 现在有些寺庙 特别商业化 烧香 供养亲人的名号 都是分等级的 钱多的人可以烧高香 烧头炷香 可以把亲人的名号 放到佛像前较高的位置 要是没钱呢 就只能屈尊了 这种行为也是不合适的 我们不拿不吃银钱借来说 我们拿菩萨六度的 忍辱度来说 菩萨六度 指的是大乘修菩萨行 要遵守的六条准则 汉的佛教 大多都属于大成 所以可以适用 为什么这里能用六度里的忍辱度呢 因为忍辱度的涵盖范围很广 不光只是要忍受痛苦 忍受别人的打骂屈辱 还包括别人在称赞 不失你的时候 要忍住自己的欢喜之心 不对该人有所偏爱 那也就是说 僧众不能因为这个施主给的钱多 就多关照他 让他有烧高香的特权 让他受到更多的祝福 更不能说这个施主有钱 就笑眯眯的 那个施主没钱 就冷冰冰的 不过严格说来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高僧 也不能遵守这条戒律 前面介绍过 包括玄奘在内 中国历代高僧 大都依国主 对皇帝好话说尽 马屁拍够 动不动就说皇帝是现世佛 是转龙王 其实我们也知道 哪可能那么巧 那么多皇帝全都是佛 高僧对皇帝的恭维 难免有夸张的成分 从教理上说 这依据的是不依国主 责法是难力 是为了弘扬佛教 所做的方便行为 但是 假如因为皇帝 掌握着全国的资源 就对皇帝更亲近一些 就对皇帝说一些 更顺耳的恭维话 这不也算是偏爱吗 不就等于 把皇帝当成了 最有价值的施主了吗 再者 假如施主本人 并没有那么好 僧人夸张地赞扬他 这算是撒谎 是犯了妄以戒的五十八 说到不失 还可以说明的是 酒 武器 毒药一类的不禁物 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否则不能不失 给寺庙 比如 如果寺庙等着用酒精 去救人 那就可以不失 也不能不失偷盗 抢夺来的东西 所以说贪官到庙里扔钱 是不行的 另外 没有特殊情况 外人不能接受寺庙的财物 这是因为按照佛教教义 寺庙的财物是寺庙全体僧人共有的 僧人不能私自赠予 甚至于世俗人免费在寺庙里吃顿斋饭 也是不合适的五十九 除非是接受财物的人 处于贫病的时候需要救济 或者是为寺院工作获得正常的报酬 获赠佛经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这是把钱财用在了传播佛法上 上面这些讲不失的话 我是站在方便的角度 为收费的寺庙尽量开脱 但我们也得承认 有些寺庙 有些僧人完全把佛教当成了敛财的工具 他们利用中国人怕事 不敢得罪神灵的想法 轻而易举地赚取大笔金钱 我们不是司法部门 也不是佛教权威 恐怕不能和他们正面对抗 那我们老百姓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呢 比如网上流传着这样的邮寄 转到最后面一个店的时候 我看见店门是开着的 有人在那里磕头烧香 我以为这里烧香 可能不要香火钱 往供养香 礼赛点钱就行了吧 于是先点了一炷香 趴下磕了三个头 还没有爬起来 一位穿灰布袈裟的和尚走过来 双掌合十 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他说 这里是磕头许愿的地方 让我过去牵着香袋 这时候才意识到 上当了 弹头已经磕完 总不能跑吧 于是跟着和尚到他的墓鱼前面 他拿出一个香袋 有六句诗 每一句诗的起头都是一个数字 说让我选择一个数字 每个数字代表一百天 他们会在佛祖那里 为签了名的人诵经 请菩萨保佑相克完成心愿 我还算是个聪明人 知道那些数字背后肯定有圈套 就选了最小的一个数字六 果然 我画完钩 和尚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说诵经一天要掏一块钱 我选择的是六百天 要交六百块钱 我什么话都没说 明明白白递上了一当 说什么呢 拿出六百块钱放到桌子上 转身走人六十 这还算简单的 还有比较高级的骗术 比如寺院和导游合谋 导游在车上跟你聊天 了解你的家庭情况 等你下车到了庙里 里面算命的贾僧人 一先得到了导游的通知 上来就跟你说你家怎么怎么回事 一说全对 很多人一下就傻了 这玩意儿真灵阿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首先 记住一条 我们说过 无论是算命也好 改运也好 这些都不是真正佛教相信的东西 佛教也不认同面相 首相六十一 不认同皇历 所谓良辰吉日六十二 不认同星相 观星 占星的说法六十三 也没有符咒治病的说法六十四 戒律更是规定 出家人不能靠占卜 牟利六十五 所以 只要那些僧人 一说算命 你就立刻知道 这个人是假僧人 无论他在说什么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了 其次 记住我们前面对佛教的介绍 佛教是追求智慧的宗教 不重视外在的吉祥物和宗教仪式 即便是注重佛号的净土宗 也认为内心观想最重要 你拥有在多外界的佛像 法力 自己不虔诚念佛 不做善事 那也没有用 反过来 即便没有佛像 不进寺庙 只要内心虔诚 多做好事 也能得到佛的保佑 所以要是有人给你某个香袋 金牌 佛像之类的吉祥物 然后找你要钱 那你就把那吉祥物还给它好了 神佛不会因为你没钱 请佛像而怪罪你 如果有人说 要你花钱念经 花钱烧香 花钱给父母祝福 你拒绝就好了 你这么想 你是偶然进一趟寺庙 信守为父母 扔了几百块钱 是对父母好呢 还是回家日夜孝顺父母 诚心为父母念佛 更能让神佛喜悦呢 有人借着佛教祝福的名义 找你要钱的时候 你就对他说 大师 心万无尽 我只求新城而已 转身走开就是了 按照为时的观点来说 在他的眼里 神佛可以用来赚钱 而你的眼里 具体的佛像 金钱 都是遍迹所值的假象 这不正说明 你的心实在某方面 比他更纯净吗 你如果迁就 纵容了对方贪财的行为 这不凡倒是造恶业了吗 所以走开就是了 我相信神佛 是不会因此怪罪你的 这世上 怎么会友善的神佛 只因为信众贫穷 就降罪于他呢 诸事 一 刘旭等 旧堂书 太宗本纪 一礼 二明不偏慧 近代已以来 两字兼壁 废却已多 率业而行 有为经典 其官号 人名 公司文集 有诗明两字不连续者 并不虚讳 二 于兰观音的大概传说是 金沙滩人不信佛教 观世音菩萨为了教化他们 化身为一个漂亮的麦鱼女 提着兰子麦鱼 当地很多人都想取这名女子为妻 麦鱼女就说 谁能背的佛经最多就嫁给谁 于是当地人争相背诵佛经 后来一位姓马的男子背得最好 麦鱼女答应嫁给他 但是一过门麦鱼女就去世了 后来有僧人告诉姓马的男子 麦鱼女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 打开麦鱼女的棺木 发现只剩下了一副金锁子骨 三 白话文汉话佛教法器略说 商务印书馆 1998年第一版 第151页 第153页 四 李东友古行杂记 敬辞四 乃祖宗功德院 策游500尊罗汉 别创伊田自殿安顿 装素雄伟 其第422位阿诗皮尊者 独摄伊勘 用黄罗为墓 墓之旁 只牵筒一座 其向侧身严谨 便赴邪目 屈人而笑 临安妇人其四者 必亦此筑香颠倒 以守谋其父 云有感应 日积月久 汉守家于泥粉之上 其父黑光可见 邪说污名如此 又假此以为题话之端 连略名才 不可圣计 其无计甚疑 5 揪摩罗神义常行 为那极多益众诵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若有女人设谊求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便生福得智慧之男 设谊求女 便生端正有香之女 6 时差南陀意 华严经 善才参观自在菩萨章 于此南方有山 明 彼达洛家 旅有菩萨 明 观自在 7 谈无诚意 忧婆色戒精 亦菩萨心兼顾品 善男子 于基谨事 我立大愿 以愿力固受大于身 为助众生 离于饥渴 使我身者 修道 念道 无恶罪过 即一事实 复立大愿 以愿力固 身为要术 诸有病者 见闻处我 及时皮肤 血肉 骨髓 宾息除愈 8 除弥勒净土外 9 在计算节的长度时 要涉及到8400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在佛经中有时被当作虚数 假如认为用来描述节的8400也是虚数 那么节的长度就计算不出来 10 适应顺谢礼契机之人间佛教 以成佛为理想 修慈悲利他的菩萨道 到底要经历多少时间才能成佛 这是一般所要论到的问题 或说三大阿僧奇节 或说四大阿僧奇节 或说七大阿僧奇节 或说无量阿僧奇节 或说一生取半 即生成佛等 可说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一阿僧奇等于十的140次方 这里的节应该指的是大节 可以想象分号之前的数字 有多么庞大了 上文中这几个数字 应该是传统教派的说法 分号之后的 应该是禅宗 净土 密宗的说法 从佛超越理性的概念上讲 佛教对于成佛时间说法的混乱 是可以解释的 成佛时间长 是因为修行者 没有参透佛性 超越理性的概念 虽然累是修行 但进展缓慢 所需时间 近乎无限 假如修行者 明白了佛性超越了 包括时间在内的理性概念 那么修行 也就无所谓 需要时间了 无量阿僧奇也好 瞬间成佛也好 都是同一回事了 十一 未来人受八万岁时 弥勒菩萨下生 这是中阿含经 说本经的说法 长阿含经 转轮圣王经说 当时国王明朗嘎 增益阿含经的说法是 从释迦牟尼佛 现身传法算起 弥勒于三十节后成佛 当时国家明基头 国王明朗区 弥勒佛于龙华树下 三次说法 第一次度九十六亿人 第二次度九十四亿人 第三次度九十二亿人 参见陈阳炯 中国净土宗通史 凤凰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第二十三页 十二 魏征等随书帝纪 六年春征掠鬼害朔 但有道数十人 皆宿观炼衣 焚香持华 自称弥勒佛 若自建国门 兼满者接其手 继而夺魏势杖 将为乱 其往简欲而斩之 于是都下大索 与相连作者 迁瑜伽 十三 阿弥陀经卷下 极乐国土 众生生者 皆是阿弥拔志 无量寿经 舍我得佛 他方国土诸菩萨咒 闻我名字 不及得志不退转者 不取正觉 十四 龙树造 揪魔罗神义 大智斗论卷十二 如舍利福 于六十节中行菩萨道 异度不适合 时有其人来起其眼 舍利福言 眼无所助 何以所知 若须我身及 财物者 当以相语 达言 不须辱身及财物 唯欲的言 若辱实行谈者 以眼见语 耳识 舍利福出 一言与之 其者的言 于舍利福前 嗅之贤臭 脱而去的 忧于脚踏 舍利福思为言 如此必人等 难可度也 掩师无用而强所知 既得而弃 忧于脚踏 何必知甚 如此人辈 不可度也 不如自调 早托生死 思维适宜 于菩萨倒退 回向小城 是明不到彼岸 若能直径不退 承办佛道 明到彼岸 十五 王日修校级 佛说大阿弥陀经 第二十七院 我作佛时 十方无央属 世界诸天人名 有发菩提心 奉持摘见 行六波罗蜜 修诸功德 至心发愿 欲生我杀 灵寿忠实 我与大众献其人前 引致来生 左不退转的菩萨 不得誓愿 终不作佛 谈鸾 往生论诸 卷二 凡事生彼净土 即彼菩萨人 天所起诸行 皆原阿弥陀 如来本愿立故 何以言之 若非佛力 四十八愿 便是涂舍 十六 龙树 石柱皮 菩萨论 异行品 佛法有无量门 如世间道 有难有意 路道不行则苦 水道成传则意 菩萨道 亦如是 或有情形精进 或有以信方便义行 即至阿维悦智者 十七 揪摩罗神义 法华经 药草玉品 佛品等说 如意未语 随众生性 所受不同 如笔草木 所禀各异 十八 誓言因 劝人听中念佛文 初学念佛者 若不持念诸技术 最欲懈怠间断 若以此中时常随身 唐有间断 义文中响 即可警觉也 又在家念佛者 居是附近 不免喧闹 若设心念佛 疏为不义 今以此中 置于身旁 用耳砖听钟响 其他喧闹之声 自可不致 缭乱其而也 十九 白话文 汉话佛教法器略说 商务印书馆 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第一百九十一页 第一百九十二页 二十 世脚园 妙喜寺 达公禅 斋记李斯职 公孙房东 曹德玉 从事方舟园 武康市城四十二运 一文西天旨 出禅已无热 宋无名是满亭方 拿摩产教 东土至西天 宋无名是天竺国 胡僧水晶念珠 叶范西天千佛生 指轮次地区寒兴 二十一 李延寿 北史未本纪 世岁 西天竺 等国并遣史朝贡 静 云禅师 祖唐籍卷一 龙树 第十四 祖龙树尊者 西天竺人 二十二 世会日 往生净土籍 二十三 世道静 世善道念佛静 念佛对坐禅门 二十四 江良耶舍义 观无量寿佛经 下品上生者 会有众生 做众恶业 虽不诽谤方等经典 如此于人 多造恶法 无有惭愧 命运忠实 欲善知识 未说大成十二部 经首提名字 以文如是诸经名故 除雀千节 极众恶业 智者 父教和掌插手 称南摩阿弥陀佛 称佛命故 除五十亿节生死之罪 二十彼佛 极浅化佛 化官是阴 化大是智 智行者前 赞言 善男子 以辱称佛命故 诸罪消灭 我来迎辱 二十五 天台宗另有一说 十界中的佛界 不在一念中 那么净土 也应该不在一念里 但无论如何 天台也是在 尽量消除 各界之间的距离 二十六 瞿坛僧提婆义 中 阿含经 多界经 或有沙门泛志 或持一句咒 二句 三句 四句 百千句咒 令我脱苦 是求苦 喜苦 去苦 苦尽者 终无是处 若凡夫人 舍离此内 更从外求 二十七 加持力的概念 不是密宗独有的 显宗也相信 比如有时说 通过忏悔 念经 念佛号 避免了灾祸 获得了好处 就可以解释成是 加持力的作用 二十八 金刚鼎王秘密经 若依 披图这那字 受用身所说 内政自觉圣治法 由加持微审利固 于须于请 当政无量三昧业 二十九 世事护益 献正三昧大教王经 贪法自信本清静 观察贪性本清静 辟比莲华正开夫 三十 金刚志义 金刚鼎略出念诵经 遗染害离染 一切受安乐 世事护益 献正三昧大教王经 若与贪染相何故 即比贪染 此清静 若不涉离住玉滩 即是三昧大妙灵 三十一 发菩提心论 所言三密者 一身密者 如节气印 照请圣人中事也 二语密者 如密诵真言 令文句了了分明 无余谬也 三亿密者 如注于家相应 白镜月圆满 观菩提心也 三十二 田汝城 西湖游览至于 见十四 其缘起于 父大事 以经目繁多 人祸不能遍阅 乃就山中见 大层堪 一注八面 时以诸经 运行不爱 未知伦葬 人有发菩提心者 推转世伦 即与持送 诸经无益 故今天下伦葬 接涉大事相 三十三 托拔陀罗意 华严经 离世奸品 闻一切菩萨行香 摄取如来至也 三十四 李炳南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佛学达问类边上通问 第二页 第七十七页 三十五 李炳南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佛学达问类边上通问 第一百八十页 三十六 世道宣 四分律三凡不缺 行事超随界 诗相篇 绿云 供养佛塔时 至塔人得时 善剑吟 佛权献犯 是佛比丘时之 若无比丘 白衣是佛衣的时 另见世圣言 学佛群仪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第九页 三十七 但有的大师 对供奉的要求 原一些 比如 圣言法师认为 出家人进食 不能忘了供佛 是圣言 律志生活 华夏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第181页 第182页 如果供奉的是鲜花 水果 茶水 必须每天更换 是圣言 学佛群仪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第九页 因为佛陀 只在中午进食 所以下午供奉食物 也是不妥的 更不能把食物供奉 过夜 试圣言 绿志生活 华夏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第177页 进食前供奉一例 可见 谈无称义 幽婆色戒精 受戒品 若幽婆色受 持戒矣 若得心骨 果 姑 菜 如 不先奉献 供养三宝 先自受者 是幽婆色得 失以罪 不起堕落 不敬有坐 说句是 在进食前 也要先供奉三宝 但这条规定 实行起来太麻烦 遵守的人 恐怕不多了 38 世圣言 学佛之金 华夏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第二百零四页 39 前大新 前缘唐文集卷2 若如世事所缘 昔为张甲之父 今为李语之子 风牛马不相及义 何以继为 40 世圣言 学佛之金 华夏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第一百页 第一百零一页 世圣言 学佛群仪 陕西示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第二十九页 第三十页 41 世圣言 学佛群仪 陕西示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第二十九页 42 李炳南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佛学 达问类边上通问 第二百四十三页 43 世圣言 学佛之金 华夏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第九十七页 44 李炳南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佛学 达问类边上通问 第五十六页 45 世圣言 学佛群仪 陕西示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第三十四页 46 世圣藏义 大成大吉 必藏十轮经唱会 品第五 埃敏既把我等当来恶趣 苦抱 我等经者 还愿受行 先所修习 声闻成行 我愿世尊 埃敏教授 47 世圣顺 观世音菩萨的赞养 一般人 崇敬观世音菩萨 往往多为功利的交易 如向菩萨许愿 如菩萨幼助我 那莫我来还愿 如 重修庙宇 再速今生等等 这种贿赂式的祈求 即是毫无真实信仰 是非佛法的 48 世圣元 学佛群仪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第二十页 因此 我们到哪放生 如果是鱼 有人用钩钓 网捞 如果是鸟 有人用枪射 网捕 而且 今日的鱼市场和鸟店 所说的商品 很少是野生的 有些是 来自人工繁殖的鱼池和鸟园 它们都有 各自生存的习性 有些根本没有适应 自然环境 而自求生存的能力 放生 也等于杀生 放小的 被大的吃掉 放大的 就进入餐馆的除灶 而且 鸟类和鱼类 尤其是鱼类 都有它们生存的习性 一定的鱼类 必须生存于一定的水质 水深和水流的环境中 买淡水鱼放于大海 买海鱼放于淡水 都是大问题 如果是鸟园繁殖的鸟类 它们不曾在自然间觅食 便可能不知草丛树林间的草种树果等 也可以作为食物 如果放之于原野 不是饥饿而死 就是被其他动物或鸟类捕食而亡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否还需要放生 是否还应该放生 这确实是非常不幸的事实 自然环境的限制 使得放生运动越来越困难 不过 放生的精益 在于当下放生的念头 如希望被放的生物能够延长寿命 至于能够延长多久 我们必须尽到研究 考虑和照顾的责任 比如说 要放鸟类 就先得考虑放什么鸟 在哪放 什么时候放 才比较安全有效 放生于憋水族 也当首先研究 观察它们的生态 习性和来源 然后选择最适当的时机 放到我们觉得最安全适合的地方 49 世音说人间佛教论集 中华书集 2010年第一版 第120页 人性 但有的但知护生 不知首先因护人 这才但知放生归 鳖 鱼 虾 蛇 蛙 鸟 雀等动物 千千万万地热心救护它 而眼睁睁地 看着那些无依无实地 受灾患病的人类 却不想去救济它们 这极是不知伦次 从人的立场说 因先救人类 这不是轻视众生 而是扩展人类道德应有的伦次 发心因广大 变为一切众生 而实践因从近处小处做起 扩而冲之 以到达变为一切众生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出家的 如师长 土鼠 在家的 如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都应以惭愧心 履行英行的道德分宜 五十 世道宣 四分率 三反不缺形式超 只不听序 如田产 奴婢 畜生 金宝 古米 传承等 防盗中罪 不许自赢 五十一 谈吾称义 大品涅槃 金卷六 如来观之所有弟子 有诸谈月供给所需 令吾所罚 如是知人 佛则不听受处奴婢 金银财宝 贩卖是 亦不尽等物 若诸弟子 吾有谈月供给所需 时事积锦 饮食难得 为亦建立护持正法 我听弟子 受处奴婢 金银 车程 田宅 古米 卖艺所需 虽听受处如是等物 要当禁师 笃信谈月 五十二 事意敬意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耐焉 出纳求力学处 五十三 四分立 若比丘 坐绳床木床 足印高如来八指 除入闭孔上洁净 若过者波一提 四坐绳床木床 足印高八指洁净 过者波一提 坐而不成突极罗 林峰偶艺 沙迷实界威夷路药 同足但高一尺六寸 坐时脚不挂空 过此量者 吉名为高 但可容身转策 过此吉名为广 既高且广 吉名为大 非出家人所欲坐卧也 五十四 徐慎古文观止卷六 床 安身之作者 五十五 世生言戒律学纲要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 第九十九页 五十六 揪魔罗神义范王金 让猫离者 若故作者 犯清购罪 五十七 谈无称义 忧婆色戒精 若忧婆色受持戒矣 若出猫离 失忧婆色得失以罪 不起堕落 不敬有坐 五十八 李炳南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佛学达问类边上通问 第二百零五页 五十九 世生言律志生活 华夏出版社 二零一零年第一版 第一百七十九页 第一百八十页 六十 因为这段文字 在网上流传太广 找不到原始作者 引用时修改了部分错别字 六十一 谈无称义 大班 涅槃经 圣行品 东部粘 相手脚面目 六十二 世法兼义 阿南分别经 世兼义 为佛弟子 义部的责粮食 粮日 谈无称义 大班 涅槃经 范行品 如来法中 无有选择粮日即兴 知楼家称义 盘周三味经 四倍品 不得是计粮日 六十四 李炳南 李炳南老居士 前级佛学达问 泪边中西仪 第六百页 辅咒治病 这是外道方式计量 六十五 谈无称义忧婆色 借经 敬三归品 一切众生 皆由修缮 业因缘故 得收安乐 非年夙也 世法兼义 阿南分别经 世兼义 为佛弟子 不得补问 请遂 福咒 厌怪 慈祀 节奏 亦不得责粮食粮日 班尼还经 一约协剑 不知今事后事 所作自得 好一部战享四求福 揪摩罗神义 大智度论 问约 何等是五种邪命 答约 三者 为力养故 战相吉凶 为人说 揪摩罗神义 佛依教经 仰观兴秀 推不迎虚 历数算计 皆所不应 揪摩罗神义 犯网经 战相男女 解梦吉凶 犯轻苟罪 是玄奘 亦大般若波罗蜜 多经出分不退转品 不行咒术 亦要 占卜诸贤命事 不畏名利咒诸鬼神 令着男女问其凶急 亦不咒进男女 大小 傍生鬼等 现稀有事 亦不占相受两长短 才为 男女诸善恶事 亦不玄计寒热 风简 吉凶 好物或乱友情 令见第二分转不转品 第三分不退相品 时差南陀意大方广佛 华言经实地品 菩萨助于正道 不行占卜 施罗达摩义 佛说实地经卷二 若是菩萨善迎出的 欲求第二菩萨制的 舍离种种占卜吉凶协戒者 是明矿山部天台菩萨戒书中 第二十九 邪命自活戒 酸养邪养观星宿 适应顺应顺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一版 第一百二十九页 谢礼契机之人间佛教 佛法是彻底否定了占卜 咒术 护魔 祈求 印度神教也是一般低级的宗教行仪 李炳南 李炳南 老居士全集佛学达问 类边上通问 第八页 夜战相及凶之事 而维持生命者 佛家为知邪命 四众弟子 皆不应为 以期设迷途而被证绝业 另见第162页 李炳南 李炳南 老居士全集佛学达问 类边中西疑 第599页 福基属于鬼神之事 佛教最近计知 但要说明的是 就像佛经中的其他一些矛盾一样 佛经中也有一些占卜的记录 宫巧明是佛教允许和鼓励学习的一系列交外知识 其中就包括了占卜 各类中国的佛教文献更是记录了大量僧人占卜灵验的神异故事 甚至于苏婆呼同子请问经夏波斯那分 品中还有具体如何占卜吉凶的办法讲解 是在宁宋高僧传唐百祭国金山寺真表传还 记载了寺庙把囚签占卜和寺庙的戒律结合在一起 占卜已然成了寺庙生活的一项固定内容了 就连玄藏本人也善于占卜 是在宁宋高僧传唐经照大慈恩寺灰基传 赋念在印度十计回城次 就尼尖紫边 占得卦甚及 施惠力 试验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 且以八卦垂文 六摇发戏 观鸟制法 气灵敷点 生人能事 必见一字 慈恩寺内就有专职负责项面的气色僧 还有一部正经教占卜的佛经战查善恶叶报经 对于这两类说法的矛盾 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虽然佛教承认占卜 但是根据因果报应说 佛教显然是反对宿命论的 在佛教概念下的占卜 预测的不是人的宿命 而是根据该人之前的所为 来预测他未来的果报 这个预测的结果是可以更改的 按照佛教的说法 可以通过多做好事和念经拜佛来更改 很多算命先生为了改运所做的各种神秘仪式 特别是不花钱就无法完成的仪式 是不符合佛教教义的 第二 中国历史上 多有一些僧人喜欢迎合大众而不顾忌戒律 与俗讲对大众的迎合一样 大众喜欢占卜其福 自然有僧人逢应而上 佛教在中国本地化的过程中 也有大量吸收中国本土占卜书的痕迹 第三 结合两种不同观点所出经文的权威性 历史地位 写作的动机不难分辨 反对占卜是主流观点 而对僧人占卜灵验的记录 恐怕多半是出自佛教自我宣传的需要 如王亲若等编册俯原规卷 159在唐玄宗批评弥勒教的诏书中 说弥勒教徒称解禅观 妄说哉响 别做小经 乍云佛说 固然这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攻击 但是所批评的也未必就是捕风捉影 至于战查善恶业报经 此经虽然收于大正葬 但来历还有一些争议 学者之间便不清楚 暂且不提 特别要说明的是 密宗对占卜也有大量的阐述 对此不做评价 街上月从传统佛教理论上说 佛性超越时间 可以预知未来 占卜未来自然也不在话下 但既然按照因果报应 一个人的遭遇是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的 那么就算有人能占卜 这个占卜也不能决定当事人未来的吉凶 所以 就算不给钱 得罪了占卜的人 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坏事 如果担心未来会遭遇坏事 按照佛教理论 应该多做善事 多念经信佛 求助于算命先生是没用的 父 写在最后 唯物主义下的佛教 如果您只想了解佛教的大义 那么您现在已经看完了全本书 不用再往下看了 下面 我打算从哲学 科学的角度讨论一下佛教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这里就不大照顾文章的可读性了 我言简一概 有什么说什么 这一节 我们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讨论一下佛教 先说佛教可疑的地方 然后说可信的地方 首先从宗教史上看佛教 我们初步了解佛教的观点后 能感到它的理论既新鲜又充满了智慧 心中免不了充满敬佩 但如果细看宗教史 会发现佛教的种种理论 大多在之前的印度本土宗教中有类似的影子 比如奇纳教 奇纳教相信轮回 相信因果报应 认为人是因为之前做过的业 导致了不停轮回 修行的目的是跳出轮回 奇纳教不允许信徒伤害生命 雨季的时候不出门 怕踩到水洼里的虫子 走路戴着面纱 怕呼吸伤害了飞虫 奇纳教相信放生会有功德 鼓励信徒抛弃家庭出家 出家以后只能化缘为生 这些观点和佛教都很像 和佛教不同的是 奇纳教认为一切事物 包括植物和非生命的事物都拥有灵魂 再比如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认为世界会周期性地毁灭和重建 相信因果报应一 相信轮回二 相信因为前世造业不同 轮回后就会往生为不同的种姓三 婆罗门教修行的目的也是跳出轮回 婆罗门教还认为 世间万物是不存在的 都是范变出来的 人的本质可以超越空间四 人不能解脱的原因是无名 认识不到范我合一的本质 范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想要表达范 要用遮拳法 也就是不断地否认我 这点很像是中观空宗 他诗奥义书还说 一切都由时指引 由时确立 世界由时指引 支撑物事实 这点又很像为师有宗 再比如 佛教说非有非无 把有和无都否定了 我们前面解释过 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哲学理论 很了不起 但其实在比释迦牟尼要早上一千多年的时候 婆罗门教的经典礼句费陀石 129里 就由那时无不在 有也不存在之类的文字六 佛教的一些观点 还和印度的地理特点有关 印度很多宗教都讲众生平等 不能杀生 原因之一是印度温度愚人 物产丰富 人们不需要杀生 不需要厚厚的毛皮 只从树上摘果子就可以活命 要是换到极北的苦寒之地 那里的古人不猎兽 不穿毛皮 能活下去吗 他们不可能信仰什么众生平等 那些地区的本土宗教 大多崇拜的是猛兽和火焰 再比如说坐禅 印度很多宗教都有类似坐禅 瑜伽的修行方式 这种修行方式也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因为印度热 太热了 要想专心思考 就得先让人坐下来 把心静下来 你要是换成天寒地冻的北方地区 这法门自然也就不合适了 这件事很容易让我们觉得 佛教就像唯物律史学家们认为的 那样 宗教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迹 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产生的 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生活在印度 并不知道印度以外世界其他文明的情况 对于当时只知道印度本土宗教的人们来说 佛教好像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宗教 有我 讲众生平等 不鼓励苦修 没有创世神 这些观点都和之前的印度本土宗教截然不同 似乎佛教凌空出世 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我们今天能全面地了解世界文明史 拿着佛教和其他宗教一笔 回过头再看 明显发现佛教的教义和印度本土宗教有着很深的联系 佛教只是在印度本土宗教的基础上进行了小范围的改造 而不是提出一个革命性的新学说 在这个背景下看 释迦牟尼似乎不像是一下子栋西真理的最高智者 而是一个广泛学习了当地知识的比较聪明的人 他能在当时印度的文化基础上提出更为深刻的道理 但仍旧受到了本地知识的限制 假如他当时能接触古希腊 古中国的哲学思想或许还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过这个现象站在佛教的立场也是可以解释的 可以解释成佛教种种和印度本土宗教相近的学说 都是一种方便说 我们说过真正的佛理不能用任何文字表现 连佛经上的文字都是为了人类能理解 不得不选择的方便说 因此当佛教在印度刚出现的时候 为了方便印度人理解 也就不得不在一些教义上采取容易被当时印度人接受的说法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 释迦牟尼的确洞悉一切真理 上支太阳系银河系 下支电子光子 问题是身边都是生活在公元前五六百年的人 别说物理学了 常识都没有 你这些破天荒的知识突然一下子交给他们 那不得把他们都吓坏了吗 佛教教义本来就够抽象难懂的 你在没事跟他们讲什么地球誓言的 时间空间可以互相转换 量子它怎么都测不准 那不是更让他们糊涂了吗 再说了 相比抽象的佛教教义 地球誓言的这种形象的爆炸性知识更容易引起普通人的注意 你这种东西讲多了 大众光关心这些吓人的知识了 不就更不关心真正的佛理了吗 对于佛祖来说 他最关心的是传播佛教教义 地球什么的都是本性为空的幻象 科学说地球是圆的 可万物本质超越空间 地球其实不也不是圆的吗 那么 给大众讲什么地球是原始方之类本性是空的幻象 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佛祖曾经说过 有若干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太耽误时间 就不讨论了即时似无际 形而上学这还是哲学问题呢 离佛学问题还比较近 这都不讨论了 那地球是圆式方之类的地理问题就更不值一谈了 所以佛祖没讲或者随便沿用了当地人的地理知识 这是非常合理的 再者说 释迦牟尼在原基以后 佛教长期在印度社会传播 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客观上讲 现存的佛经一定有一些神学内容 是由后来的普通人撰写或者改写过的 他们把自己有限的知识加入到经文中 连猜带想象的写意写 也是有可能的 还可以解释说 是因为印度古人习惯了婆罗门等印度本土宗教的神话 这一概念早已影响了他们 所以相由心生 他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有轮回 有诸天的 所以佛陀的教化 并不是欺骗他们 但从本质来说 有轮回 因果报应世界还是不纯净的幻想 世界的真正面貌是超越这些理性概念的 还可以解释说 轮回 因果报应这些印度本土宗教已经有的观点并不是方便说 佛教不是凡事都讲因缘吗 为什么佛教非要在那个年代在印度出现呢 这就是因为当时的印度已经具足了佛教产生的因缘 为印度人民先移世界其他文明洞悉了轮回 因果报应等真理 比其他文明更容易接受佛教的观点 释迦牟尼本人能成佛 也是因为他因缘具足 正因为释迦牟尼生活在当时的印度 学习了印度本土宗教一些接近真理的观点 所以他才有机会动物成佛 这种情况有点像人责缘理 为什么我们生活的太阳系 生活的地球那么适合人类居住呢 这些星球的参数只要稍微变动一点点 人类就不可能在地球上出现 为什么这么巧合呢 这不是巧合 这是因为只有各种条件都正好合适 才会出现人类 才会有人类去观察自己的生活环境 所以只要有人类去考察自己的生活环境 这个环境一定是恰巧适合人类生存的 同样的道理 因为佛教的产生也需要因缘 当佛教产生以后 我们去考察佛教产生的环境 自然会发现当地的文化和佛教的主张很相近 没什么稀奇的 还有一个类时得以问 我们观察世界宗教的发展史 会发现各宗教 各教派的发展情况 都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规律 都符合社会学 传播学的规律 比如说 总是好处多 修行容易的教派能流传下来 传播最广 总是那些善于利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技术 鼓励信徒向外人传教 文字有煽动性和感染性 有很多适合文化水平低的受众的传教语言 在现代社会肯利用多媒体 网络的教派 传播最广 还有 能流传下来的教派都依国主 要求信徒不违反世俗政权的法律 甚至积极支持世俗政权 这些教派还都会与时俱进 能根据社会的主潮流 适当修改自己的主张 不符合以上标准的宗教或者教派 都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了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会发现 世界各大宗教教义虽然相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各个主流教派 在很多形式上是非常相近的 比如说都有雕像 画像形式的偶像崇拜 都有富丽堂皇的宫殿 复杂的祈祷 忏悔一世 都有某些教派宠信咒语 对经文字句无比崇拜 这些宗教传播上的例子 不能证明宗教是假的 但是能粗略地说明 宗教团体在人间的发展过程中 并没有神灵明显地干涉 各大宗教都说 自己是因为受到了神灵的护佑 监视了人间的真理 所以才能如此兴盛 但是从上述发展史来看 这些教派之所以兴盛 只是因为他们的传教方式符合社会学规律 对大众最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是因为他们的教义不会违背社会的主潮流 这应该会降低一点宗教的可信度 下面说说关于神通的问题 佛教认为修行到罗汉位以上的时候 有的人可以拥有五种神通不修神通的阿罗汉就没有 也就是五种特异功能 包括能知道别人的心思啊 能飞行变化等等 有些港片里讲人有天眼通 这个天眼通就是五神通里的一个 指的是能看见一般人看不 但是从发明了录像设备到今天 没有人能记录下神通存在的证据 比如飞行变化这种神通 如果实在是太好验证了 借助今天发达的科学设备和通讯媒体 要是有人真有神通 真愿意一遍遍当众 那他很容易就能向全人类证明佛教的真实性 然而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 佛教对此的一般解释是 真正有神通的人都秘而不宣 宣要神通的都不是真正的得道者期 当年释迦牟尼也是告诫徒弟 但是这个解释有点说不通 毫无疑问 在今天的社会里 假如能在科学的检验下证明神通的存在 对佛教肯定有极大的好处 会有无数的人改信佛教包括我 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释迦牟尼当年禁止徒弟随便炫耀神通的目的 我的理解当然 不一定对事不想让大众以为佛教只是一门屋 是要大众知道 会典神通并不是佛教的目的 佛教的目的是追求智慧 跳出轮回 但以今天的传媒方式来看 这个担心已经没有必要了 会神通的人在向全社会证明了自己的神通以后 自然会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此时利用便捷的电视和网络媒体 这位会神通的人能拥有极为自由的话语权 等全世界关注以后 他可以再慢慢地向大众解释佛教的宗旨 原则 这不是实现了过去无数高僧都难以企及的传教效果吗 有网络这么直接的传媒 他也不怕自己的神通被利用 被篡改 这么传播佛教有什么不对呢 而且大臣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 既然掌握了神通的人有这个能力让大众接受佛教 他为什么不去做呢 说大众的因缘不道可是神佛 菩萨不都是绝尽全力地去拯救众生吗 在观世音菩萨的传说里 观世音菩萨不是多次变身到人间 只为了鼓励人多学佛吗 实际上 佛经中也说 若对俗人献神通者 得恶作罪 无犯者 为显圣教 献稀有事 自臣己得 或欲令彼所化有情心调福顾 虽献无罪 就为了宣扬佛教 是可以显神通的 其实今天的佛教界 也经常会传播一些当事人声称亲眼见到神佛 或者在神佛保佑躲避灾难 获得福报的神迹 这不和传播神通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但很少见佛教界人士对这种言论产生意义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人拥有能被大众承认的神通 我认为是对佛教的一个不利证据 对此佛教还是可以解释的 这是因为按照传统佛教所说 修行成罗汉是非常困难的事 科技发明便捷的录像技术没有几年 不少佛教人士还认为现在是末法时代 那在这短短的几年里 没出现证得罗汉果的人也说明不了什么 不过我们前面在讲咒语 拜佛的时候讲过 佛教夜到后来就越强调修行的简单 有些宗派认为人今生就有机会成佛 照这些宗派的观点来看 在几十年内全世界都显有人证的阿罗汉 以及以上的果位 是不是还是有点少了呢 类似的佛经上有很多佛 菩萨 天然类似于神仙 鬼显示神通的记录 为什么今天都不出现了呢 我们可以解释成 这些异象都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 和因缘有关 所以不能被重复检验 这么解释可以 但是佛经上还有很多关于龙的记录 说龙如何显示神通 如何皈依佛法 那为什么现在就找不到一个证明龙注意 是佛经中描述的龙存在的科学证据呢 或者可以解释说 龙有神通 可以任意变化形状 但佛经又说 龙在睡觉等五种时候是不能变形的 那么 各种卫星 潜水艇 探险队 就不能发现一条睡觉的龙吗 再说一个疑问 佛教描述的地狱非常恐怖 什么割舌头啊 下游锅啊 撕扯身体啊 基本是人间各种酷刑的极限夸张版 佛教又说 那些不遵守佛教道德的人 死后必然会下地狱 因此 有不少佛教人士通过描绘地狱的情景来先扬道德 比如画一幅地狱的惨状图 对别人说 你们不要做坏事 做一点坏事 就会被油锅炸一万年等等 但是 为什么地狱的审判和惩罚不能当着人间众生的面进行呢 如果你让一个坏人看看其他坏人在地狱里被割舌头 被油炸的惨状 那谁还会作恶啊 哪个笨蛋会为了贪污一万块钱 宁愿自己下一万年地狱啊 假如地狱的审判和酷刑能在人间公开展示一下 这所有的坏人不都去善从乐了吗 现在有视频了 有网络了 既然神佛的力量是无边无际的 为什么不来一个24小时的地狱直播 为什么不来一个人类和地狱众生的网络互动 为什么不让史上最坏的恶人一边炸炸 有过一边和人间的电视主播做个专访 这人类社会不就一瞬间进化了吗 这全人类绝大部分不都依心向佛了吗 展示地狱并不违反佛教教义 因为早就有大量宣传地狱的经文和图画 干的都是展示地狱 劝人信佛的事 大量的佛教信徒一刻不停地撰写 印刷 分发这些经文 不就是为了告诉别人 地狱是真实的吗 既然用打印机打印佛教宣传品 在网络上开办佛教网站是好的行为 那把经文和图画换成更有说服力的地狱视频 地狱网络互动 这有什么不对吗 佛和菩萨希望众生能依心向佛 他们又有无上的神力 那为什么不在地狱里录个视频带出来呢 或者把全世界最有话语权的人都带地狱 离走一圈让他们回来劝说大众信法呢 下面说一个验证佛教比较有效的办法 我们说过 慧眼的三世报应说是个很强大 难以证伪的观点 按照这个观点 当我们观测到一个人在他的一生里 所作所为和他所受的报应不相符的时候 大可以解释成这个人所遭遇的是这个人前世所为的报应 这个人此世所为的报应将在他未来的轮回中经受 这样因果报应就仍然成立 但是 很多宣传佛教的资料说 信仰佛教 礼拜神佛 捐助佛教事业 多行善事会有很多现实报 比如家庭和睦 身体健康等 前面还说过 佛教有时强调礼拜神佛 念咒的好处 这些好处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今世可以很快得到的 上述说法是可以检验的 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大样本随机单忙实验 简单地说 就是先找到特征尽量丰富的 数量极多的一群人 比如在全体中国人中随机抽出一万人 然后把这一万人随机分成四组 第一组 让他们每天都虔诚拜佛 按照佛教规定的行善 放生 第二组 让他们每天都虔诚向上帝祷告 按照基督教规定的准则生活 但是不可以放生 第三组 由实验者编造一个假神 让被实验者每天向这个假神虔诚祷告 但是不可以做善事 不放生 第四组 给他们灌输无神论思想 不可以做善事 不放生 要注意的是 后三组的生活方式要尽量和第一组相同 比如第一组吃素 那其他组也都吃素 第一组要是早晨起来打坐 那其他组也在同一个时间打坐 但是心理并不按照佛教的要求观想 分成四组的原因是 希望能尽量避免宗教外的元素干扰 比如前程礼拜神灵会在心理学上给人造成一些影响 有利于人的健康 有利于人在生活中少出意外 所以设计了第二组和第三组把这部分因素排除出去 分组后 按照那些佛教宣传资料中承诺的好处 规定一些可量化考察的项目 比如收入啊 身体健康啊 寿命啊 等等 几个组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 比如几十年的范围 统计这些项目 这样 上文中佛教的理论是不是有效 立刻就能检查出来 只有第一组的运气值和其他组的差距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拉大 才能说明圣述理论是有效的 有人说 那你不考虑前世因果的影响吗 这是不用考虑的 因为实验对象是我们从庞大的人群中随机抽取出来 数量巨大 所以他们前世所为是好还是坏 其平均值是非常接近的 那为什么不考虑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到后世才会受到报应呢 这是因为 佛教虽然说认为人可以后世受报 但也承认现世报 那么在数量巨大的实验者中 总有一些人会得到现世报 如果质疑实验的准确性 可以加大实验人数 加大监测的时间范围 多做几次实验 这个实验我设计的比较仓促 肯定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但大意不错 我的意思是 虽然大部分宗教观点都是无法设计实验监测的 但凡是认为在今生今世就能得到客观好处的宗教观点 比如因果报应理论 密宗的仪式和咒语 各种加持力 这些我认为都可以通过上数大规模随机单双盲实验来检验 特别是密宗的神器 咒语 在一些高僧的言论中 把这类加持力都说得极为神乎其神 拥有数不清的极大的好处 能保佑人如何如何身体健康 没有灾祸等 譬如 有人说 对着有污染的食物念某某经 这个食物就没有污染了 那么这太容易检验了吗 都不需要上我那么长时间的跟踪 直接分组用沙包扔 吃蟹药 采香蕉皮等等 加持力有没有效果一检验不就检验出来了吗 基督教说了很多像上帝祷告应验的例子 理论上也可以用类似的实验检测 之所以现实里不做这样的实验 基督教的解释是 不可揣测神 但是佛教呢 佛教也不许人揣测加持力 揣测因果报应吗 好像没有 单说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按照佛教的说法 不管信不信佛的人都要承受因果报应 那么 无论检测者是什么动机 都不应该影响因果报应的运行啊 既然佛教界人士相信现实报等说法是真的 而且只要通过检验就能大大提高佛教的微信 那么 佛教界也没有理由排斥这种实验啊 但是 还没人这么做 前面说的是质疑佛教的证据 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 我还有一些支持佛教的证据 不过不多 力度也不强 大部分支持佛教的证据 都是孤立的 不能重复检验的 比如有一些神迹 虽然历史有记载 但属于孤正 很多当代人声称的神迹 也都是一个人或者有限几个人一次性体验到的 也都没有留下能够经得住科学手段检验的照片 视频或者食物 先说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证据 轮回的概念其实并不是印度独有的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 伯拉图 德鲁伊教 都有类似轮回的概念 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 会进入其他人或者动物的身体中 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和佛教的四元素说也是不谋而合的 当然 这可以解释成轮回 元素说就像灵魂说 上帝说一样 是人类原始文明很容易产生的遐想 想到一起并不稀奇 因此这个证据比较弱 而且我们中国人常以自己的文明自豪 可中国传统确持五元素说呢 第二个证据 是我们前面说过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由皇帝下令 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运动 在古代 这样的大规模灭佛运动一共有四次 分别是 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 唐武宗 后周世宗 中国佛教界称之为三五一宗法男 巧合的是 这四次法男的主导者都没有一个好下场 太武帝灭佛六年后驾崩 活了四十四岁 主谋 崔浩浩灭佛六年后受酷刑死 他的决局非常惨 士兵在他的囚车上便尿 崔浩呼声嗷嗷 文鱼行路 还被以九族 周武帝灭佛四年后驾崩 活了三十五岁 唐武宗灭佛四年后驾崩 活了三十二岁 主谋赵规真灭佛四年后死 周世宗灭佛四年后驾崩 活了三十八岁 四个皇帝灭佛后不久都死了 而且都短命 有的佛教支持者说 这是因果报应存在的证据 从概率上说 我个人觉得这个数据不正常 的确是太巧合了 不过其中还是有例外 比如唐武宗灭佛的另一个主谋 李德玉是灭佛七年后去世的 活了六十三岁 在古代可不算是短命了 但是佛教又有三世报应的说法 所以个别的反例是允许出现的 整体上主谋年龄的不正常 我觉得已经可以作为 支持因果报应的证据了 最后再说一个比较诱人的想法 一百多年前 英国人爱博特写过一本 叫做平面国的小说 在这本小说里 他设想了一个只生活在 二维平面的国度 里面的人都是圆形 三角形这样的几何图形 二维世界的人因为只生活在 平面上 所以他们不知道除了二维之外 还有一个三维世界 但当我们这些三维世界的人 去干涉二维世界的时候 会发生很多让二维世界的人 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在二维世界里 一个封闭的正方形就是一个全密闭的房子 房子外面的二维人不可能看到房子里面的事物 也不可能进入到房子里 但是我们这些三维人 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正方形里发生了什么 也可以把正方形外面的二维人直接拿起来 也就是拿到三维世界中 再放入到正方形里 这在二维人看来 我们三维人都是有超能力的神仙 可以透视一切事物 可以让二维人穿墙而过 二维世界的任何墙壁盔甲 都没法阻挡三维人的监视和干涉 但是 没有和三维世界接触过的二维人 他们根据几千万年来的生活经验 不会承认在二维世界之外 还有一个别的维度 不知道咱们的三维世界比二维世界要丰富多彩无数倍 除非有一个三维人把一个二维人从二维世界中拿出来 拿到三维空间里 这个时候 这个二维人看到的就是一堆眼花缭乱 不断变换的二维图形 这些图形超过了他以往一切的经验 他觉得根本没法用自己的语言来描绘 当三维人把这个二维人再放回他的世界里的时候 这个二维人会激动地和他的同胞们讲 我刚才在一股不可言说的神秘力量的帮助下 遇到了极其美妙的体验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世界 却没法用语言向你们描述 我们这些三维人 对于二维世界来说 是不是有点像神佛 这个三维世界 是不是像一个美妙到无法言说的佛国 那么 假如我们之外还有四维 甚至更高的维度 如果那个世界里也有智慧生物 对于我们来说 它们是不是很像是全知全能的神佛或者上帝 它们的居所是不是很像佛国或者天堂 实际上 已经有很多科幻作家这么幻想过了时 蒋维乔先生就讲 他打坐的时候 有时会看到身体内的物体 就好像打开仓库 看见里面储存的粮食一样十一 这不很像是站在高位世界来观察三维世界的结果吗 如果您熟悉物理学 您可能知道 现在物理学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无法统一四种自然界的基本相互作用力 而且就算抛开引力 统一剩下三个力的数学描述也非常丑陋不堪 这种情况就好比物理老师告诉我们说 推动桌子和推动椅子所遵守的物理定律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些定律还要用一百多型公式才能表示 对于物理学家们来说 这些又笨又不优美的公式显然还不能揭示物理规律的本质 它们不过是为了符合我们的观测数据 勉强拼凑出来 暂时凑合这用的公式而已 物理学家们认为一定有某一个极为简洁的公式 能统一所有的物理现象 就像当年牛顿干的一样 但所有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对统一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的努力都失败了 这时候数学家帮助了物理学家 依靠纯粹的数学方法 物理学家们发现 在十维或者十一维的空间里 可以用非常优美的数学表达式来统一四种作用力 换句话说 我们观测到的所有物理现象在高位空间里 能够得到完美的统一 即超显理论和M理论 似乎高位空间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结合前面我们对高位生物的想象 这个物理学观点似乎可以用来支持宗教 不过 这个诱人的想法有两个问题 第一 上述理论以人类目前的能力 无法用任何实验检验 虽然很美妙 但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这对物理学来说 是不可忍受的 第二 即便物理学认为有高位空间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空间里 是不是存在智慧生物 就算存在 我们也不知道 它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拯救我们 不可知论下的佛教 佛教各宗都试图破除理性 认为理性是人类对事物本质的一种错误的认识 我大致认同这句话 之所以说大致 是因为本质和错误的概念并不应该在这句话里出现 它们也是理性创造出的概念 我下面慢慢解释我的观点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两种 一个是感性的认识 一个是理性的思考 什么是感性的认识呢 比如说一只狗看见了一块肉 它感受到了这块肉的形状 颜色 味道 它因此想要去吃了 这个狗所感受到的肉的形状 颜色 味道 就属于感性认识 什么是理性的思考呢 我们心中产生的任何概念 都属于理性的思考 比如我们看到了一块肉 当我的头脑中意识到这是个固体 这东西好香 这是块肉等概念 就是我的理性思考 连我们对自己感性认识的反思 刚才肉引起了我的实意 这属于我的感性认识吧 这句话也属于理性思考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所有能意识到的心理活动 都属于理性思维 这是因为 当我们去意识自己的心理活动的时候 比如回想我们对肉的感性体验 这个主动意识的过程 就属于理性思维 同样 认识这个行为也是属于理性思维的范围 因此我们可以说 我们对世界的一切认识 都属于理性思维的范围 理性思维是有局限的 这个观点我们已经重复很多遍了 有很多我们认为可能存在的事物 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的 比如说我们无法想象 高位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我们无法脱离空间和时间概念 去理解任何一个事物 我们无法知道自己此瞬在想些什么 一旦我们去尝试观察 思考此瞬 此瞬就已经变成过去的一瞬了 实际上 我们无法知道整个世界此瞬发生了什么 我们无法知道时间是不是连续的 因为就算时间是不连续的 是跳跃的 但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不连续的 跳跃的时间里 所以我们是无法察觉这种不连续的 类似的 我们也无法确认我们所处的时间是单向元素前进的 时间的流逝方式完全可以倒退 旋转 暂停 我们却无法察觉 人类的理性不能认识世界的真实面目 这是康德的哲学观 康德认为 时间 空间等概念 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不是世界本来就带有的属性 可是人类离开了时间 空间等概念 就不可能认识任何事物 所以万物的真实面貌虽然不具备时空概念 但人类必须把自己的时空概念强加给万物 也就是歪曲了万物之后 人类才能去认识万物 所认识到的也只能是万物被歪曲后的结果 万物的本质是认识不到的 为什么时间 空间概念是理性的产物 而不是事物本质的属性 相关的简单证明我们在讲华言宗和天太宗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了十二 这就是康德的形而上学 康德管世界的真实样子叫做物字体 管我们用来理解歪曲万物的理性工具 叫做先天认识形式 管我们能认识到的万物 也就是被歪曲后的万物的样子 叫做表象十三 这也是佛教大部分宗派的世界观 世界的真实样子是佛性 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理性工具是妄想、杂念 我们通过理性感觉到的世界 是色即是空中的色 也就是色相 从这个角度看 康德的形而上学和佛教的世界观 是可以一一对应的 基于这样的世界观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佛陀 佛陀存在于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世界里 他为了教化人类 变成了人的样子大成的说法 他告诉人类 你们应该抛掉理性 像我一样进入非理性世界 成为佛 佛陀的追随者们根据这些学说完善了佛教 可能有的追随者真的达到了佛的境界 佛可能不止一次地和现实世界的人进行了交流 比如龙树声称在龙宫里得到了华颜经 比如吴柱声称是弥勒菩萨那里亲口传授的 宜家师的论 这样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佛教 还可以解释成 释迦牟尼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通过某种方式 发现了非理性世界是非常美好的 他把追求非理性世界的方法告诉了大众 根据原始佛教的记载 释迦牟尼更像是一位普通的老师 一位更接近真理的普通人 那么这样的解释也说得通 禅宗的顿悟可以解释成 通过破除理性思维 让人暂时感受到了非理性世界 因为非理性世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所以顿悟者有可能在一瞬间领悟世间全部的知识 这和道教的作望等修行方法是一样的十四 用非理性真理来解释佛教可以成立 但因为我们对理性之外的东西完全无法讨论 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假设是不是真的 首先 我们不知道佛陀是不是真的从非理性世界而来 有可能有人并没有亲身体验过非理性世界 但通过纯粹的逻辑 思考出关于超越理性世界的一系列理论 又或者有人仅仅是在冥想中产生了某些幻觉 却以为自己进入了非理性世界 从而对此坚信不移 并鼓励其他人和他一起修行 换句话说 光凭基于理性的语言 是不可能证明一个人领悟了非理性的道理的 其次 就算佛从非理性世界而来 我们也无法知道 他所说的和真正的事实是不是吻合 我们可以想象 这么说可能对佛陀不够恭敬 佛陀是从非理性世界来的人 当然 对于非理性世界 我们不应该用人这个概念 下面几个词也是这种情况 来告诉我们这些理性世界的人 如何脱离理性世界 获得幸福 但问题是 我们怎么知道在非理性世界的那个人 动机确实是要拯救我们 而且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呢 我们可以虔诚地相信佛掌握了真理 是大慈大悲的 这没问题 但要我们去证明 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真假 善恶也都是理性的概念 我还有一个疑问 佛不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吗 那为什么很多年才能出现一次呢 为什么只在印度出现 不能在全世界出现呢 佛不是愿意拯救大众的吗 那他在人间传法的时间越长 出现的次数越多 拯救的效果不就越好吗 十五 这只能解释说 佛陀从非理性世界变成了理性世界的凡人这个过程 拥有某些技术上的限制 我们继续沿着非理性世界这个思路思考 假如我们认为 佛教的最终目的是指导人们破除理性思维 用非理性的方式认识世界 那么我们可以以中观剥弱化一条佛学发展的主线 最终的目标是让修行者认识到非理性真理 也就是空或者佛性 在这条主线上 八部中道对事物本质的描述最为准确 天台和化研企图以一种形象的方式去比喻事物本质 但由于我们对非理性世界的任何正面描述都是错的 所以他们的这些描述也都是偏颇的 不过这两宗的描述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尝试形象的想象 有助于那些觉得理解八部中道困难的人入门 禅宗对于佛性的理解我以为是没问题的 我也认为从理性到非理性 如果有办法跨越的话 那一定是顿悟形的 会能主张禅物的方式是心无杂念 不予法上生念 这不是说什么都不想 会能说一念断即死 人的思维是断不了的 会能追求的只是不予法上生理性的念十六 念还是要有的 而且是念念不住 我以为这里指的就是破除理性思维 追求非理性的思维 从破除理性思维这里来讲 我觉得会能是说得最准确的 莫照禅并起一切语言 也没问题 但毫无指导的话 后人就无所适从 也有可能去追求一念断 那就偏颇了 至于棒喝 公案 喝祖骂佛我以为是走过了头 他们不过是要求修行者破除理性 那就像会能那样直接说就完了 我觉得不大可能像公案那样一点拨 棒喝一下虎 这人就能超越理性思维了 当然动物是个人体验 我不能证明这么做就真的动物不了 假如像有些人说的 禅宗公案并不仅仅是为了破除理性 本身还有特别的意境 含义 那我觉得 这含义也是企图在用感性的文字 去描述非理性的状态 或者诱导人进入非理性的状态 我也不能证明它没有效 我只是觉得 还不如像会能那样直说了吧 还可以一提的是 当我们接受了上述观点 那么维时学和中观学也就没有矛盾了 中观学的终极真理是空 维时学的终极真理是阿赖耶石 终极真理超越了理性概念 是没有名字的 但我们不能不称呼它啊 所以我们只好给它起个名字 那么 到底是起个名字叫终极真理 叫佛性 叫空 叫阿赖耶石 又有什么区别呢 中观学说没有东西是石友的 维时学说阿赖耶石是石友的 这看起来是矛盾 可是 我们不也说终极真理是存在的吗 中观学说事物的本质是空 这个是字 不也是一个理性的概念吗 不也和说阿赖耶石是存在的一样 是在讲某种形式的石友吗 按照上述主线来说 这里的存在 是都是不得不用的方便说 都是俗地而已 当我们把佛性看作是非理性世界的时候 一些曾经有的疑惑都可以解释了 在前面讲主道生的一章里 我们说到 为什么佛和菩萨传法 救难影响了人类 但他们的做法就不算是普通的造业 不会因此导致轮回呢 我们曾经解释说 众生造业会受到什么果报 主要是看众生造业时候抱着什么动机 佛和菩萨没有了欲望 因此他们所做的业是清净业 不会产生果 我们还解释成 因果报应是理性概念 非理性世界里是不存在因果报应规律的 因果律也属于康德的先天认识形式 所以超越了理性世界的佛和菩萨 不会受因果报应的影响 也就不会受报了 还有另一种解释 我们前面说过瑜伽式的论里 有十种不增长业 这些业造了是不会产生果的 其中第八种业叫做自信无忌业 意思是没有善恶属性 非善非恶的业 现在很好理解这个概念了 佛已经超越了理性世界 善恶属于理性概念 那么佛的所作所为 自然也是不能用善恶去描述的了 根据无忌业属于不增长业的说法 佛的所作所为也就不会造业了 还有一个疑问 佛有大智慧 一瞬间就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那么就有人问了 佛为什么不告诉人类一些有用的知识 比如释迦牟尼为什么不告诉人类青霉素的造法 这能拯救多少生命啊 假如你说人类承受病痛是因得的因果报应 那尘世间的僧人不也都在尽力治病救人吗 能说他们救错了吗 菩萨不也救苦救难吗 对于这个疑问一般的解释是 凡事都有因缘 因缘未到 佛也不能左右众生的命运 这么说可以成立 但感情上还是有点别扭 假如我们认为佛是来自于非理性世界的话 那么我们想 在佛看来 理性世界的种种一定是不值一提的 佛已经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了 漫长的人类历史和云云众生 在佛看来不过是一瞬 一粒介子而已 相比之下 理性世界个体的生老病死 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时时期 只有快点进入非理性世界 才是唯一重要的事 站在非理性世界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老庄的观点重说一遍 倒就是超越了理性的真理 倒没有形状 没有声音 理性无法理解它十八 无法描述它十九 但这不是说倒等于什么都没有 倒只是一种我们无法描述的东西 本身还是存在的二十 倒是一切事物永存不变的基础和本质二十一 那么不能描述的倒是怎么产生我们身边万物的呢 老字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 无名 天地之实 有名 万物之母 二十二有了名才有了万物 也就是说 有了理性的概念 才有了万物 所以 老字和庄子都主张抛弃一切知识和语言 这些观点前面都说过 老字和庄子说知者不原 言者不知 多言数穷 不言而善应 便不落末来拒斥语言 又说道可道 非常道 道不可闻来说明真正的真理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 又说大因牺牲 大象无形 说事物的本质是不能用理性概括的 玄学家王毕也说 要想体验真理 就必须破除理性概念二十三 基本上和我们前面讲的非理性世界是一回事二十四 道家体验真理的具体做法除了学习哲学理论之外 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坐等方式忘掉一切理性思维 称为坐望二十五和心斋二十六 这和佛教的禅作也几乎是一回事 此外 儒家道家都提到过天人合一 有些人还对天人合一的感觉进行过描述 类似于自我的概念消失了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我和世界融为一体 我们说过 当破除了空间的概念以后 人就无法分清什么是我内心的世界 什么是我之外的世界 上述对天人合一的描述正符合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难免好奇 非理性世界是不是还可以套在其他宗教上 基督教说上帝是全知 全能 全善的 这几点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最简单的质疑是上帝能创造出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吗 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一般的传教者对于这句质疑的种种辩解 在逻辑上都不成立 不一一反驳了 如果上帝确实是全知 全能 全善的 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上帝是超越人的理性的 人不能用理性 用逻辑去描述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 上帝和佛陀一样 都是从非理性世界中来到我们的理性世界 去引导我们脱离理性的认识 不同的是具体的方法 佛教处境土宗 密宗是从哲学上破除理性 基督教则叫人们去信仰 去爱 这个信仰和爱也是非理性的 甚至还可以推想 刚才说了 假如佛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那么为什么只在印度出现呢 那可不可以说 佛27其实已经化身为其他形象 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地方出现过了 佛要因缘说法 根据当地的文化适当修改教义 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宗教 但从非理性世界到理性世界仍旧是有限制的 否则佛为了多拯救大众 应该在无数时间无数位置都出现才对 这对于那些追求各宗教大一统的人来说 似乎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想法 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不用说 这个想法会冒犯各个宗教 每个宗教都有严格的戒律 要求信仰者不能歪曲本教教义 不能信仰其他宗教 惩罚都很重 这就不说了 其次 世界主要宗教教义的分歧很大 想要强行统一是件很勉强的事 比如佛教讲轮回 讲因果报应 这是很多宗教都没有的 佛教认为满足欲望就是造业 克制欲望就能完成解脱 圣经则说 要生养众多 这是明显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根本性的矛盾 我们很难用因缘说法来解释 所以 即便我们认为不同宗教所信奉的神奇都存在 都来自于非理性世界 那么他们应该也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 同一个 人也只是我们的理性描述 他们对人类该如何解脱的主张是不一样的 再多说一句 佛教 老庄 古印度文明 古希腊文化 基督教文化中 都有试图超越理性思维 追求非理性真理的主张 所以让我们忍不住猜想 是不是真的存在能体验到非理性真理的人 或者是从非理性世界来的先知 先贤 神灵 是不是这些世界各地完全不同的文明 全都不谋而合地揭示了同一个真理 这个猜想很有诱惑力 但其实 猜想真正的真理 是超越语言和理性思维的 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不需要多厉害的天才 只需要略懂得思考的人 都能自己想得出 当我们心中有某种感觉 却怎么都说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意识到 原来语言是有局限的 再比如 所有的人类文明 都会思考宇宙的起源问题 所有的文明 又都会意识到 宇宙最初的起源 又是谁来产生的那这样的问题 这么一环一环地思考下去 必然会感到宇宙起源 是个极为玄妙 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奇怪东西 从逻辑上讲 宇宙的起源必然是个最伟大的存在 但是我们一旦试图去思考 就感到头痛 感到想不清楚 感到不可言说 那么古人认为 终极真理是属于非理性的 又给起了个名字叫一 道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这根本不能说明 这个终极真理真的存在 也没法说明 古人能领悟到 比现代人更多的 更正确的东西 当人类开始对变化多端的世界 尝试解释的时候 用一个终极真理 大道啊 圆啊 无极啊 一啊 上帝 上帝 来解释一切的行而上学问题 是最容易想到的答案 因为这个办法最简洁 最省事 这个行而上学一旦成立 就意味着凡人只要能领悟一个道理 就可以超越一切限制 实现永恒 成为超人 先人 同时 这种涵盖一切的行而上学 又不需要任何证据 只要把终极真理和现实 万事一一抵覆 再说万物都有缺陷 都不能真正代表我的终极真理 人也有缺陷 一切理性思维 也不能表达我的终极真理 这学说就前期了 任何人也反驳不了 也就是说 这种行而上学 是完全不能证伪的 按照王小波的话说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 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 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 这种说法准不对 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 这类行而上学 确实非常可疑 由于这种学说非常吸引人 又完全自洽 所以在古代哲学爆发的年代古希腊 春秋战国 只要有人提出来 立刻就会被大众广为相信 同时 人在打坐 冥想或者生病 吸入麻醉剂的时候 容易产生非理性的幻觉 反正终极真理是不可验证的 任何非理性的幻觉 都可以比赴其上 所以那些产生幻觉的人们 可以用亲身经历来验证 这些终极真理 让该理论经久不衰 写出更多的理论和心得来 这么看来 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这种形而上学 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巧合 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下的佛教 这部分从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角度 讨论一下佛教的哲学观 您或许会问 为什么要选择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呢 为什么不谈机械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呢 这是因为 我觉得 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是和我们生活最近 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两个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很熟悉了 是说在这个世界里 存在物质和人的意识两种东西 物质是基础 物质决定了意识 人的肉体消失了 人的意识就消失了 但人的意识不是物质的俘虏 人拥有自由意识 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质 比如说 因为人没有翅膀 所以人不可能想飞 就飞起来 但是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发明出飞机 就可以飞起来了 主观唯心主义以为 我们既不知道眼前的世界是不是一场幻觉 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超能力的神佛 在背后操纵一切 我们唯一能把握的是自己的心灵 这世上唯一真实的只有我的心灵 当然 我要生活 我要在客观世界里喝水 是要举杯子的 但这不能证明 杯子是真实的 是客观存在的 这只能说明 我的心中拥有杯子 这么个印象而已 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印象我不知道 我只是生活在由自己印象产生的世界里 假如有一天我发现整个世界都是一场大梦 我不会像唯物主义者那样惊慌失措 我对这一切都早有心理准备 我觉得 这两种哲学观还可以加上机械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 其实可以归纳为一回事 我们对自己控制未来的能力有多自信 机械唯物主义认为 世界上的一切事 包括人的意志在内 都是由物理定律严格决定的 因此一切都是注定的 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 它对控制未来最有信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世界上的事在宏观上是注定的 可以预测 比如我们在古代 无论有多么聪明的人 也不可能发明飞机 我们在现代 就算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 科学也可以慢慢地向前发展 再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认为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该什么社会就什么社会 不能跳跃发展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因为人拥有自由意志 所以我们没法预测局部的未来 我们知道古代人不可能飞上天 但会不会有皇帝组织几万人 去进行飞行试验 这个就不能预测了 全凭皇帝的心情 希特勒的成功有历史的必然因素 但也和希特勒本人有关 假如上台的不是希特勒 而换了另外一个人 历史可能变得更好 或者更糟 在历史的必然中 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 也就是说 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相比 对控制未来信心要更小一点 主观唯心主义呢 主观唯心主义不相信任何的实在 只相信自己心中留下的印象 有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和唯物主义者无异 虽然他们不承认这些印象 一定来源于客观物质 但他们也相信这些印象是真实可靠的 我们可以依据印象生活 在这里 依据心灵的印象和唯物主义者 依据物质是一回事的两种不同说法 但是还有一些唯心主义者 他们认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心灵中的印象来自何处 那么也就不觉得这些印象是可靠的 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所见都不是幻觉 我们不能证明下一秒钟地球不会被未知的强大力量毁灭 我们不能证明自己的记忆没被修改过 所以下一秒钟发生什么 严格地说我们是不知道的 这种唯心主义对控制未来的信心是最小的 我们可以以人们对自己控制未来的信心化一个坐标轴 越到右边信心越低 那么坐标轴的左边端点是机械唯物主义 往右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 越到右边越唯心 最右的端点是否认一切心灵之外 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对自己控制未来的信心是在不断变化的 这一变化时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选择 有的时候我们改造未来非常顺利 也就是说活得很称心如意 我们就会对生活很乐观 认为自己控制未来的能力比较强 我们的世界观就会偏向唯物主义 比如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人 他的勤奋工作总能换来回报 想做什么都能成功 今天是科员 明天就是处长了 那这个人一定会非常热衷于工作 认真研究自己应该如何对待工作 也就是物质世界 因为这种研究是有回报的 比如一个大富豪 想赚钱就能赚到钱 他饿了立刻有美食 闲了立刻有娱乐 困了立刻有舒服的软床 供他安眠 他想要的享乐 都能有物质立刻满足他 他当然会觉得这物质世界是真实的 你让他看空物质 他就很痛苦 因为这些美食美酒 给他带来的享受是实在的 难以割舍的 同样的道理 不论在什么社会里 总是年轻人信仰唯物主义的多 年老者信仰神神鬼鬼的多 这是因为年轻人的能力正在成长 身体越来越强 控制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大 而老人正在衰落 身体越来越弱 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 但人控制未来的能力 总是有限的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控制未来 就算是机械唯物主义者 也只是在理论上 能准确预测未来 而在技术上不可能 更不用说去控制未来了 每个人都有无法控制未来的时候 人们控制未来失败 就会降低控制未来的信心 人生观也就会从唯物主义 偏向唯心主义 比如我们常听说 有人在死里逃生之后 人生观都改变了 我们或许会奇怪 人总是会死的 这不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吗 为什么非要亲身体验一下生死边缘 才会去改变人生观 才会对自己过去所做的种种后悔呢 假如这个死亡危险来自于意外 比如说一场车祸后的死里逃生 那么这件事给当事人的意义不仅仅是 向他提醒死亡多么恐怖 还告诉他 你对未来的控制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你连保证自己下一秒会不会死的能力都没有 我们平常当然不会动不动 就认为自己下一秒就死 会觉得那样像是神经病 这就是我们对自己控制能力自信的表现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以为自己下一秒 下一天下好多年都肯定不会死 但当人们亲身面临死亡危机以后 他就被提醒了 你凭什么那么自信自己能活好多年 你凭什么能保证自己下一秒不会死 这个人控制未来的自信一下子被击垮了 那么他的人生观也就被改变了 一个对控制未来有自信的人 他的规划就比较远 总想未来的事 一个对控制没自信的人 假如连下一秒会不会死都不能确信 那自然顾不上去规划几年以后 这种人的人生感悟 经常是珍惜身边把握现在 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光 好好享受生活之类珍惜眼前 及时行累的世界观 再比如 一个人一辈子刻苦努力 勤奋刻起 把一切该做的都做到了 结果到了晚年事业失败 朋友反目 妻离子散 自己疾病缠身 老无所依 一个人到了这份上 他要还是魂不在乎 大声说大不了从头再来 那这人不叫坚强 得叫缺心眼是吧 一般人这时候已经充满绝望了 他觉得他对这世界所做的一切 都没得到他设想中的结果 每次都出乎他意料地让他倒霉 他会觉得这世界太不可靠 对未来也毫无安全感 过去这么努力都得到这下场 现在老成这样 更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结果了 那么当他反省自己的时候 他会想 这辈子得到了什么呢 将来早晚有一天 自己会浑身病痛地 躺在病床上 满身使尿 连移动身体的能力都没有 到了这个境地 有什么是他能有心心把握的呢 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的精神世界 只有这个让他有安全感 茫茫世界都不可靠 都不真实 只有自己的精神 自己的信念 才是唯一可靠的 这不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吗 在这个理论下 佛教是什么呢 很容易想到 佛教认为所有事物都是无常的观点 正好是在极端强调 我们没有控制未来的能力 在上述控制未来自信心的坐标轴上 佛教不仅处于主观唯心主义一端 而且还超过了主观唯心主义 比他对控制未来更不自信 因为佛教认为 连我都是无常的 我们连自己未来会想什么都不可以把握 唯心主义最起码 还是在用理性来认识世界 但佛教连理性都要求破除 当唯心主义觉得 自己内心中所想是真实可靠的时候 会能说不与法上声念 连这点思维都被制止了 但既然是在同一个坐标轴上 所以佛教和辩证唯物主义 并不是不能对话 我们前面说过 佛教认为事物并不是不存在 只是无常 辩证唯物主义也认为 事物处在永远的变化中 两者对物质世界的看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佛教认为 无常的世界不值得留恋 唯物主义者认为 我们能把这世界改造得更美好 佛教说 无常是苦 我们所得的终究会消失 但对于一个 对改造物质世界有信心的人来说 无常非但不是苦 反倒是幸福的根源 忍如世上万物都是永恒不变的 那么改造物质世界 也就变得不可能了 也就毫无希望可言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佛教的世界观和唯物主义 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他们观测的都是同一个世界 只不过面对同样的观测结论 一方乐观 一方悲观而已 有一些人以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或者唯物主义和宗教 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世界观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非此即彼 因为持有这样的观点 所以有些深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 对唯心主义坚决排斥 这世界这么真实 我绝不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又有的人 一旦从唯物主义投向宗教以后 他原有的世界观就完全崩溃了 他把学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抛弃掉 完全投入了宗教的怀抱 成了一个彻底的反制主义者 我认为 以上观点是错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黑白两面 而是位于同一个坐标轴上 而且这个坐标轴是连续的 绝大部分人在这个坐标轴上 不会位于端点 而是位于中间的某段 人们还会随着自己 对控制未来的自信心的变化 随时改变在坐标轴上所处的位置 所以是否信仰宗教 这其实不是一个纯理性问题 不是一个要么信唯物主义 要么信宗教的二选一问题 而是一个人的人生观 在坐标轴上慢慢移动 移动到哪的问题 其决定作用的就在于一个人 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了 不过 从非宗教到信仰宗教 还是有个一跃而成的过程 这是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宗教 比如说佛教 并不是位于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坐标轴的中间 而是位于唯心主义这个点 还要靠右的地方 为什么佛教可以比唯心主义更靠右 这是因为当唯心主义在主张 世上只有我最可靠以后 就不可能再往坐标轴的右边走了 或者说就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更不自信了 因为在坐标轴的最右端 唯心主义者们只剩下 自我意识没有怀疑了 可要是否认了自我意识 连我都不存在了 我就不可能思考了迪卡尔的 我思故我再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佛教可以把我也否定了呢 这是因为佛教从外界拉来了一个永恒的佛性 坚定不移地说 把握了佛性我们就可以拥有永远的幸福 正因为有了这个坚定的佛性做保障 佛教的世界观才可以突破坐标轴的右端点 才可以连我都否定 试想 假如不相信存在永恒的佛性 或者其他类似的非理性真理 而坚持要否认自我意识 那会变成什么 一个失去自我的疯子 所以 要想超越坐标轴的右端去接受佛教 就必须先一股脑地接受永恒佛性的存在 这就是一跃的过程 按照前面的理论 接受佛教需要两步 第一 对于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 极端没有自信 认为佛教之外的一切事物 都是不可把握的 用佛学的话说 就是在理性上认识到万法星空的本质 第二 认定佛性是超越理性世界的永恒的存在 换句话说 就是从感情上一股脑地接受佛教的说法 坚信不移 这两者一个是在理智上开启智慧 一个是在感情上虔诚信仰 宗教的主要元素都具备了 这就是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和佛教之间的差别与联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 假如我们对于控制未来极端不自信 已经位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最右端了 大部分人早晚有无助地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天 但我又不愿意信仰宗教 能看完这本书的朋友 应该喜欢理性思考 多半不容易信教 那我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人世间 无论怎么奋斗 怎么享乐生活 难免会迎来这样的结局 有一天有气无力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突然意识到 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回到我的家了 再也不可能睡到我的床上 使用那些我曾经努力争取 并极为真爱的东西了 我这辈子在人间的一切努力的成果 都将离我而去 对我来说全都化为浮云 这张陌生的病床 这间吵闹的病房 就是这辈子我的全部结局了 总有这么一天 对吧 一想到这个结果 很容易让人感到丧气 不管我们怎么在世间奋斗 最后不还是这么个结果吗 努力奋斗又有什么意义呢 赚再多的钱 最后也不过是病床一躺 能留得住什么呢 我告诉你 有件东西能留住 音乐 只要我们清醒 我们就能够在自己的脑海中播放音乐 如果我们不清醒 那也就和死亡无异了 音乐是什么呢 音乐能承载美好 您一定有最喜欢的音乐 当您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 您会感到世间万物特别美好 佛教书无常说的没错 我们拥有的一切 都必将离我们而去 但直到失去意识之前的最后一刻 我们都可以在心中保留美好的音乐 以及对世间其他美好事物的爱 而且一般人的遭遇不会那么糟 在最终失去意识之前 我们多半有条件能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所以如果你为人生无常而惶惶不安 如果你想到人生结局 就觉得万事虚无 那么不如现在多听音乐 收集美好的乐曲 建立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库 然后买一套最好的便携式音乐播放设备 在你失去意识之前 它们可以一直让你感受到美好 说这些和佛教有什么关系呢 死罪令人害怕的地方在于 它是未知的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死后的那一瞬 会进入什么样的世界 还是说会进入彻底的虚无 虚无是很恐怖 但起码死了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眼一闭心一横就过来了 可是还有很多宗教吓唬我们 说我们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细小行为 导致自己会在死后 在非常恐怖的地狱里 受上极大极长的痛苦 就像佛教对地狱的描述那样 又是同条穿胸 又是钢水灌沸的 太恐怖了 万一真有地狱在等待着我们 那该怎么办 能皈依宗教当然很好 但要是我不信宗教呢 怎么办 虽然信教了 但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从地狱恐怖的惩罚中幸免 怎么办 又万一辛苦修行异常 死后一看 我的天 这竟然是另一个宗教的地狱 怎么办 我告诉你一件能稍稍安慰你的事 即便在最残酷的地狱里 有两件事是可以存在的美和爱 前面说过 佛教应该认为众生拥有自由意志 地狱的受苦者也属于众生 所以也拥有自由意志 有自由意志就意味着有感情 就意味着有审美和爱的能力 而美和爱可以不需要外物而存在 我们可以把美好的事物和对美好事物的感情 保存在脑海中 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脑海中 演奏最美好的音乐 去思念最爱的人 综上可证 无论地狱多么残酷 我相信地狱里一定会有音乐 一定会有美和爱 也许地狱里有非常严酷的狱卒 禁止一切美好的事物 禁止鬼和鬼之间的微笑 禁止鬼用残破不缺的嘴哼出旋律 禁止鬼在牢房上敲打出节奏 禁止鬼在受苦的嚎叫中 加上一句调侃地狱 讽刺天堂的笑话 是有这种可能 他们甚至可以消除你的记忆 强迫你忘记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旋律 强迫你忘记最爱的人 算你们狠 但只要地狱众生能保留自由意志和感情 否则惩罚和恐吓 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你们就永远禁止不了思考 永远阻止不了众生 在自己的心里吟唱节拍 阻止不了幽默感 阻止不了受苦的大众 在这悲惨世界中 找到值得深爱的 并未知付出炽热的感情 如果你想让我受苦 你就无法阻止我去爱 这就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小小安慰 注释 一 徐范城义武士奥义书修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一版 第571页 人为以善业而善 以雕业而恶疑 大森林奥义书三 二 十三 二 他是奥义书三 三 三 徐范城义武士奥义书修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一版 第182页 为在私事行善行者 有望余生善胎 或生为婆罗门 或生为差地灵 或生为废舍 若在私事行恶行者 其事却将为入乎不善之胎 入乎犬 或也治 或占陀罗人之胎 畅赞奥义书五 十 七 四 徐范城义武士奥义书修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一版 第138页 思则无内心知性灵也 其小也 小于古科 小于脉力 小于戒子 小于医术 小于医术中之时 事无内心知性灵也 其他 则大于地 大于空 大于天 大于凡此一切世界 畅赞奥义书三 十四 三 五 徐范城义武士奥义书修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一版 第581页 拿约 加吉 此籍婆罗门所称为 不变灭者也 非粗 非细 非短 非长 非尺 非润 无影 无暗 无风 无空 无诈 无味 无臭 无远 无耳 无语 无意 无热力 无气息 无口 无量 无内 无外 比了无所实 亦无实笔者 大森林 奥义书三 八 八 六 黄兴川印度哲学史 商务艺术馆 1989年第一版 第41页 七 李炳南 李炳南老居士 前级佛学问答 内边上通问第五页 真有神通者 皆密而不宣 凡自宣者 皆无道也 富如是 其真有道者 人何能知 八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耐耶杂事 卷二 必除英语俗人前献其神力 若显现者 得阅法罪 九 根本萨婆多部金色卷九 十 刘慈欣先生的三体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描写 写的是人类进入四维空间以后 对三维空间的观察 四维空间里的人对于三维空间来说 已经有了神的力量 虽然这只是小说描写 但是基于严格的科学推理 值得一读 虽然一切都显露在眼前 但任何一个小范围内的一件小东西 比如一只水杯或一只饼 它们并列出来的细节也是无限的 视觉也接收到无限的信息 用眼睛看时 穷尽一生也不可能看全它们在四维空间的外形 它们能看到星空 在各个方向上都能看到 人们在三维世界中看到的广阔浩渺 其实只是真正的广阔浩渺的一个横断面 感受高维空间感是一场灵魂的洗礼 在那一刻 向自由 开放 深远 无限这类概念突然都有了全新的含义 刘慈欣 三体死神永生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第193页 第195页 11 蒋维桥因世子静坐养生法 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第76页 能见深内个物 犹如开仓窥见古米麻豆 新大精益 寂静安快 12 关于时间是理性的产物 我还有另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的核心是我们不能证明时间是匀速直线单向运动的 在我们现在的观念里 时间是匀速直线单向运动的 我回想过去的时光 A 小时候我医押学步 B 五分钟前我还没看这本书 C 此时我在看这本书 没错 在记忆中 时光就是照着A V C的顺序单向直线运动的 但是 我们怎么知道时间会不会突然导流呢 比如说有个邪恶科学家 有一台可以改变世界时间线的机器 他一按电钮 全世界刚过完C 突然回到了B的位置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记忆都回到了B点 我们的全部状态和刚才B十一模一样 所以在B点的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时间导流了 还以为自己是在直线单向运动的时间轴上第一次体验到B点呢 更可怕的是 那个邪恶科学家也回到了B点 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按下电钮 正打算要去按电钮呢 这样 世界到了C点 邪恶科学家继续按电钮 世界就永远在B点和C点不停地循环下去了 如果有一个超越了时间轴的生物观察我们 会发现我们是永远困在时间循环中的可怜生物 而处在B点和C点的我们 还以为时间会一直继续下去 未来一定会到来呢 同样 我们还可以假设 时间可能会突然循环到A点 我们的意识又回到了童年 去世的人重新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快乐和痛苦还要重新经历一遍 时间还可能只是在一瞬间反复重复 虽然这一瞬间能短到我们来不及产生任何完整的理性念头 但我们还是不会察觉 时间还可以忽而倒流 忽而跳跃前进 忽快忽慢 随意怎么流动都可以 时间也可以是分叉的 这场景并非全是幻想 根据相对论我们知道 当我们观察一个接近于光速的飞船时 我们会发现飞船的时钟非常慢 飞行员的行为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 然而飞船里的飞行员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异常 不会觉得时间变慢了 为什么 因为飞行员思维也变慢了 他的思维和时间是同步变慢的 所以他自己根本体会不到变化 同样 相对论认为空间的收缩 膨胀 扭曲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身处其中的我们是意识不到的 意识到了以上这点 我们能感到 时间并不是什么稳固的存在宇宙中的一个事物 时间可以是任何状态 但是 为什么我们意识到的时间是因素直线单向运动的呢 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必须存在于做因素直线单向运动的时间轴理 理性的基础是逻辑 我们人类能理解的逻辑 就必须存在这样的时间轴理 这就是说时间不是先与理性存在 而是因为理性需要一个做因素直线单向运动的时间轴 所以我们才意识到了这么一个时间 类似的道理 我们的空间是不是扭曲的 环形的 麻花的 不断缩小的 不断膨胀的 这些都有可能 身处这个空间中的我们无法感觉到任何异常 有人会反驳 那在理性出现之前 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是吗 没有人类的时候 地球上的石头 漫步的动物 就都不存在于时间轴中了是吗 你这不是让古生物学家 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们类流满面吗 对此我的解释是 人类存在之前的地球 宇宙的群星 我们生活的整个空间 我们对它们的概念都是基于理性的认识 它们并非不存在 而是当人类出现以后 再去回顾 认识人类出现之前的历史得到的结论 已经是带着理性工具过滤后的了 已经是用理性强行加上时间轴的了 这个论述没有超过康德的范围 都可以用康德的形而上学模型来解释 13.康德的物字体并不完全是哲学上的空想 在量子物理学中 哥本哈根学派为了解释量子实验中的奇怪现象 认为人的观测会影响到量子的状态 在人观测之前 量子并不是一个实在的物体 而只是概率波 只有当人观测这个量子的时候 量子才会坍缩成一个实体 要注意 这个观测者不能是机器 不能是动物 必须是有意识的人 这个违心的观点让很多物理学家都无法接受 他们质疑说 难道在人类出现之前 整个宇宙都是一个不实在的概率波 只有出现人的一刹那 这个宇宙才突然坍缩出太阳和地球 还有著名的薛定额的茅 该思想实验认为 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 这只猫的状态是既死又活 这显然是荒谬的 所以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也是荒谬的 但假如我们按照康德的世界观来理解 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并不荒谬 关键在于 并不是人的观测使宇宙从概率波坍缩 而是宇宙的本质就是概率波 或者其他不能用人类理性理解的状态 人的观测并没有改变宇宙 但人只能理解坍缩后的宇宙 所以当人去观测宇宙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坍缩了 这样就很好理解薛定额的猫 猫既死又活的状态并不是荒谬的 实际上 连猫本身的状态都是一堆概率波 根本就不存在猫盒生死的概念 不过 哥本哈根学派的这个说法只是众多假说之一 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 十四 对于人类的感性思维能不能体验非理性世界 有一个质疑 如果我们认为人的思维是基于大脑神经元的活动 那么神经元的活动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的 也就是说在大脑里即便是不依赖于理性思维的感性体验 也要持续一段时间的 我们体验到这些感觉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那么持续一段时间的感受又怎么能超越 包括时间概念在内的一切理性思维呢 我的反驳是我们对神经元的活动 对自我意识感受等概念的理解都是基于理性世界的 在非理性世界里 自我意识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根本不能说我们感受到了非理性世界 我们只能说超越了理性世界的我消融了 十五 或许有人会说 佛的现身是需要因缘的 你自己的业没消 佛现身也没用 你的因缘不到 佛也不会出现 我的反驳是 第一 我们前面说过 佛教应该相信人有自由意志 我们不知道佛是不是有自由意志 是因为佛处于非理性世界 我们无法描述 但既然我们用慈悲形容佛 那么以人类的标准看 佛应该是愿意主动 尽力帮助大众的 而且还有神通广大的菩萨 他们没有成为佛 假如他们还没有完全超越理性的话 那他们就应该有自由意志 菩萨有退转的说法 说明菩萨还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以菩萨应该有自由意志 第二 佛教认为 人有自由意志 因缘说中的因是人可以自己努力改变的 人是可以通过做好事来改变因的 那么有自由意志的佛和菩萨 不也有能力做一些事来影响因缘吗 他们不能改变因果规律 但他们可以为了拯救众生 种下善因啊 佛经里有很多神佛现身拯救大众的记录 那么前文的疑问就还成立 既然佛和菩萨有能力种下善因 有能力现身菩萨有没有能力超越时空限 这我不能肯定 但在佛经中 菩萨大都有很强的法力 为什么不现身 我们并不是说要求神佛一下子 把我们都带到佛国 我们承认 自己种下的业还是得自己消了才能解脱 但神佛仅仅是现身 展现一下奇迹 就能增加大众的信仰 能够有效地引导大众弃恶从善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玄览堂从书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明朝的时候有外国僧人来华传教 有人质疑说 若比既有神通 当通中国语 何谓待遇者而后知乎 十六 这个理性的三个字 是我自己的理解 谈经 无念法者 见一切法 不住一切法 便一切处 不住一切处 我觉得也是类似的意思 十七 一顺 一粒介子不准确 因为根本没有时间概念 所以在佛看来 人类历史不是一顺 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历史这个概念 想是这个想的概念也不存在 更严谨的说法是 人类的喜怒哀乐都是虚幻 所以不用关注 十八老字第十四章 是知不见 明曰疑 听知不闻 明曰昔 薄知不得 明曰威 此三者不可置疾 故混而为依 其上不教 在下不昧 神神不可明 复归于无物 是为无状之状 无相之相 是为呼谎 迎不见其手 随不见其后 只谷之道 已与经之有 已知谷始 是为道义 庄子大宗师 夫道 有情有信 无为无形 可传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见 十九 老字第一章 道可道 非常道 庄子之北游 道不可闻 闻而非也 道不可见 见而非也 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 知行行知 不行乎 道不当明 二十 老字第二十一章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呼吸谎吸 其中有相 谎兮呼吸 其中有物 咬兮明兮 其中有经 其经甚真 其中有信 二十一 老字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庄子大宗师 夫道 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 二十二 老字第一章 二十三 终于正义细词上 夫非望向者 则无以致向 非一术 多者无以集数 二十四 在儒家中也可以找到 据吃理性的文字 忠庸 成者不免而重 不思而得 从容忠道 圣人也 二十五 庄子大宗师 仲尼促然曰 可谓作妄 言回曰 多知体 处聪明 离行去智 同于大通 此谓作妄 二十六 庄子人间事 回曰 敢问心斋 仲尼曰 若一致 无听之以耳 听之以心 无听之以心 而听之以弃 听之于耳 心之于福 弃也者 虚而待悟者也 为道急需 虚者 心斋也 二十七 假如佛 来自于非理性世界 我们就不能用理性 去描述 那么佛也好 其他名字也好 都只是人类取的代号 为了尊重其他宗教 在这个假想中的佛 这个词也可以替换成 其他宗教神奇的名字 明镜需要您的感觉